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刚才堵车 我赶到沥水雅居的时候 你们已经不在了 我就过来看看 可可找到了是吧 王星道 这项圈怎么回事 宋双很惊讶 发现可可的时候脖子上没有项圈 哦 是我在一家狗肉馆找到的 我记说带项圈的狗跑掉了 被一个开三轮的人捡去了 为了这个 那人还和狗肉馆老板打了一架呢 王星将项圈递给了宋双 真相大白 冤枉了那人 宋双极其自责 人家好心好意救了可可 自己还让万叔叔想办法多判他几年 如此恩将仇报 简直后悔到痛心疾首 王叔 我做错了事 误会了人 你能帮我吗 宋双念如道 认错了偷狗贼吧 我就知道 宋双的性格中有父亲的正直 母亲的善良 想到那人可能会在派出所里关上一整夜 他无论如何坐不住 让王星带自己赶过去救人 刚出门 想了想 又把可可带上了 王星驾车带着宋双来到派出所 所长一看 宋双家的千金又驾到了 赶紧迎接询问 是不是为了偷狗的案子来的 放心好了 绝对让那小子吃不了兜着走 我想再见见他 有些问题要问他 宋双道 所长安排手下带宋双去见刘汉东 王星韬燕和所长在一旁聊了起来 刘汉东被靠在长椅上 派出所的椅子都是有讲究的 墙上专门有一根不锈钢杆子来挂手铐 犯人跑不掉 正是吃晚饭的时间 值班民警吃着香喷喷的鸡腿盒饭 刘汉东肚子饿得咕咕叫 正闭着眼睛打盹 忽然觉得有人在舔自己 睁眼一看 旺财来了 正亲热地看着自己还拿头往自己身上拱 这幅情景更加证明刘汉东不是偷狗贼 可可是一条智商很高的牧羊犬 分得轻好坏 他失踪这段时间 想必刘汉东带他极好 身上伤口也是刘汉东处理的 宋霜静静打量着这个男人 视频里的他赤裸上身 肌肉结实 脚蹬着地面一步步前行的姿态 让女大学生想到一幅画 俄罗斯画家列宾的福尔加和尚的潜伏 普世善良的底层百姓在生活温饱线上苦苦挣扎 没有抱怨 没有颓唐 用尖实的肩膀托起沉重的负担 坚忍不拔 默默前行 眼前的刘汉东穿着一件破旧的汗衫 满是汗字污字和破口 一条牛仔裤更是千锤百裂 膝盖磨出了破口 他用没戴手铐的手 默默可可 眼中充满了幸福的感觉 喜欢小动物的人绝对不会是坏人 这是宋双评判一个人的定律 刘汉东发现了宋双 眼神变得冷漠起来 我刚知道 可可不是你偷的 对不起 宋双鼓起勇气说道 这时他长大以后 第一次向别人正式道歉 刘汉东理都不理他 公安厅长通常高配 宋建峰是副省级领导 宋双是不折不扣的高干子弟 虽然家教很好 并无娇娇二气 但人生得漂亮 在大学里男生们趋之若鹜 不知道多少人眼巴巴渴求 能和他说上一句话来 如今真诚道歉 却热面孔贴上冷屁股 宋双的脸一下子就红了 气得 那边王兴和所长进行着交涉 要求释放刘汉东 所长很为难 哎呀 不单是为了偷狗的事啊 他还把人家十几箱子瓷砖 从十八楼上扔下来 损失很大 砸坏一辆电动车 施主不接受调解 非要让他赔钱呢 那家人也有点背景 男人好像是市财政局的 王兴说 这件事还不好办吗 先把人放了再说 赔钱什么的 我会处理的 所长心领神会 不看僧面看佛面 王兴的面子是一码事 给不给无所谓 但宋廷家千金的面子 必须得给 再说案子也不大 治安标准都达不到 放了也就放了 不爱大局 当即招呼民警过去 打开了刘汉东的手铐 王兴走过去笑道 刘汉东啊 我就知道是你 你小子成天惹事 不是个省油的灯 宋双祈祷 王叔 你认识他 哦 他就是刘汉东 救了书帆的那个 王兴解释道 宋双恍然大悟 怪不得总觉得 这个名字有些熟悉 原来是书帆念念不忘的 大哥哥 只是和书帆形容中的 不大一样啊 这哪是食不杀 一人千里不流行的 大英雄 分明是吃不上饭的 社会底层劳动者 谢谢沈总 王兴和派出所长握手道别 三轮摩托被斜井推了过来 本来是要攒扣的 现在看宋小姐的面子 一并发还 刘汉东从车把上 拿下一个小包 里面是两根火腿肠 按条丝里拨开了 一条喂可可 一条自己吃了 宋双很想说 我家可可从不吃这种垃圾食品 但是看到可可吃得很香 刘汉东坐在地上 喝着可乐瓶子的凉水 吃着和可可一样的食物 忽然眼睛就朦胧了 鼻子也酸了 这个为了生活奔波忙碌的男人 或许一天都没吃饭了 吃完了火腿肠 刘汉东拍拍可可的脑袋说 汪财 咱哥俩的缘分尽了 散伙饭也吃过了 你回家去吧 可可摇着尾巴 无言不止 气球似的看着刘汉东 又看看宋双 宋双想说些什么 却无从开口 刘汉东冲王兴点点头 推着没油的三轮摩托 走了 哎 宋双鼓起勇气喊了一声 刘汉东站住了 我 我请你吃饭好不好 宋双的脸又红了 这回是休的 堂堂宋大小姐主动邀请男人吃饭 可是破天荒头一次 没空 刘汉东头也不回 大步流星推起摩托车往前走 前面是个漫长的下坡 他猛跑几步跳上摩托 唱着歌 远去了 宋双怅然若失 折损了面子 他却一点也不生气 反而觉得 这个男人很有傲骨 走吧 他有女朋友了 王兴似乎看穿了宋双的内心 没来由的说了这么一句 王叔 你说什么呢 宋双称怪道 拉开结答车门 可可恋恋不舍的跳了上去 宋双也坐进汽车 审所长过来 帮着关上车门 挥手致意 有空常来玩啊 走了 王兴驾车离去 一路上宋双沉默不语 望着窗外 直到汽车停在小区门口 才实在忍不住问道 他女朋友是怎样的人 王兴嘴角翘起 心说 你小丫头的心思我猜不透 白干这么多年公安了 其实也不一定是女朋友啊 我估摸着两人差不多能成 那女孩的父亲也是警察 她是开公交车的 跆拳道黑带 和刘汉东一起闯进士风集团 抓了个罪犯出来 宋双眼睛亮了 随即又暗淡下去 人家是英雄侠侣 自己算什么 手无腹肌之力的女大学生 啊 双儿 我不进去了 等你爸回来替我问声好 王兴说 宋双没出声 因为脑子在想事 没听见 喂 醒醒 王兴按了按喇叭 宋双意识到事态 急忙开门下车 知道了 王叔再见 王兴掉头离去 忽然看见后视镜里宋双在招手 又停下车 出来问道 有事吗 宋双气喘吁吁跑过来 王叔 我这里有一万块钱 麻烦你转交给他 感谢他收留可可 还给可可智商 说着 拿出一张银行卡 卡背面写着密码 里面存了一万块 本来就是为了付寻狗酬劳预备的 王兴说 行 我拿着 不过人家不一定收啊 那小子 硬气得很 你今天也看见了 王叔最有办法了 他一定会收的 好吧 我试试 王兴收了银行卡 刘汉东推着三轮摩托 在城市车流中 艰难穿梭着 时不时擦擦额头上的汗水 他只有两毛钱 无法给摩托加油 在520公交车站台上等了半天 终于等来了那辆车 可是 开车的却不是马灵 而是一个中年师傅 他告诉刘汉东 马灵休班 去医院照顾他爸爸了 找不到马灵就借不到钱 刘汉东只能再次 推起三轮车往回走 一辆桑塔纳警车 缓缓跟在旁边 车窗降下 是运山大队的交警 谭家兴 刘汉东 车坏了吗 谭家兴问道 哦 没有了 谭家兴掏出50元钞票 伸手过来 先给你应急 有钱还我 谢了 刘汉东 接了钱 由衷感谢 谭家兴点点头 驱车远去 刘汉东把车推到最近的加油站 加了30块钱的93号汽油 油价已经涨到了8块5 实在用不起 还得剩20块吃饭 或许得买个电磁炉 自己做饭吃了 能省一点 刘汉东考虑着 摩托发动起来 刘汉东振作精神 开回了城市东南郊的铁闸街 昂然从图记狗肉馆前经过 他才不怕那汉子出来找茬呢 今天白爬上百层楼 胸中一个恶气还没出呢 突击狗肉馆门口 往日顾客迎门的迹象不见了 停着几辆轿车 里面传出杂东西的声音 外面围了好多人 刘汉东下车张望 见一帮身上刺青挂金链子的社会大哥 正在狗肉馆里乱砸一气 狗肉馆老板已经被放倒 两把血量的砍刀架在脖子上 狠狠不语 刘汉东推开众人走了过去 劝道 差不多就行了 社会大哥们诧异的看着他 狗肉馆老板也很是吃惊 这小子早上还和自己干过假 怎么这会儿帮自己说话 一人走了过来 上上下下打量着刘汉东 墨镜下是一张留着小胡子的面孔 脖子上金链子很粗 手腕上挂着檀香珠子 手表黄金手链 脚下一双红色波鞋 时髦又威风 你干啥的 有你什么事 那人推了一把刘汉东 刘汉东没动 他这会儿心情不爽 正想找人打架呢 我住这条街 看不惯你们人多欺负人少 撒得差不多了 收手吧 刘汉东道 哈哈 那人笑了 回头看看弟兄们 大家也都笑了 笑刘汉东自不量力 操一妈的 你知道我是谁不 敢在我跟前指手画脚的 那人勃然变色摘下墨镜 傲然看着刘汉东将烟蒂一扔 我他妈管你是谁 打的就是你 刘汉东先动了手 一挤黑虎掏心 那人位不重拳 疼得勾搂起身子 蹲在地上不动了 刘汉东在部队 是以打架斗殴文明的刺头 和其他部队的打 和武警部队打 和当地藏民打 和地方流氓地痞打 因为打架 他当了八年兵 才只是中式军衔 按照指导员的话说 就凭你小子的本事 老老实实干的话 早就保送军校 扛上中卫奸章了 这七八个地匹 以士风集团 拍到看守所 对付刘汉东的打手插远了 刘汉东闭着眼睛 都能收拾他们 他抢了一把开山刀 一根钢管 如下山猛虎一般 如入无人之境 狗肉管老板见状也雄起了 和两个小伙计 拿着擀面杖和载狗刀 加入了战团 地匹们落荒而逃 临走前还不忘 撂下一句话 行 你等着 刘汉东说 刘汉东你别走啊 周围一阵哄笑 本集的播放到此结束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由畅想听八录制首发 由萧綦孝著 由蜘蛛播讲的 现代都市小说 匹夫的逆袭 欢迎收听 由畅想听八录制首发 由萧綦孝著 由蜘蛛播讲的 现代都市小说 匹夫的逆袭 第22集 看热闹的人群中 有包租婆的一对儿女 小伙子看得热血沸腾 辣妹更是对 刘汉东刮目相看 哥 他真猛 辣妹就差两眼放光了 你都湿了吧 当哥哥的恶意也语 找打 辣妹伸手猛掐哥哥 他们家的家教 就是这样豪放不羁 做父母的满嘴脏话 从不避讳儿女 所以兄妹之间 对这种荤段子是免疫的 人群逐渐散去 两个小公和一个苗条少妇 收拾着桌仪碗筷 刘汉东见过这少妇 是狗肉馆的老板娘 长得挺漂亮 和他男人一点不搭配 狗肉馆老板摸摸身上 掏出半包皱巴巴的红莓 递上一支烟 刘汉东接了叼在嘴上 让对方给自己点燃 兄弟 我叫图红斌 你喊我山炮就行 谢谢你了 以后吃饭直接到我这儿来 免费 车轴汉子豪爽的 刘汉东看看他 我不是帮你出头 是看不惯他们人多欺负人少 山炮点头哈腰 讲究 仗义 大哥 怎么称呼 刘汉东说 叫我刘汉东 不说了 我走了 台部 静止走到路对面 拉面摊子 叫道 老板 大碗拉面 山炮一听这句 当场急演了 不由分说过去拉住 刘汉东 兄弟 你这不是骂我吗 咱是干啥的 开饭馆的呀 你要是有忌口的 我请你吃馆子 刘汉东说 我不忌口 你店都砸成这样了 还吃个毛啊 山炮拍着胸脯道 只办两个凉菜还不容易 小月 拿一块冰镇淮浆 半个黄瓜拉瓶 抓一把花生毛豆 还有炸金铲 都拿上来 我和大哥喝一杯 叫小月的少傅 应了一声 声音软绵绵的 图记狗肉馆后座 支起一个简单的小方桌 各种凉菜摆上 一箱冰镇啤酒 全部打开 摆在当中的是 一大盘原汁狗肉 拌上花椒 撒上麻油 闻着的香死人 山炮帮刘汉东 倒了一大碗啤酒 自己也满上 郑重的端起 大哥 这次感谢 我先干为敬 一仰博 咕咚咚咚干了啤酒 一抹嘴 两出碗底 论起喝酒 部队出身的刘汉东 可是高手 也一口气干了 自己拿起酒瓶子满上 忽然外面有人进来 穿着警服 戴着大衙帽 腰间是电棍对讲机 派出所出警 终于来到了 谁报的警 警察扫视着他们 没事了 一场误会 山炮赶紧解释 地上香烟 警察把烟挡了回去 说 没事就好 注意点 是是是 山炮点头哈腰 下回一定注意 警察走了 山炮还跟在后面招呼着 张警官 有空来喝两杯啊 回来之后 刘汉东一脸比例 山炮 你报警了 怎么不实话实说 山炮说 我没报警 是街坊打的110 派出所就在桥那头 这么就猜过来 你说 有用吗 来砸你店的是什么人 你怎么招惹他们了 山炮低头猛抽了几口烟 说 是火花香的混混 带头的叫赵允峰 中午我到我店里吃饭 狗糙的 摸我媳妇 被我打了一圈 下午就带了三车人 过来砸我的店 以你的身手 揍他们几个没啥问题 你还有俩帮手呢 早上拿着刀 吓唬我的时候那么猛 怎么这会儿就怂了 大哥 我不瞒你说 我是外乡人 在人家地头上做生意 是龙得盘着 是虎得趴着 我两个小舅子才十六七岁 拿刀吓唬人行 真和人玩命还欠点 出点什么事 我包不起啊 说完 端起酒碗 乌冬冬冬冠下去 仿佛将憋屈也一口闷了 刘汉东说 如果我不出手 你打算怎么收场 让他们砸 消了气就好了 刘汉东一推桌子站了起来 我懂了 你不敢惹姓赵的 吴红斌 我看不起你 你是个闹肿 人家调戏你媳妇 砸你的电 这口气你也能忍下去 你还算个爷们儿吗 酒瓶子倒在地上 摔碎了 山炮被急得呼吸急促起来 拳头捏紧 他俩小舅子掀开门帘看过来 滚 山炮大吼一声 俩少年赶紧躲开 刘汉东起身欲走 大哥 等等 山炮似乎在犹豫 不瞒大哥说 我在家乡是背着事的 早年把人捅伤了 现在还通缉着呢 我不敢惹事 就怕公安查找 一查一个准 我都三十岁的人了 低香背景 过年都不敢回家 要是再进去 媳妇咋办 没出事的孩子咋办 山炮低头猛抽烟 刘汉东坐下来 倒了一碗酒说 我明白你了 你是不得已 硬忍着这口气 我在书上看过一句话 为了一件事 义无反顾的去死 不算真正的勇者 忍着屈辱活下去 才是真汉子 这句话文周周的 但山炮还是听明白了 一抬头道 说得好 我年轻的时候 和人办两句嘴 就能动刀子 现在是真不敢了 我得活下去啊 为媳妇 为爹娘 我这条命 不敢轻易和人家拼了 今天这事不算完 赵玉峰还会回来的 你打算怎么办 赵玉峰就是个小混混 他靠的是他姐夫花豹 花豹手底下 有十几辆渣土车 这附近的工地 运渣土拉沙子 他全包 而且是花火村本地人 所以 今天赵玉峰砸我的店 整条街上都没人敢自杀 我估计不错的话 今晚上他们会来放火烧我的店 这是他们一贯做派 错不了 既然你都猜到了 肯定有对策了 山炮苦笑道 我就一卖狗肉的 能有什么招和人家黑社会斗 吃完饭 我就让媳妇和小舅子出去躲躲 我一个人留下 和他们说道说道 倒不是为别的 这扑面是我租的 他们砸我的东西行 收人家房东的房子 就不大讲究了 你还挺仗义的 不过 以我的意思 不妨主动出击 山炮吓了一跳 大哥 这也行 不挑事 但是来了不能怕事 消极防御 委屈求全 这帮货只能蹬鼻子上脸 更瞧不起你 相信我 最好的防御就是进攻 因为这是个丛林社会 只认权打钱多 咱钱不多 就只能和人家比拳头了 山炮想了想 猛然一锤桌子 干 我晚上带把刀 把他们扎土车的轮子都给扎了 你一个土条 一点常识都没有 载重卡车轮胎都是高压的 你一刀扎下去 轮子爆了 先把你扎死 要放火烧 弄点汽油 把车点了 公安都查不出谁干的 大哥 还是你有经验 这是真开干用的办法 现在还用不上 赵玉峰找人来砸你的店 没有根本上的利益冲突 你也犯不上和他玩命 黑社会都是牛皮糖 年上又甩不开 打来打去 你没这个本钱 不如找赵玉峰的后台 把话说清楚 叫花豹的那个是吧 等会儿把嫂子安排到我那儿先躲躲 我陪你一起去把事办了 山炮出门口喊道 你两个 进来 两个小公走了进来 嘴唇上长着绒毛 细高条一米七几的个子 看年纪 不过十六七岁 这是我两个小舅子 大的叫孙纪凯 小的叫孙家涛 给刘哥端个脚 山炮命令道 两个小伙子轮流给刘汉东 各端了一碗酒 刘汉东喝了 说 今晚上你俩别睡觉 拿着棍在店后面守着 估计有人来捣乱 要是人少 就放倒 要是人多 就报警 对了 手机能拍视频吗 孙纪凯说 那 好 把证据拍下来 记住 别硬拼 你俩年纪小 经验还不足 雅兔崽子 记清楚了吗 清楚了 两人齐声答道 小月端了一碗狗肉汤过来 还有两块硬的像铁的撞模 山炮一瞪眼 酒还没喝好就上饭 一点颜色都没有 刘汉东看看桌子下面 已经有六个空瓶子 便说 喝的差不多了 再多就无事了 吃饭 好 吃饭 吃饱了干仗去 小月吓坏了 黄饼 千万别和人打架 这 你阿门懂个屁 男人的事你别管 刘汉东皱皱眉 没说话 吃饱喝足 刘汉东让孙家兄弟 送小月到自己租住的房子去壁顶 然后问山炮 有成熟的家伙吗 别的没有 就家伙多 山炮拉开厨房的门 屋里血腥味浓郁 墙上挂满各种刀斧 剁骨头的 剔骨的 剥皮的 切肉的 一把冷森森的大菜刀插在厚重的石木菜墩子上 让刘汉东想起国产007中阿七那把由小平同志提字的神刀来 就这把了 刘汉东将菜刀拔起杀起衣满了厨房 火花村里 花和火是大型 人多势众盘根错节 花豹四十来岁 十年前从监狱里出来就开始干土方买卖 那时候房地产事业刚起步 遍地都是黄金 找几个混混把工地的大门一堵 威胁对方必须用自己的车运土方拉沙子 钱花花的进账 一年半载就成了大款 从老改犯变成村里有头有脸的角色 花豹成立了一家工程公司 旗下不但有十二辆渣土车 还有三台挖掘机 生意做得不大不小 在东南郊这一带颇有些能量 公司设在一栋自建小楼里 圈了很大的院子 养了几条藏袄 一方面是为了看家护院 一方面也是身份的象征 能玩得起纯种藏袄的人 绝非等闲之辈 天色已晚 彭城工程公司的楼内依然灯火通明 汽车进进出出 一辆宝马530驶到楼前 后门下来一个一米七出头的汉子 秃头金链鳄鱼皮带 浑身上下散发着爆发户 与社会大哥的双重气质 花豹用力关上了车门 宝马5系哄闷的关门声 让全楼的人都吓了一跳 他们都知道花老板心情不好 因为和人抢生意吃了大亏 对方是适风集团 花豹的势力比人家还差了几个档子 所以只能打掉牙网肚里焰 这会儿心情正不好呢 谁也不敢惹他不痛快 大门外 山炮看着那辆宝马车道 那是花豹的车 他回来了 走 找他去 刘汉东道 那把剁骨头的大刀就别在他的腰间 走到门口 门卫老头看了一眼 胡老板 你来找谁啊 老头经常去吃狗肉 认识山炮 哦 我来找花老板 有点事 山炮地上一支烟 哎呀 花老板正生气呢 今天不是时候 门卫老头好意劝道 鸡子 没法等 山炮说 啊 那你上去吧 老头一摆手 这种公司管理很不正规 请的都是本村乡亲 乱七八糟 什么人都有 院子里来来往往的 也都是些司机操作手之类 刘汉东和图红斌的气质 与他们相似 走在楼里 并不惹人注意 横城工程公司的楼 只有三层 每层八件屋 庄黄用了很多 仿红木和金色玻璃 门上都挂着 有机玻璃的标牌 什么工程部 业务部 财务部 总经理是在三层 很好找 走廊里空无一人 屋里传来花爆 打电话的声音 我不管那些 你马上给我办好 干晚点 信不信我消死你 本集的播放到此结束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由畅想听八录制首发 由萧綦笑著 由蜘蛛播讲的 现代都市小说 匹夫的逆袭 欢迎收听 由畅想听八录制首发 由萧綦笑著 由蜘蛛播讲的 现代都市小说 匹夫的逆袭 第二十三集 刘汉东一把捏住门把手 推开了办公室的门 这间屋面积很大 拖着地毯 供着官二爷 空气里一股香火气 花爆正坐在大班台后面 打电话 看见两人进来 挂上电话 瞪眼问道 干什么的 刘汉东往门口一站 并不说话 山炮走过去道 华老板 我是铁闸街上 开狗肉馆的 今天我的店 让你内地赵玉峰砸了 花爆打断他说 赵玉峰砸你的店 你找他去 找我干什么 赵玉峰靠的是你 我不找你找谁 花爆不耐烦地 点上一支烟 说 臭你妈的 你少脑子呀 好老子这找不痛快 钢子 来了 一个年轻人应声而弱 被站在门旁的刘汉东 一膝盖顶在肚子上 当场疼得蹲了下来 刘汉东从背后拔出大菜刀 抛了过来 山炮一伸手接住 冷森森的菜刀在灯光下 更显瘆人 臭你妈的 在我跟前玩刀 你让我吓大的 往这儿看 来来来 花爆扯开自己的梦特教T恤 露出满是伤痕的肌肉 不过 肚子上肥胶滚滚 伤疤只能代表过去了 山炮拎着菜刀道 哼 花老板 我好好的和你说 你不给我脸 我也不给你脸了 你小舅子赵玉峰摸我媳妇的屁股 我揍了他一拳 本来两轻了 可他带了三车人把我的店给砸了 我吃饭的家伙没了 我吐红冰在江北也是有名有姓的一号人物 混到今天 连媳妇都抱不住 我他妈的还混个屁 说到这里 狠狠一刀跺在大班台上 刀锋陷入红木桌面很深 花爆抽着烟 常常吐出一口烟 掐灭烟定 我和你说过了 赵玉峰是赵玉峰 我是我 两码事 赵玉峰要不是仗着你撑腰 他能这么横 我不找他就找你 今天你不给我一个说法 我就给你一个说法 花爆沉思一下 拿起电话 赵玉峰 高耳的 你给我滚过来 现在 赵玉峰也是本村人 就住在铁渣街上 这会儿正在附近KTV后哥 今天下午和人打架吃了亏 他已经安排了两个人 带着汽油去狗肉馆放火 就等着听消防车的警报声了 消防车没来 姐夫的电话先到了 赫令他立刻赶过去 赵玉峰醉醺醺醺的下楼 开着自己的二手奥迪 来到鹏城公司楼下 顺口问门卫老头 老张 谁在我姐夫屋里 哦 街上狗肉馆老板找来了 还带了个小伙子 说找华老板急事 赵玉峰警惕起来 上了三楼 捏手捏脚过去 从门缝瞄过去 只见姐夫的桌上 镶着一把大菜刀 他顿时醒悟 撒腿就跑 边跑边喊 来人 出师了 虽然是晚上 公司里还是有不少人的 一楼休息室里 十几个司机正在打牌 听见喊声 立刻抄起家伙上楼 赵玉峰打开笼子 将两条藏骜牵了出来 种人急忙避让 这种蠢物 只认识喂养他的人 见谁都要 不分敌我 一帮人和两条藏骜上了三楼 奇怪的是 平时嚣张跋扈六亲不认的藏骜 这会儿跟见了阳王一般 怯懦的呜呜叫着直往后退 他们是闻到了屠红斌身上的屠夫味道 再厉害的猛犬 闻到屠狗之辈 也只有瑟瑟发抖的份 这是天敌 仗着人多 赵玉峰领着人进了办公室 见花豹正威严的坐在大班台后面 并没有刀子架在脖子上 屋里站着两个人 正是山炮和刘汉东 而花豹的保镖缸子 却一脸痛苦蹲在地上 那一膝盖太狠了 到现在他都没缓过来 赵玉峰 你过来 花豹沉声道 赵玉峰略有迟疑 还是走了过去 花豹挥起巴掌就削他 臭你姐的 工地上的事你不管 金给我惹麻烦 抹人家媳妇什么 扫人家店什么 出现了什么 臭你姐的 赵玉峰抱着头 不敢躲避 任由姐夫乱打一气 打完了 黑豹坐了回去说 这事就到此为止 不要再去找人家麻烦 赵玉峰说 知道了 声音有些弱 因为他已经听见了远处消防车的警报声 花豹没注意这些杂音 拿出一支烟来点上 对山炮和刘汉东道 事情我已经解决了 现在说说你俩的事吧 你说 姓花的 好歹在这一天也有点明显 你两个拿着刀子到我办公室 破坏我的办公桌 打上我的员工 还吓唬我 这笔账 咱们盘盘 刘汉东上前一步 拿起桌上的烟盒 抽了一支 自己点上 怎么办 你画出个道道来 黑豹勃然变色道 赔我十万块 少他妈一分钱都不行 刘汉东冷笑 哼 伯哥 肯定还有另一个解决方案吧 有 就是留一只手在这 赵玉峰等人摩拳擦掌虎视眈眈 刘汉东哈哈大笑 对山炮道 哈哈哈哈 有个事我不大明白 山炮哥 你帮我盘一盘 山炮不明所以 但他很懂得捧根的道理 答道 你说说看 刘汉东说 赤丰集团你知道吧 他们的保安主管 古长军的弟弟 是让我给弄死的 古长军找了八个杀手来对付我 就在铁闸街 一百零八号院里 喷子长火手榴弹全有 我戴着手铐都能弄死他们五个 还有两件干不过我 转脸就跑了 众人听得目瞪口呆 这件事江湖上早有传闻 因为案发地点矫禁 就在铁闸街上 这一片的混混都知道 确实是动了枪的大事件 而士丰集团的保安主管 古长军 更是花报恨之入骨的仇家 古长军的死讯传出的时候 花报大宴手下喝得鸣鼎大醉 没想到这桩大案 居然是眼前这个年轻人坐下的 山炮问道 那古长军也是你弄死的 刘汉东说 那倒不是 我就是闯到士丰集团大楼里 用一把空枪 逼退了他们三十多个保安 把古长军抓到了公安局 他的死和我没关系 应该是自己人灭口 所有人都咽了一口痛啊 跟听评书似的 山炮又问 那士丰集团能善罢甘休 刘汉东说 那肯定不能了 他们把我告了 说我毁坏财物 公安局拘留我半个月 王士丰派了五个杀手 到看守所想弄我 然后呢 赵玉峰忍不住问道 然后都让我送进医院了 急诊 刘汉东说 转头问山炮 你帮我盘盘 按照报哥的价码 士丰集团该管我要多少赔偿 山炮说 要你一条命都不多 刘汉东打了个响指 一点都不错 要我的命都不多 所以 我这条命随时随地都可以报销 你说 我还有啥可怕的 说完 将烟蒂掐灭在大班台光洁无比的桌面上 两手扶着桌子 盯着花报问道 豪哥 要不你再盘盘 十万块 能少点不 花报是老江湖 蹲过监狱 卖过黄蝶 社会上什么人没见过 他能看得出来 刘汉东说的这些话 没有一句是假话 铁扎街枪战案 派出所的朋友给他提过 是老民警马国庆和一个住在出租屋的小子 联手对抗八个杀手 长短火都有 开了几十枪满地的子弹壳 当场死了六个 基本都是一枪爆头 当时花报就有心想结识一下这位过江猛龙 兴许哪天能用得上 可是 那人没回家 直接被关看守所去了 道上又有传闻说 世丰集团的古长军兄弟俩都挂了 集团办公楼也让人砸了 还死了一条杜宾狗 这些都是实打实的真事 没人敢主动往自己身上来 因为招惹了世丰集团 就是死路一条 眼前这个小子 能看出身手不错 花报的贴身保镖间司机缸子 是体效散打运动员出身 被他一膝盖顶得半天站不起来 很能说明问题 还有这个开狗肉馆的家伙 人如其名 撞得像个山炮 花报也是从小混混起来的 知道什么人能欺负 什么人不能欺负 山炮这种头脑简单的粗人 逼急了 绝对敢动刀子杀人 最重要的一点是 自己和这俩人没有任何利益上的冲突 为了不争气的小舅子和人家动刀子拼命 最后死的还不知道是谁 花报几十年老江湖了 没这么愚蠢 这些念头在花报脑子里只是电光火石的一瞬间 他已经做出了决定 你还当真啊 哥和你开个玩笑的 这个事啊 是赵玉峰不对 哥替他向你们赔礼道歉了 花报拿起烟盒 抽出两只地过去 刘汉东见好就收 接了烟 就着报哥的打火机点燃 抽了一口刀 那这事儿怎么了解 花报说 砸坏的桌椅板凳 我让赵玉峰陪你们 以后这小子再敢去捣乱 打我电话 我立刻直接亲自过去打断他的腿 说完 又走过去削小舅子 我操你姐的 敬给我钱了 赵玉峰很识相 立刻赔礼道歉 大哥 我错了 对不起 花报说 你错了就行了 赔礼管屌呦 杀坏人家的东西 你得赔 赵玉峰说 我 我不赔 不然 山炮和赵玉峰的手机 同时响起来 两人都拿出手机接电话 店里是火了 放火的已经逮到了 山炮说 他早有准备 但店子还是让人烧了 赵玉峰拿着手机 求救一般看着花报 小亮 让警察抓了 花报多年老油条了 立刻猜出发生了什么事 小舅子找人把狗肉馆给烧了 这小子成事不足 败事有余 简直坑爹 我操你姐的 花报上去就是一脚 拿起桌上的手包道 走 去现场 刘汉东和山炮交换一下颜色 店里贵重物品都转移了 煤气罐也都挪到外面去了 损失不会太大 让人都没说话 板着面孔 跟着花报下楼 上车 直奔铁闸街 到了地方一看 火已经被扑灭 消防车和警车都在现场 孙纪凯和孙家涛拿着灭火器和大扫把一脸自豪 周围大批群众围观指指点点 窃窃私语 宝马武厅在路边 花报下车 先找带队警官 今天出警的是花货派出所副所长胡铁军 他和花报是十几年的老相识了 咋回事 胡左 花报先递烟 群众报警车逮到纵火犯 你看看是不是你的人 胡铁军没接烟 大厅广众之下 影响不好 花报大眼一看 坐在车里鼻青脸肿的正是赵玉峰的一个手下 被人家逮了个现行 哦 这不是老王家的二小子吗 他怎么可能是炖火犯呢 肯定弄错了 花报说 胡铁军面无表情 先在所里再说吧 花报心中有数 因为这种事和派出所打交道不是一次两次了 他看了一下 狗肉铺损失不大 就是烧了一些桌椅板凳 门头广告牌也掉了 满打满算不超过一万块 只要肯花钱就能摆平 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 花报从包里拿出一万块现金 直接塞给山泡 兄弟啊 对不住了 这事啊 怨我 没管好兄弟 所有损失我来负责 这是押金的钱 店面装潢 不要你管了 山泡也不客气 收了一万块 本集的播放到此结束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由畅想听吧录制首发 由萧綦孝著 由蜘蛛播讲的现代都市小说 匹夫的逆袭 欢迎收听 由畅想听吧录制首发 由萧綦孝著 由蜘蛛播讲的现代都市小说 匹夫的逆袭 第二十四集 花报说 那俩小子是你小兄弟吧 帮个忙 说着 在山泡耳畔嘀咕了几句 山泡点头道 好 好 谢了兄弟 花报又过来和刘汉东握手 今天晚了 赶明儿我安排 刘汉东点点头 没说话 山泡过去和俩小舅子嘀咕了几句 俩人一脸不高兴 山泡吹胡子瞪眼 两人才卸了劲 点了点头 消防车先离开了现场 警车也走了 带走了孙继凯兄弟俩 花报等人走了 临上车前 花报还踹了赵玉峰一脚 铁渣街渐渐恢复了平静 看热闹的人散去了 花报刚才和你说什么 刘汉东问 哦 他说 让我俩小舅子别给警察说实话 那个放火的才二十岁 不想让他蹲监狱 你答应了 那还不答应啊 山泡忽然兴奋起来 拍打着手中的一万块钱道 走 吃烧烤去 此时已经是晚上十一点 烧烤摊子生意正火 山泡到冰柜前 点了一堆肉筋 羊球 羊鞭 羊腰子 两大杯扎皮 小桌子前坐定 喝酒吃肉好不快哉 他媳妇小月打来电话 山泡三言两语打发掉 说 今天这个事啊 全靠大端你了 以后有啥事啊 刀山火海一句话 刘汉东端起酒杯 啥也别说了 喝 心情一放松 这酒就下得快 扎皮跟凉水一样往下灌 烟酒不分家 山泡又拿了一盒酥烟 两人吞云吐 很快 扎皮喝完了 山泡让老板拿了一瓶白酒过来 说啤酒不过瘾 来点劲大的 很快 一瓶白酒也干光了 山泡斜着眼 瞅瞅远处灯火阑珊处说 大哥呀 你屋让我媳妇住了 咱晚上找个地方 讲究一下吧 好 你安排 随便找个洗浴中心 在大厅里躺一晚上就是 大哥呀 你又骂我了啊 你帮我这么大忙 我能让你睡澡堂子啊 走 咱先按摩去 刘汉东有些犹豫 不好吧 山泡笑道 好的很 去了你就知道了 正规按摩 结了账 两人走在铁渣街的夜路上 普通店铺都关上了门板了 只剩下夫妻保健和食元休闲 的招牌亮着暧昧的红灯 山泡很熟门熟路的推开一家食元休闲小发廊的门 两个穿黑色紧身衣不群的老板娘正叼着烟看真还转呢 听见有人进来急忙起事招呼 大哥来了 坐吧 啊 梅姐呢 山泡问道 来了来了 后面过来一个娘们风骚无比的 哟 这不是徒老板吗 又各把星期没来了 是不是有别的像号的了 这 别瞎说 我是正派人 那啥 晚上没地方住了 接你店睡一夜 梅姐从山泡兜里摸出苏烟来叼上 说 你媳妇把你打拽了 光借地儿 还借别的不 另外两个老娘们冲刘汉东抛着媚眼 扫手弄姿 山泡说 过来 我给你说点事啊 将梅姐拉到一旁 挤眉弄眼说了一会儿 行 借你住一晚 要不要加倍啊 加毛先把我大哥赐号好了 梅姐进了后院 过了一分钟才出来 冲刘汉东一勾手 帅哥 这边来 刘汉东看看山泡 这阵仗他不是没经过 在部队没少半夜往外跑 不过 这地方怎么看 怎么不干净啊 山泡说 在这儿将就一夜吧 反正也没地方去了 梅姐声拉影转 将刘汉东拉到了后面 这也是村民自建的出租屋 前面临街的是门面 后面隔了院子是小姐们的卧室 梅姐将刘汉东推进了一间屋 屋里陈设简单 只有床 桌椅 收拾得很干净 墙上贴着周杰伦的海报 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孩 怯生生站在床边 低着头 不敢看刘汉东 刘汉东有些尴尬 他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山泡为了感谢自己 安排了陪床的人 大哥 洗洗嘛 我洗过了 女孩身旁的凳子上 有一盆水 里面大概加了消毒液之类的东西 有些味道 是办事之前洗下面用的 水是干净的 我没用这个盆 女孩见刘汉东不动 又说了一句 刘汉东打量着他 女孩很瘦 没什么身材可言 低着头 能看见长长的睫毛在颤抖 你叫什么名字 刘汉东问 欢西 女孩声音很低 有些沙哑 怎么写的 欢西沙的 那个欢西 嗯 就是 私排名 你姓什么 刘汉东很疑惑 一个发廊小姐 居然知道 欢西沙的词牌名 蓝 蓝色的蓝 蓝欢西 很美的名字 你会被欢西沙的词吗 刘汉东搬了把椅子坐下 比较有名的 是艳书和苏氏的诗 你想听哪一个 女孩的声音 似乎平静了一些 哦 我更喜欢仙气节 你会吗 幻西沙 长山 道中即逝 北龙田高 踏水平 西西河藻 异常兴 隔墙孤酒 住仙林 忽有微凉 何处雨 更无流影 煞食趣 卖瓜生过 竹边村 女孩的声音婉转清脆 凭坐掌握得很好 被词的时候 似乎突然换了一个人一般 像课堂上背书的高中女生 向父亲面前拿着送辞三百手的乖乖女儿 隔壁传来山炮和美姐的啪啪声 幻西又端起了水盆 羞涩道 大哥 要不 我帮你洗洗 刘汉东将水盆接过来 重新放到地上说 哦 不用了 我不耗这一口 幻西咬了咬嘴唇说 大哥 别嫌弃我 我是干净的 今天头会即刻 刘汉东有些震惊 好好的 为什么要干这个 你是不是被人强迫的 我带你出去报警 幻西忙道 不是不是 我是自愿的 美姐是好人 刘汉东皱眉 你还是个学生吧 家里是不是有事 怎么干起这个了 幻西的眼圈忽然红了 低着头说 我是高中生 没考上大学 妈妈在床上探了十年了 爸爸也得了重病 住不起医院 还有一个地理上高医 活不出来挣钱 家就完了 哦 干点别的不行吗 非要干这个 我连电脑都不会用 是什么找工作啊 美姐说干这个来钱快 她愿意带我 我就来了 在小洗头房里干这个 也赚不着什么钱啊 美姐自甘堕落 还把你带坏 我找她去 幻西急忙拉住刘汉东 大哥 美姐是好人 她说了 先让我在洗头房实习 等有了经验 就推荐我去洗浴中心 还有高级会所上班 到时候 就能赚大钱了 刘汉东气笑了 想说点什么 忽然却无语了 自己站着说话不腰疼 如果舍神触地的 为幻西想想 父母周病 弟弟要上学 家里一篇如洗 所有人都冷漠无比 唯有一个美姐热心帮助 这种情况下 幻西有什么资格挑三拣次 有什么本钱 劫身自豪 冰清欲劫 生活的重压 让一个青春的女孩 自甘堕落 流落风尘 这让刘汉东心里有些堵 大哥 你别走 你走了 还会有别人来 你是好人 就买了我吧 唤西央求着 他没哭 想必眼泪已经流干 接受了这种现实 刘汉东问他 美姐把你卖了多少钱 两千块 两千块买一个女孩的出业 价格低廉到难以想象 要么是美姐不会做生意 要么是她故意隐瞒了价格 不过刘汉东不想追究这个 那是人家的正常生意 两千块 全给你 刘汉东继续问 嗯 明天就给 我就能会给家里了 大哥 你千万别走 你走了 下回不知道是啥样人呢 唤西简直是在央求了 铁闸街上的洗头房 按摩房都是最底层的消费场所 顾客以低收入群体为主 司机 建筑工人 底层混混 退休老人之类 愿意花几千块高消费的顾客不多 可能这也是唤西一直没卖出去的原因 如果刘汉东不愿意买下他的出业 下一个顾客可能是大富翩翩的老头子 也可能是粗野肮脏的货车司机 或许还染着性病 脾气粗暴 总之等待唤西的命运 是一个未知数 刘汉东想了想说 好吧 我不走 唤西露出欣喜之色 大哥 你洗洗 我拿东西 转身从枕头底下拿出一块卫生纸 一个没有牌子的安全套 估计是街头夫妻保健的店里批发来的 刘汉东忙道 我累了 先歇一会儿 踢掉鞋子上床就睡 不一会儿 发出憨声 唤西左右为难 将东西塞进了抽屉 水盆端到了门外 轻轻眼上门 静静地坐着 看刘汉东睡觉 隔壁啪啪声还在继续 山炮今天心情格外好 加上吃了不少妖子羊球 威猛无比 七进七出 唤西熄了灯 坐在椅子上 睡着了 等他醒来的时候 已经躺在床上了 身上衣服未动 盖着毛巾背 刘汉东躺在两把椅子上 憨声正响 唤西低下头去 晶莹的泪珠落在地上 天亮了 山炮伸着懒腰 从美姐屋里出来 心旷山鱼 抬眼看到刘汉东 正在地上坐着俯卧撑 嘴里还低念叨 九百九十八 九百九十九 一千 大哥 你这动作和人家不一样啊 撑一下 还弹起来拍一巴掌 山炮纳闷问道 这是美国海军事的俯卧撑 刘汉东解释道 这么阳啊 那美国空军是啥样的 山炮笑呵呵问道 在头顶拍巴掌 刘汉东接过换息递过来的毛巾 擦着身上的汗 五铜色的肌肤上有不少伤疤 哎呀 架打的不少啊 山炮赞叹道 不是打架打的 刘汉东套着T恤 淡淡说 那还能是怎么来的 山炮不信 打仗打的 刘汉东穿上衣服 使了个眼色 将山炮叫到了前院 洗头房小姐们 都要睡到中午才起 现在卷闸门关着 很安静 山炮 借我点钱 刘汉东说 山炮毫不犹豫 行 你说个数 先拿三千 刘汉东道 山炮掏出一叠钱 数了三千给刘汉东 几枚弄眼的 晚上爽了吧 小妮子还是个厨呢 你花了多少 你别问了 只要大哥你爽了 花多少都是应该的 到底多少 两千 没姐看你人帅 给他优惠家 两千 没姐没黑换西的卖身钱 还算厚道 刘汉东拿着钱走过去 塞在换西手里 会给家里 帮不了你多少 回头说 山炮 走吧 刘汉东和山炮 从后门离开之后 没姐才踢拉着脱鞋出来 昨晚上山炮 把他折腾得够呛 浑身发软 筋疲力尽 早上正睡的迷惑 就被哭声吵响 起来一看 是换西在哭 手里还捏着一叠钱 本集的播放到此结束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由畅想听八录制首发 由萧綦孝著 由蜘蛛播讲的现代都市小说 匹夫的逆袭 由畅想听八录制首发 由萧綦孝著 由蜘蛛播讲的现代都市小说 匹夫的逆袭 第二十五集 叶儿 这钱哪来的 梅姐很奇怪 山炮给的钱 还放在自己抽屉里呢 大哥给的 凡西哭得很伤心 很决绝 梅姐 我不想看了 我想回家 梅姐点起一支烟 劝道 妹子 入了这一行 再回头就难了 婊子无情 细子无意 你别傻了 男人 不过是脑子一热 说点好听的 你就信了 这些话 你没借我当初 不知道听了多少 欢西抬起头 他啥也没说 出奇了 没说 就给了我这些钱 欢西没有数这些钱究竟是多少 他活了十八岁 还没见过这么厚一叠人民币 梅姐将钱夺过来 沾着唾沫 数了一遍 三千整 加上该给欢西的两千 一共五千 算是大数目了 这男的出手真大方 难不成是看上欢西了 很有可能 欢西虽然没胸没屁股的 但脸蛋清秀得很 又是厨 男人 最好这一口 聂儿 你把扫帚拿过来 梅姐指着墙角的扫帚道 欢西过去 拿起了扫帚 梅姐眼睛毒 一眼就看出 欢西走路姿势和往常一样 依然是没开封的厨 那汉子根本就没睡他 聂儿 昨天 他没和你睡 嗯 欢西含泪点点头 梅姐很惊讶 天下哪有不吃星的猫 那汉子龙京虎猛 正当年和一个妙龄少女 共处一室 居然能憋得住 以梅姐的社会阅历和智商 实在看不懂这件事 他只能将烟蒂狠狠抛出去 骂了一声 杀必七年 回去的路上 山炮很高兴 哼起了小曲 他的徒记狗肉馆生意不错 每月大几千的进赵 昨天惹了赵玉峰 生意差点就干不下去了 幸亏刘汉东不计前嫌 舍命帮自己出头 不但摆平了赵玉峰 还和花豹拉上了关系 一号 狗肉馆肯定不会有人捣乱 又能太太平平过日子了 先到一百零八号 把小月接下来 刘汉东发现自己的房间 被小月打扫得干干净净 不禁对山炮说 哼 嫂子这么贤惠 你少在外面坐 山炮小声道 小月怀上了 我偶尔外面玩玩 平时正拍得很 刘汉东陪他们来到图记狗肉馆 两个小舅子在派出所做完笔录回来 连夜收拾整理 将烧坏的桌椅板凳 披了当柴火 熏黑的墙面用报纸壶上 其他损失不大 锅碗瓢盆菜刀擀面杖都在 孙继凯和孙家涛两兄弟说起昨晚的事 眉飞色舞兴奋无比 他俩拿着棍子 埋伏在房屋后面 不知不觉睡着了 夜里听到动静冲出来 火已经起来了 他俩挥舞棍棒 将已经上了摩托车的放火贼打下来 一通乱棍放倒 然后拨打110 119 自己拿着早已准备好的灭火器和大扫 消防车还没到 就把火扑灭了 哼 还有脸说 你俩机灵点 这把火都起不来 山炮骂了一句 小月吓得不清 昨晚上又是警报连天 原来是自家店子被人放火 这日子可咋过呀 拉了山炮的衣服道 咱回老家吧 别干了 娘们家董个屁 这把火一放 咱才真在这条街扎住根 当然最该感谢的是大哥 别老大哥唱大哥短的 你比我年纪还大几岁了 不是这么论的 那人家周星驰还是星爷呢 刘德华还是华仔呢 江湖辈分和年龄无关 随便你吧 你们慢慢收拾 我出车去了 大哥你慢点 中午来吃饭啊 小月说道 三轮摩托停在狗肉馆后面的巷子里 用链子锁锁在电线杆上 刘汉东走过去的时候 一个男的正蹲在车旁看报纸 见他来了急忙起事 师傅 这车是你的 哦 我的 走了 哎呀 太感谢你了 要不是你啊 我弟弟的手就废了 小小心翼 你一定收下 说着 拿出一个蹄兜来 里面是两条红梅 四平淮江特区 刘汉东客气了一下 就收下这些礼物 这是他应该得到的 那天驾着摩托车 走运山上的盘山公路 相当危险 要不是他有着丰富的 正三轮驾驶经验 早掉下山谷 车毁人亡了 事实上 当他赶到医院的时候 断手指那伙计 已经被颠得吐了 师傅 我叫杜伟 出事的是我弟弟杜强 星期天厂里没人 一不小心被机器切了手指 他是干技术活的 全靠一双手吃饭 总之 太感谢你了 男子伸出手来 和刘汉东握了握 问他怎么称呼 刘汉东 刘师傅 感谢感谢 你先忙 等我弟弟出院 再专门请你一场 杜伟 千恩万切的走了 刘汉东 拎着烟酒 忽然想起 还没到医院 去探望 马灵的爸爸呢 虽说 马灵严禁自己去 但不管怎么说 爷儿俩 也是并肩作战过的 不去看看 显得没礼数 风手去 肯定不好 这两条烟 四瓶酒 不就是 县城的礼物吗 刘汉东 将提兜 放在车里 发动摩托 前往一大副院 医院门口 停着长长一排 电动车 摩托车 自行车 刘汉东 正要停车 看车子大妈 捏着一叠小票 过来道 你这车得三块 摩托车 不都一块吗 刘汉东 兜里 清洁溜溜 连停车费 都凑不出 你这是一般摩托车吗 大妈 义正 辞严 质问他 刘汉东 自知 李亏 他这车 占三辆 自行车的位置 自然要多收钱 为了省三块钱 他将残堤 停在医院 后面的居民区里 拎着东西 来到医院 住院部 打听了一番 顺利 找到了 马国庆的病房 马国庆在医院 住了半个多月了 基层民警 非常辛苦 他这回算是 彻底歇够了 几次要回所里上班 却被老婆孩子 劝住说 你胃伤成这样 还在吃流质 上什么班啊 赶紧给我老实趴着 马国庆怕老婆 更怕女儿 只得乖乖住在医院里 每日和病友 谈天说地 这天 正讨论到 毛主席 他老人家的 一生功过 忽然病房的门 被推开了 不是护士发药 而是有人探视 一个二十来岁的 年轻男子 提着礼物走进来 客客气气道 马警官 恢复的怎么样了 马国庆一眼认出 这人正是刘汉东 立刻起身道 是小刘啊 来就来 还拿什么东西 快走快走 刘汉东放下东西 和马国庆谈起来 他问 马警官 这案子结了吗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哦 案子已经结了 人证物证都在 古昌军绑架勒索 罪有应得 不过 人已经死了 也没法追究刑事责任了 他那个马仔 估计要判个十年八年的 我觉得这案子没这么简单 古昌军不会为了敲诈钱财 还动用八个杀手 他是完全活出去了 根本不计较后果 一定要杀死小藩 顺带着 赶掉我替他弟弟报仇 还有就是 公安局内部有人配合他 古昌军的死 也是杀人灭口 他背后 一定有黑幕 马国庆心里惊涛骇浪 这年轻人分析的和自己一样 不过 现在市局已经压下这案子 禁止提及 省厅也尽量淡化 毕竟青石高科和侍丰集团 都是纳税大户 背景都不一般 这潭水到底有多深 自己这个干了二十年的 老公安都不晓得 小刘 电影看多了吧 哪有那么复杂 古昌军是心脏病发作死的 公安局大院里面灭口 绝无可能 马国庆淡淡笑道 临床的病人也跟着点头 略带笔疑地看着刘汉东 附和道 小伙子 你当现在是旧社会 国民党时期啊 刘汉东挠挠头 正想说点什么 忽然背后有人道 你来干什么 回头一看 是马灵来了 手里提着保温瓶 横眉冷目气冲冲的 看到放在桌子上的礼物 更是气不打一处来 提起来 瞪着刘汉东等 你来医院看病人 带脸条烟四瓶白酒 你知不知道我爸胃病很严重 不能喝酒啊 你懂不懂常识啊 拿着你的烟酒 马上给我滚 刘汉东尴尬地站起来 被马灵连踢带推 出了病房 半小时后 大门口见 马灵抬起脚尖 在刘汉东脸上 巴结亲了一口 匆匆回去了 回到病房 马国庆狐疑地 看着师太的女儿 以她多年老公安的经验 觉得这里面一定有事 不过 现在还不是询问的时候 刘汉东摸摸脸 心里甜丝丝的 拎着烟酒下楼 想了想 又来到骨科病房 找到了王志刚的床位 王大哥腿上打着石膏 正躺在床上看小报呢 嘴里还念着标题 我家一级演员刘德华 在香港铜锣湾地铁站被杀 哎呀 特大新闻啊 电视怎么没播 啊 王大哥 我来看你了 刘汉东拎着烟酒走进来 王志刚非常热情 哎呦呦 大东来了 快坐 喝茶 看见对方手里的烟酒 更加兴奋 他最好这一口了 当场拆了一条烟道 哎呦 抽一根啊 憋好几天了 医院里不许抽烟 我管他那个 护士能把我怎么着 咬我呀 自顾自点了一支烟 吞云吐 大东啊 听说你昨天把赵玉峰给揍了 后来怎么收场的 晚上我和图鸿刚去了花豹公司探了探 把事说清楚就好了 花豹能不追究 真给你面子 刘汉东举起拳头的 哼 他不是给我面子 是给他面子 王志刚哈哈大笑 一回事啊 那啥 我腿脚不方便 要不你帮我买点花生米 鸡爪子 咱哥俩把这四瓶酒干了 酒量不行 那就先干两瓶 一斤的量还没有吗 王志刚豪气万丈 喝 就知道喝 喝死拉倒 张大姐怒吼着进来了 王志刚立刻英雄气短 我闹着玩的 不喝了 以后滴酒不沾 与此同时 马国庆的病房里 马灵的妈妈王玉兰也到了 并有开玩笑道 嫂子 你家女儿这么漂亮 有婆家了吗 王玉兰说 还没找呢 不惜 我闺女这么漂亮 各自一米漆 还有正式工作 能配得上她的男孩子 可不多呀 有什么具体条件啊 我帮你看看 两个条件 第一啊 必须是公务员 第二 必须付科技以上 缺一个都不行 并有责舍 条件真不低 找个有钱的不就行了 王玉兰冷笑 有钱算什么 当官的一句话 就能摆弄死她 这年头啊 还是公务员最稳妥 有保障 汉落保收 还有地位 对于老婆的高见 马国庆并不发表意见 事实上 她也插不上话 家里老婆说了算 马灵听得难受 提起报道 我该走了 上班去 开车慢点啊 王玉兰说 听着女儿的脚步声消失 叹口气道 哎 女孩子家家 开公交车终归不好 还是赶紧想法子 调进办公室 当个调度什么的好 马灵下楼 跑到医院门口 看到刘汉东正傻乎乎站着呢 偷偷跑过去蒙住她的眼睛 猜猜我是谁 你是马司机 刘汉东 刘汉东早就听到熟悉的脚步声了 故意让她来蒙自己眼的 什么马司机啊 真难听 走吧 送我去上班 马灵拦起刘汉东的胳膊 双双走了 两人很有默契 都没提刚才的事 本集的播放到此结束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由畅想听吧录制首发 由萧綦孝著 由蜘蛛播讲的现代都市小说 匹夫的逆袭 欢迎收听 由畅想听吧录制首发 由萧綦孝著 由蜘蛛播讲的现代都市小说 匹夫的逆袭 第26集 十二楼病房窗口 老公安马国庆看到女儿和刘汉东 轻拟无比地挽着胳膊并肩走了 心中一沉 不幸被自己猜中了 马灵和刘汉东并肩走到医院后面的居民区 看到用链子锁 拴在电线杆上的残地顿时张大了嘴 转着圈看了好几遍问道 你的车 怎么样 够帅吧 帅 够帅的 前天 你跑院山爬山道了吗 马灵语气里压不住的兴奋 好像走过 拉了个客人去部队医院 怎么了 遇到一群开摩托的小子了吧 哦 是啊 没怎么注意 客人手指断了赶时间去医院做手术 怎么了 你知不知道 你这辆残地现在被静江摩托车界称为烈火战车了 马灵笑着 是吗 很有文艺气息的名字 刘汉东根本没当一回事 跨上摩托 马灵爬进车厢 残地轰鸣着开走了 三轮摩托开在大街上 忽然马灵敲敲车厢 哦 停车 停车 马灵下来跑进路边的手机店 五分钟不到就拿着一个盒子出来了 往刘汉东怀里一丢 给你的 这是一个崭新的手机包装盒 库派7295 还有一张临通手机卡在里面 已经充了200花费 可我的新手机号是连着的 互打免费哦 注意啊 不许用它和别人用微信聊天 不许用睦睦跑妞 听见了吗 刘汉东抱着盒子 受宠弱惊状 给我的 对呀 我买给你的 要报恩哦 马灵欢笑着 爬上了车厢 来到520公交站 马灵下了车 问刘汉东 哎 你有什么一技之长 我会开车 还会打架 设计也很好 有驾照吗 有 不过是军队驾照 赶紧去车关锁 换地方驾照 然后考个营运证 花江出租车公司 正在招聘司机呢 好歹是个工作 逼你开餐厅抢 马灵很郑重地说 知道了 刘汉东心里暖暖的 除了妈妈 马灵是第一个 这么关心自己的女人 身上还有钱吗 马灵掏出钱包 将里面大票子全掏了出来 你这傻貌 到医院看病人 买什么烟酒啊 一点人情世故都不懂 还乱花钱 肯定没钱了 给 这信先拿着 买条新裤子穿 缺钱 给我发短信 刘汉东不要 觉得花女人的钱 很没面子 马灵生气了 拿着 不让我踢你了 刘汉东指的接着 还有 你开三轮拉火的话 要到公交出终点站等课 在市区是没生意的 还容易被交警抓 刘汉东点点头 他不懂这个 完全外行 快走吧 记得给我打电话啊 号码写在盒子里了 马灵看看时间 转身跑了 刘汉东目送他离去 驾着三轮摩托 离开了 公交调度室内 一个穿工作服的男子 端着茶杯问道 小马 那谁啊 一个朋友 普通朋友 还是非普通朋友啊 男子继续追问 和你有关系吗 马灵冲了他一句 房头走了 刘汉东把三轮摩托 停在僻静的路边 拆开盒子 将SIM卡和储存卡 装进库派手机 试着拨打自己的懦记啊 显示对方 与境欠费停机 爱弄一下新手机 功能多多 还能3G上网 马灵真好啊 三丁 打击头 这不能停车 一辆行政执法面包车 从旁边经过 高音喇叭严厉斥责的 刘汉东赶紧开车离开 在街上兜着圈子 马灵说的没错 市区的市民基本上都是打出租车 残敌没生意 于是他按照指点来到520公交终点站等活 这附近有几个新开发的居民小区 公交线路达不到 只能靠摩迪黑车来进行短博 站台附近马路上黑压压一片摩迪 都是趴活的 哟 这不是老王的车吗 有人认出了这辆车 哦 我替他跑两天 一辆520使了过来 摩迪司机们蜂拥而上 公交车上下来的乘客们目不挟视 静止往前走 也有人和司机讨价还价着 刘汉东懒得凑热闹 坐在车上看着公交车 这班车正是马铃开的 冲他击击眼睛 师傅 绿地小区 5块钱走不走 一个黑丝淑女走到跟前问道 哦 上车 刘汉东发动起摩托 朝马铃摆摆手 宰客走了 忙了一上午 终于挣了10块钱 刘汉东回去吃饭 图记狗肉馆今天依然开张 殿堂内在粉刷 桌椅全部换成新的 一水的白色塑料制品 估计是花豹派人送来的 看见刘汉东过来 山炮大喊起来 哎 大哥 来了 里面坐 外面太热 刘汉东停下车 锁都不锁 狗肉馆门口安全得很 绝对丢不了 走进殿堂 山炮过来递烟 中午简单点 弄个素片 拌个狗肉 来俩烧饼 喝点啤酒 小咪的 咋样 行 刘汉东也不和他客气 进了后院 小月过来招呼 大哥来了 哎 嫂子 你也跟着山炮乱喊 我比他还小嘞 喊我大栋就行 行 大栋 嫂子给你撕肉去 小月在围裙上擦擦手 走到狗肉筐前撕起来 卖狗肉的不行用刀切 只用手撕 这是祖师爷 樊快传下来的规矩 山炮几枚弄眼道 狗肉吃多了 可上火呀 晚上再去梅子那里歇歇火 再说吧 今天忙 你赶紧招呼客人去 我吃完就走 山炮笑呵呵走了 不大功夫 小月端来韭菜 刘汉东狼吞虎咽吃了 出门打声招呼 三轮摩托也不齐了 步行回到出租屋 院子里依然在打麻将 包租婆的女儿从屋里 风风火火出来 差点和刘汉东撞了个满怀 小背心里 一对玉兔呼之欲出 不好意思 刘汉东退了一步 走上楼梯 哎 辣妹喊了一声 刘汉东回头 叫我 你叫刘汉东是吧 对 我叫火影 火影忍者 刘汉东忍不住问了一句 新影的影 辣妹脾气很好 说话声音都温柔许多 和前日所见似乎并非一人 不错 很好听的名字 我哥哥叫火雷 他可崇拜你了 崇拜我什么 我有什么好崇拜的 刘汉东很纳闷 打架打得好 赵玉丰都敢走 好样的 我影满脸兴奋 对了 有人找你 在楼上等你呢 什么样的人 刘汉东立刻警惕起来 知道自己住在这里的朋友不多 倒是不少仇家门清得很 嗯 一米八截 比你好像还高点 秃头 还一辆破白皆达 火影记忆力不错 居然还认识车型 女孩子里算少有的 谢了 刘汉东松了一口气 他知道这是那个私家侦探 王兴来了 上了二楼 朱小强依然雷打不动的 在打着刀他 身旁堆满了方便面纸杯 和塑料瓶子 王兴就坐在他旁边抽烟 啊 王侦探 有事找我 刘汉东停步问道 对 有好事找你 王兴出来 和他一起上了四楼 进了屋子 拿出一张银行卡道 哼 一万块 狗的施主给你的筹线 刘汉东没接 不要 你没发烧吧 这是你应得的酬劳 为什么不要啊 看你穷成这样 还他妈清高什么 王兴不禁大怒 因为他知道 这一万块包含了宋双的歉意 如果刘汉东不收 宋双那边交代不过去 还显得自己没本事 我是缺钱 可拿着不舒坦的钱 不拿 刘汉东很坚决 操 你还挺有性格 是不是怪人家冤枉你了 人家不是赔礼道歉了吗 还按照承诺 给你酬金 你哪点不舒服 我告诉你 刘汉东 太装逼 是要遭雷劲的 王兴一点也不客气 将他痛骂一顿 口干舌燥 私下看看 连口水都没得喝 你看看你这个破地方 是忍住的吗 你现在以什么为生 王兴问道 我开磨地 刘汉东答道 开磨地 怎么和马灵出朋友 他妈那一关 你就过不去 这样吧 你跟我干 有业务 我就找你帮忙 收入咱们二八 三七吧 怎么 不愿意 四六绝不可能 跟你当偷鸡摸狗的 什么私家侦探 还不如开磨地呢 好吧 这一万块 我收了 你回去吧 还看不起我这一行 黄兴郁闷无比 留下一张名片 想通了给我打电话 又将银行卡放在桌上 下楼走了 刘汉东将银行卡 拿起来看看 上床 合一睡起了午觉 王兴这段时间 主要跑税务局 经历艰辛 终于将发票办下来 开了一张十万元的服务业 击打税控发票 给青石高科财务部送去 心里滴血一般 十万元 交税好几千 还得找各种发票底成本 没办法 青石高科是正规企业 财务制度很严 要想长期业务合作 就得按人家的规矩走 交完发票 税务部会计接了个电话 说 黄先生 安总请你过去一趟 来了一个穿黑西装 戴耳麦的保安 领着王兴进了大厦 每过一扇门都要刷卡 到了十八层总裁办 不但要刷卡 还要对红膜 保安严密 可见一般 青石高科的总裁高级助理 安心实际上担任着副总裁的职责 在夏青石治疗这段时间 企业的大小事物 他一手操办 对于一个二十八岁的女人来说 这副担子似乎重了些 安心的办公室是椭圆形的 落地玻璃可以看到下面工业园区的风景 地上铺着防火的复合材料地板 映尘出青石的科技背景 安心坐在不锈缸 与复合材料质地的办公桌后面 桌上是一台巨大的触屏电脑 正不停地滑着点着 见王兴进来 只是略一点头 一个穿小西装的助理端来托盘 上面是玻璃瓶装的矿泉水 王兴以为是进口品牌 拿起来仔细一看 是出口版的牢山白花蛇草水 安心还在忙碌 王兴百无聊赖 喝了一口矿泉水 眼泪差点出来 这矿泉水味道太怪了 一如青石高科的企业管理模式 安心脚边趴着一只折耳猫 正打哈欠呢 能在办公室养宠物的企业 怕是不多见 王先生 实在对不起啊 任你久等了 安心终于忙完了 从办公桌后面走过来 他穿着奇系短裙 下面是裸腿 没穿丝袜 线条优美 而且没穿鞋 小青石真是有福之人 王兴按响 起身和安心握手 是这样的 我想聘请王先生 做我们公司的安全顾问 不需要左搬 每月固定车马费一万 以及一辆奥迪A6的使用权 您意下如何 安心开门见山道 这么优惑的条件 怕是不止做安全顾问这么简单吧 安心看到小茶几上喝了一口的白花蛇草水 对助理道 换其他饮料来 助理走了 办公室里没有第三个人 是这样的 夏青石先生就要回国了 我不希望他的安全 受到一丝一毫的威胁 先前书翻被绑架一案 警方至今没有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 我也不指望他们了 鉴于咱们有过彼此满意的合作 所以 我想继续聘请您 保护夏青石先生和他的女儿 以及 我们青石高科 安心开门见山 没有半句废话 王兴两手交叉在一起 皱起了眉头 不得不说这是一次机遇 但机遇往往与风险并存 考虑片刻 他说 请问安总 为什么是我 我只是一个离职警察 能力有限 本集的播放到此结束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由畅想听八录制首发 由萧綦孝著 由蜘蛛播讲的现代都市小说 匹夫的逆袭 欢迎收听 由畅想听八录制首发 由萧綦孝著 由蜘蛛播讲的现代都市小说 匹夫的逆袭 第27集 安心玩耳一笑 你是离职了 但是个公安系统 依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你经常去宋建峰家蹭饭 和他女儿私交很好 于江北乃至省城的黑社会 抱歉我使用这个词 你和卓丽 皮天堂 甚至今晚一些大佬级别的人物 都有来往 消息非常灵通 游离于黑白之间 我实在找不出 比你更适合的人选了 我要考虑一下 你应该做个调查 我媳妇怀孕 龙凤胎 这个档口我不能出事 安心笑道 你放心 我借助的 是你的人脉与经验 而不是靠你冲锋陷阵 我们集团保安部 有数百名保安人员 还有三十余名 退役特种兵组成的特保队 必要的时候 他们都听你的调签 器材方面嘛 除了枪 什么都可以有 王兴从安心的笑容中看出 枪 其实也可以有 好吧 合作愉快 王兴终于答应 这时候 助理也端来了新的饮料 一瓶巴黎水 不过 他还得再跑一趟 把早已打印好的合同书拿来 合同书是青石高科法务部匿定的 条款并不苛刻 因为对于王兴这样的人 合同是约束不住的 唯有丰厚酬劳 才能换来他的忠心效力 王兴一目十行的浏览了合同 在最后一页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这份合同是劳务合同 用不着他开发票 光税金就省了许多 每月一万固定收入 足以应付房贷 还能给媳妇买营养品类 安心从抽屉里拿出了一张卡 和一把折叠钥匙道 这张信用卡 用运的公务支出 这把是车钥匙 你现在就可以开走 王兴看了看 卡是招商银行的运通百夫长白金卡 只有特邀用户才能办理 额度极高 这张是公司卡而非私人卡 是用于办公的 自己的薪酬想必另外支付 车钥匙上四个环 奥迪A6 这车性能好 城市交通够用 而且低调大气 进出启示业单位政府机关 毫不丢人 不像宝马奔驰那样乍眼 看来 安心考虑得很周到 助理不知从哪里 拿出两个高脚香槟杯 在杯子里倒上了矿泉水 安心和王兴各拿一杯 碰了一下 预祝合作成功 王先生 我想知道 你对谷长钧案怎么看 安心坐回了自己的位子 正式发问 签了合同之后 王兴就是轻石高科的保安顾问了 有义务回答一切问题 他沉思一下道 这样子不复杂 但是水很深 上面不愿意继续追查 是受到了强大的阻力 市里省里都有人发话不让查了 公安局内部也不愿意继续追这个事情 毕竟到处都是雷 勉强说得过去就好了 能不能确定 是王世锋找人做的 安心轻着身子 眼睛注视着王兴 王兴摇摇头 不能断定 我个人以为 王世锋的为人处事 不会做出这种极端的事情 他是老派的混混 败的官二爷 大面上的事情都说得过去 杀人家小孩的事 干不出来 安心拿出一支烟点燃了 说 你帮我调查清楚 到底是谁家母后 我要一个完整的名单 王兴献想 这每月一万块果然烫手 但还是答应了 给我一些时间 好 我等你的好消息 安心再次和王兴握握手 术理拉开了门 示意王兴可以离开了 王兴来到一楼大厅的时候 保安向他敬礼 奉上一个信封 打开一看 是一张青石高科门禁卡 金色香边 上面有芯片和词条 还印着自己的姓名与照片 照片是刚进门时候照的 这张卡是临时制作出来的 效率很高 这卡怎么用 王兴问保安 有刷槽的地方就刷一下 没有刷槽就晃一下 非接触似的 这是总监级别的金卡 可以调用车辆人员 等级很高 保安解释道 青石高科的保安 都是精心挑选的 梅青木秀 身材高大的年轻男子 起码大专文化 素质很高 可以帮我找个司机吗 把我的车开回去 王兴道 保安点点头 可以的 立刻拿起电话 叫了一个同事过来 王兴将自己的解答车钥匙 给那人 说了地址 让他把车送回去 自己下到地下停车场 按一下奥迪钥匙 忍住一辆黑色奥迪灯光 闪了一下 这是一辆3.0排量的奥迪A6L 前置四驱 七挡双离合 马力强劲 比一般政府版奥迪A6强多了 王兴坐进车里 感受着豪华车的氛围 心情相当愉快 这车比自己那辆老捷达 是强太多了 豪车都是无时启动的 王兴按下启动键 3.0排量299马力机械增压 六缸发动机转动的声音很轻 明明启动了 和没启动差不多 刘汉东睡了一觉醒来 来到二楼 朱小强还在目不转睛地玩游戏 电脑桌左上角摆着康师傅纸杯 右边是心香印纸巾 屋里一股怪味道 是臭脚鸭子和馊方便面汤混合的味儿 诶 朱小强 不打游戏你能死啊 大好天气不出去转转 怕个妞什么的 蹲在电脑前有什么出息 刘汉东在他背后说道 朱小强摘下耳机 有些不好意思的笑了 恋恋不舍退出了游戏说 东哥 你怎么不上网啊 网有什么好上的 上高中阶段就玩腻了 东哥 你技术那么好 能不能帮我一个忙 什么 你说 破译一个QQ密码 谁的QQ号 钟小强扭捏起来 半天才到 一个女同学 是你的女神吧 刘汉东嘿嘿问道 算是吧 和我关系还行 帮他修过几次电脑 可惜我没抓住机会 当时不懂啊 朱小强瑕疵起来 不胜惋惜 我看你现在也不懂 整天蹲在屋里打游戏 牛还能主动往上贴 得去追啊傻小子 刘汉东 准准教诲道 你不懂 打游戏也能赚钱的 比如说我打Dota 打得好可以参加比赛 打网游可以卖装备 朱小强解释道 刘汉东笑笑 我上中学的时候 就开传奇私符这种事 难道要告诉你 信哥一句话 玩游戏没出息 朱小强说 我 我给你看他的照片吧 从电脑里翻出一张班级合影 放大了 指着其中一个女孩子道 看看 能打几分 刘汉东定睛一看 照片上的女孩子一双桃花眼 长发披肩衣着时髦 一看就不是朱小强的菜 便说 城乡结合部傻妞一个 复分滚粗 朱小强有些不高兴 说 东哥 你眼界太高了 我看能打三分 那你眼光也挺高的呀 朱小强得意道 一般一般 职业学院第三 刘汉东说 他的Q号呢 我帮你破 朱小强大喜 从自己QQ名单里 找出一个叫 借不掉你的好的女ID来 头像是手机拍摄的照片 嘟着嘴 与出剪刀手 照片经过PS 很失真 刘汉东很轻松的就破解了密码 正要下机 忽然看到一则新闻 本是一位孤寡老人 收养了上百只流浪猫狗 目前老人患病经济紧张 流浪猫狗面临生存危机 号召喜爱小动物的志愿者前去帮忙 也号召市民前去领养小动物 朱小强密码在这儿 你慢慢玩 我有事先走了 刘汉东下楼去了 来到狗肉馆和山炮打个招呼 开启三轮摩托进城去了 半小时后 刘汉东来到城区一处老小区 撬开某栋居民楼一楼房门 开门的是一个女生 上下打量她 请问你找谁 孙奶奶住在这里吧 我是来帮忙的 你好你好 是这里 请进吧 女生将刘汉东让了进来 屋子不大 不到六十平米 但后面带一个小院 屋里陈设还停留在八十年代 到处都是猫 肆无忌惮地躺着握着 四下乱窜喵喵乱叫 还不怕人 狗只有两三只 不是瘸腿就是瞎眼 毛很脏 趴在院子里打盹 老人躺在卧室的床上 床头放着氧气瓶 见刘汉东进来就要起事招呼 老人家别起来 躺着就好 刘汉东赶忙制止 拿出一张银行卡道 来的匆忙 没准备什么 这里有些钱 您拿着用 给小动物们买些吃的吧 孙奶奶急忙推辞 不要钱 真的不要钱 你有这个心就好了 刘汉东见他不收 干脆将卡给了女孩 替你奶奶收着吧 密码写在卡后面了 我也是志愿者 这钱我不能收 刘汉东坚持让他收下 女孩拗不过他 只好道 好吧 我就以小动物保护组织的名义 收下了 我给你写个收据 你给我留个电话和姓名吧 我会把详细支出告诉你的 刘汉东想了想说 就留旺财的名字吧 再给你留一个邮箱 女生拿出小本子 给刘汉东开了收条 忽然想到一个问题 卡里有多少钱啊 一万块 刘汉东说 女生吓了一跳 不可置信 刘汉东写了邮箱 接过收条 向孙奶奶打声招呼 走了 女生看着他开着三轮残堤离开 心中泛气狐疑 拿出手机打电话 副会长 你什么时候过来呀 我已经看见你了 手机里传出一个女生 来的是小动物保护协会的几个人 带来了猫粮狗粮 以及给孙奶奶的药品 女生将银行卡递给副会长 宋双 说道 刚才有个男的来送来张卡 书里面有一万块钱 宋双看了看这张卡 背面字迹是自己的 这卡不是自己委托王兴交给刘汉东的酬金吗 那人长什么样 叫什么名字 宋双急忙追问 高高大大 挺黑的 也挺帅 叫 旺财 一定是他 刘汉东只是一个挣扎在贫困线上的摩迪斯基 住最便宜的城中村出租屋 吃最廉价的食物 每日为生活奔波劳作 视频中他绷成一张弓的身影和不屈坚毅的眼神 倔强而微微上翘的嘴角 刹那间浮现在宋双的脑海里 这样的一个人 却有着一副傲骨 不吃劫来之食 将万元巨款不留名的捐给收养流浪小动物的老人 实在让宋双难以理解又钦佩之志 双双 你怎么了 哦 我没事 这个人 是个好人 他很帅呢 酷酷的 不知道 有没有女朋友 女生脚尖一点一点 似乎很兴奋 宋双将他手里写着电邮的纸一把抢了过来 我负责联系捐款者 向他报账 刘汉东的邮箱是一个五位数字的QQ邮箱 宋双看了一眼就记住了 将纸条放进口袋 领着同伴们将孙奶奶送去了医院 用刘汉东捐钱的银行卡 在医院大厅的ATM上取了一万元现金 办好住院手续 宋双拿出iPhone 加了刘汉东的QQ号 又加了他的微信 一路畅通 他轻轻笑了 如同偷吃到鲸鱼的猫 刘汉东守在520终点站爬火 他干得心不在焉 捧着新买的酷派手机玩微信 当然是和马灵对发 两人你来我往聊的不亦乐乎 正经事没干多少 一下午就挣了20块钱 大公交远远的开来 是马灵驾驶的这辆 摩迪老门纷纷上去拉客 刘汉东却买了一瓶冰镇可乐 远远的等着 本集的播放到此结束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由畅想听吧录制首发 由萧綦孝著 由蜘蛛播讲的 现代都市小说 匹夫的逆袭 欢迎收听 由畅想听吧录制首发 由萧綦孝著 由蜘蛛播讲的 现代都市小说 匹夫的逆袭 第28集 马灵停好车 走过来 接过可乐就喝 删着领子道 哎 热死了 520路还不换空调车 冬天冷死 夏天热死 真受罪 所以我给你买了冰镇可乐哦 马灵甜甜一笑 算你有良心 说着 垂了刘汉东一拳 远处公交站临时休息室里 一个男司机看见这一幕 郁闷的扭过头去 忽然 刘汉东的手机响了 马灵一把抢过去 哟 有人叫你微信啊 叫双儿 这名字真好听 哪勾的的 天地良心 我根本就没晃手机啊 马灵瞪起眼睛 你连摇一摇都会了 背着我在外面偷人是吧 我打 扬起手来要打 自己却先笑了 将手机丢给刘汉东 那 看看你的双儿吧 这时候 双儿发来一段文字 刘汉东立刻拿给马灵看 对方称 自己是小动物保护协会的工作人员 见过面的 首先感谢刘汉东的无私捐助 然后向他汇报了账目 包括孙奶奶的住院押金 CT检查费用 以及猫粮狗粮的购买等 哟 你还心安心了 多少钱呢 据说是一万块 刘汉东说 马灵愣了一下 看刘汉东的样子 不像是开玩笑 再想想 能支付得起住院押金 肯定不是小数目 不由得有些疑惑 当刘汉东将来龙去脉 说了一遍后 马灵说 你呀 就是头剧驴 很有性格的剧驴 不过 我喜欢 刘汉东黑黑笑了 对了 找工作的事 怎么说的 愿意开出租吗 我帮你联系过了 报名参加培训 一个月就能拿运营证 正规大公司的合同工 这是报名表 谢谢你 你和我客气什么呀 真假 就是 咱啥关系啊 对呀 你说 咱是啥关系啊 我不知道啊 马灵动手就打 小马 小马 同时远远喊了一声 马灵一看时间 慌忙跑过去 回头笑道 晚上 就吃饭啊 手机又响了 还是双儿发来的微信 自我介绍说 是想采访一下刘汉东 问他为什么会捐助孙奶奶 这么一笔巨款 尤其是在自己生活 并不宽裕的基础上 刘汉东想了一下 回复说 这是不义之财 捐出去 先舒服 医院走廊里 捧着手机的送霜 鼻子差点气歪 心说 本小姐给你钱 怎么就成了不义之财了 他又发过去一条 可以谈谈自己吗 不大功夫 回复过来了 拉克蒙 回流 宋霜撅起了嘴 将手机拿在手里 每隔一分钟就看一眼 期盼着微信声响起 可是等了半个小时 手机也没动静 气得他呼吸都急促起来 将手机放回了包里 嘀咕道 该死的 还没来完客人吗 不会遇到上次那样的泼妇了吧 忽然又醒悟过来 我干嘛这么关心他 忽然微信声响起 宋霜急忙去拿手机 可是包包太大 里面杂物众多 翻了半天才找出手机 打开一看 是同学发来的一段语音 问自己晚上吃什么 不吃了 减肥 宋霜气鼓鼓的回复过去 马灵下班了 刘汉东开着三轮摩托 接了马灵下班 打算带他去吃途记狗肉 可马灵说 自己就怕狗 死的也怕 说带他去吃西餐 然后两人来到运山脚下 一个咖啡厅 点了两份减餐 两杯咖啡 吃饭的空当 马灵让刘汉东 把培训报名表给填了 又点了两杯 三十块钱一份的冰淇淋 翘着二郎腿 舔着冰淇淋 一脸的满足 外面传来一阵轰鸣声 刘汉东抬起头来 从二楼望下去 只见十余辆各种款式的摩托车 呼啸而来 车手们或者穿着鲜艳的赛车服 或者是黑皮夹克 重金属风格 车载云香轰响着摇滚跃 一帮人停在楼下 围着刘汉东的三轮摩托打转 有人拿出手机 开始拍照 刘汉东心说 这帮人要偷我的车 不对啊 这些摩托基本都是走私货 最差也要上万块 怎么可能看得上这辆 钱江125改装的破玩意儿 马灵说 别担心 都是我朋友 抱走一族俱乐部的 你叫他们来做什么 替你买单呢 另外让他们瞻仰一下 烈火战神的风采 马灵得意洋洋 真仰的那是仪容 刘汉东笑了 这些人是马灵的朋友 就是自己的朋友 一帮人哐哐的上楼 有男有女 服务员吓坏了 以为是砸场子的来了 马灵站起来招呼道 哎 这边 刘汉东注意道 这群人中就有那天借给自己 T恤靴子的服装店 小老板 你叫他 一群人齐声打招呼 整得像是黑社会一样 看他们年纪都不大 一水的90后 各个眼神中都带着一股傲气 马灵依依向刘汉东介绍 这位你见过了 我妹妹 马奇 医术很好 车队的医生 人家 可是医大副院急诊科的护士哦 啊 不是开店的吗 马奇大咧咧道 让医院开除了 别打岔 我还没介绍完呢 这是俱乐部主席 谭帅 这是申华尾 这是火雷 大家都和刘汉东打招呼 气氛热烈得很 有人嚷道 都加上微信啊 以后方便联系 马灵大声说 见一下 现在隆重介绍 这位就是 当当当当 烈火战车的主人 烈火战神刘汉东 大家纷纷吹口哨鼓掌 刘汉东 注意到 那个叫火雷小伙子的是包租婆的大儿子 前两天还差点和自己打架来着 谭帅说 都他妈小声点 今天我们有幸遇到运山车神 还不请教两招 怎么过弯道的 众人七嘴八舌 锅造起来 刘汉东说 我只会开 不会叫人 那你就给大伙演示一下呗 反正吃饱了 就当消祸神 运山上丢他一圈去吧 大家轰然叫好 刘汉东面露难色 难道开残地 要不然呢 灵姐 别开玩笑 东哥开好车才能发挥出战斗力 我们这些车随便他选 刘汉东和大家一起下了楼 群世着这些魔头 车手们都以期盼的目光看着他 巴望着车神能选择自己的车 呃 这辆吧 刘汉东挑中了火雷的川崎四百公路赛 火雷面露喜色 一挥拳头 耶 众人纷纷上车 女生爬上男友的后座 谭帅邀请马灵上自己的车 却被谢绝 你们玩你们的 我冰箭连还没吃完呢 车手们轰隆隆开走了 马灵回到座位 继续吃喝 忽然刘汉东的手机响了 拿起来一看 居然又是那个双儿发来的微信 明天有空吗 想请你吃个饭 马灵按着屏幕回复了两个字 母口 那后天呢 对方切而不舍 要陪女朋友 马灵咬牙切齿的回复着 那个双儿终于不再坚持了 宋家 宋爽一头扑在床上 呜呜的哭了 从上初中以来 就没这么屈辱过 堂堂公安厅长家的千金小姐 要一个穷屌丝吃饭 居然一再被拒绝 简直是是可忍 孰不可忍 可可走过来 温柔地用头拱着宋霜 安慰着她 宋霜爬起来抱着可可说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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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堅決不理她 再理她 就是小狗 咖啡厅里 马铃心满意足地吃着冰淇淋 二十分钟后 摩托车们回来了 车手们摘下头盔 兴高采烈地上来 谭帅 点了一大堆饮料 众人坐在一起 开始相互吹捧 刚才刘汉东驾驶着川崎四百表演了卓绝的车技 把他们全震了 起初还有些不服气 怀疑怀疑他的身份的 现在全都五体投地 东哥就住我楼上不但是车审还是战审 火雷眉飞色舞准备吹嘘一把自己听老妈讲的枪战段子 刘汉东制止他道 那些有的没的 别瞎说 火雷也趁势卖起了关子 不说了 不说了 一点也不讲 东哥是刑警来着 哪天腰上别的手枪都让我看见了 对了灵姐 哪天你们去哪打架的 打架 怎么不喊着我们 到师封集团去了一趟 动了枪 你们小孩子家家 不去也好 啊 动枪了 死了几个 我打掉一个人的耳朵 刘汉东打死一条赌兵 我们俩被五十多个人四赶气车猛追 我的摩托就是落在师封集团里了 估计被那帮瘪犊子拆成废铁了 谭帅火雷等人倒吸一口凉气 师封集团在社会上的名头很大 王师封黑白两道通知 敢招惹他 刘汉东胆子太大了 年轻人就敬佩这种胆大包天的猛人 谭帅体 哎 喝什么咖啡呀 吃烧烤去吧 东哥 那你到底是不是刑警啊 不是 哥就是一开残堤的 抱走一族摩托俱乐部的成员们 集体前往本市最著名的烧烤摊 十余辆摩托车招摇过市 走在中间的居然是一辆贴满小广告的残堤 实在令人大跌眼球 省城地地道道 据说是正宗江北地地道道的分店 但行内人都晓得只是挂了个名而已 即便是江北那家弟弟道道 老板早就换了几茬 也不是原汁原味的了 进江市城管局规定 连进室外烧烤 羊肉串摊子都设在大棚里 四面通风 但浓烟还是散不去 要靠大功率排气扇往外扇风才行 众人拼了四张桌子坐定 点了一大堆羊肉羊排腰子鲮鱼等 几个女生点了台式香肠和烤鸡翅 要了五香啤酒全部打开 开怀畅饮 几杯酒下肚 大家就熟络起来 这帮人都喜欢玩摩托 开始在论坛里聊天吹牛 后来就组成了一个俱乐部 玩的比较杂 哈雷公路赛越野都玩 俱乐部的主席谭帅家里 是做江仙生意的 这小子从小喜欢玩车 收藏了不少摩托 沈华伟家里也挺有钱 他爹是做汽车经销商的 其他人也都是中产家庭出身 比上不足 比下有余 摩托车都是买的走私货 沈华伟有这方面的关系 大家知道刘汉东确实是开残低的 都很惊讶 说就凭东哥的车技 当个赛车手不成问题 为毛开残低啊 刘汉东解释说 帮邻居开一段时间 不是真干这一行 韩帅道 要不东哥来我俱乐部 当个教练吧 刘汉东微笑着摇头 他才不愿意 在毛头小子手下干活 韩帅有些不高兴 火雷岔开话题道 东哥 你在哪练的车技 以前在部队 什么车没开过 从加龄六百摩托到重型卡车 全都摸过 众人眼睛放光 问刘汉东是不是特种兵 马灵插嘴道 他喂猪的兵 大家就都哈哈大笑起来 啤酒喝多了胀肚子 火雷去外面尿尿 没两分钟就听到吵架的声音 只见火雷正和一个男的对峙 旁边还有学生打扮的 一男一女满脸的气氛 那男的虽然各自比火雷矮了一头 但气势一点也不弱 回头喊了一声 不远处桌子棚站起来四个人 都拎着酒瓶子 横眉冷目 谭帅一推桌子站了起来 抱走一族的成员们 也都慢慢的站了起来 两桌人对视着 剑拔弩张 刘汉东坐着眉动 马灵拉了他一把才站起来 他年龄大了 对这种小孩级别的打群架 已经不大感兴趣了 本集的播放到此结束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由畅想听吧录制首发 由萧綦笑著 由蜘蛛播讲的现代都市小说 匹夫的逆袭 欢迎收听 由畅想听吧录制首发 由萧綦笑著 由蜘蛛播讲的现代都市小说 匹夫的逆袭 第二十九集 操你妈的 仗着人多是吧 和火雷对峙的男子 骂了一声 主动退却 带着四个兄弟 匆匆离去 火雷带着那一男一女过来 向大家介绍 这是我学弟学妹 薛雪强和王力 在交通职业学院 跟我混的 两人向大家打招呼 薛雪强拿出苏烟来 挨个的敬烟 王力说 叫我上光飞雪好了 薛强道 飞什么他妈雪 大哥在这儿 你个网名嘚瑟什么 王力气鼓鼓踢了他一脚 谭帅说 坐下一起吧 刚才怎么回事 薛强解释了一下 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 就是走路碰了一下 对方喝了点酒 不依不饶 差点干起来 要不是遇到火雷老大 这回肯定要吃亏 火雷骄傲的说 我们学院的人 哪能让别人欺负 刚才那几个逼养的 要真动起手来 绝对弄残他们 大家都跟着附和相互吹捧 刘汉都没说话 他注意到那几个人走的时候 开的是一辆宝马三行 以他们的年纪 尚买不起这种价位的好车 肯定不是一般人 果不其然 半小时候 外面车灯大量 来了五辆轿车 横七竖八 停在烧烤大旁外面 车门齐刷刷打开 下来二十多口子人 都是彪悍男子 板寸短发运动服 手里拎着棍抱 不好 那碧阳的喊人来了 薛雪强喊道 大家都站了起来 冷冷看着进来的人 其他客人们察觉气氛不对 纷纷躲开 火雷悄悄拿起手机 发了一条语音微信 对方领头的是个秃头 缺了一只耳朵 更显猙獰 身后跟着刚才走掉的家伙 大喇喇过来 活动一下 薄静发出啪啪的声音 冷声道 哎 刚才哪个比养得欺负我弟弟呢 打手们扇面包围过来 颠着手里的棍棒 虎视眈眈 强哥 就是他 那小子指着火雷倒 谭帅站了出来 他是俱乐部主席 这种场合得他出头 哎 你混哪里的 知道皮哥吗 谭帅道 强哥宁笑起来 哎 操你妈笔的 小笔崽子 拿皮天堂吓唬 知道我是干什么的 我是侍风的南强 众人更是一领 今天不能善聊了 侍风集团是最大的黑道 暴走一族这样的小混混 在人家眼里就是小儿科 有几个伙计 已经在颤抖了 小混混遇到大流氓 却又死撑着不肯服软 谭帅咽了一口唾沫 刚要说话 刘汉东站了起来 他先前坐在后面 被人挡住 站起来之后 南强的脸色便是骤然一变 哦 你叫南强啊 我还以为你叫一只耳呢 刘汉东戏雪道 火雷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见别人都没笑 赶紧止住 气氛极度恶化 刚才还是充斥着力气 现在已经变成杀气了 马灵也站了起来 一只手搭在刘汉东肩膀上 轻松的说 翔走 打掉你的耳朵 不好意思啊 这位南强便是古长军的手下 赤丰集团的特保 在那天晚上 马灵用六四式手枪 一枪打掉了他的耳朵 真是冤家路窄 为小兄弟出头都能遇到仇家 刚才还有些气短的暴走一族们忽然胆气壮了起来 他们忽然发现对方没什么可怕的 不过是灵姐和东哥的手下败将而已 人数上旗鼓相当 谁怕谁呀 一个个抄起了酒瓶子和小板凳 准备动手 仇人相见 分外眼红 眼瞅着一场大混战就要开始 忽然 远处乌鸦鸦一群人冲了过来 起码一百多口子 全是十五六七岁的少年 手里都拎着家伙傻气腾腾的围上来 局势再次逆转 我雷傲然道 我他们管你什么集团的 到我们学院地头上 是他们老虎也得给我握着 不然分分钟弹死你 南强阴沉着脸 今天倒霉到家 本来替人出头这种小事手到擒来 没想到遇到狠角色 赤丰集团的招牌完全不起作用 最气人的是这帮小杂种还喊了一百多口子打手 这种十来岁的少年 最他妈凶猛 一腔热血 杀人不眨眼 为兄弟两肋插刀 那是玩真的 骂了逼他 算你狠 南强撂下一句话 转脸就走 可是去路被学生们拦住 放他一马 有汉东道 他知道真打起来肯定要出人命 这些打手倒也算了 学生们都是父母的宝贝蛋 死于群架斗殴 也太不值得了 火雷几乎毫不犹豫 听从了刘汉东的话 挥手道 让他走 学生们闪开一条路 侍奉集团的打手们 行行离去 看着几辆汽车仓皇撤离 地地道道大棚内外爆发出 阵阵欢呼 挫败了对手 大家都很高兴 火雷拿钱 让一个学生去买了两条烟 把一百多口子打发了 继续喝酒 这些都是我的小弟 我一吹哨子立马过来 火雷骄傲道 烧烤摊子距离交通职业技术学院不远 不想五分钟的路程而已 火雷一个微信 聚集在网吧 台球室 游戏室的学生们就杀过来了 一秒钟也没耽误 大家都敬火雷的酒 当然对于刘汉东和马灵更加敬仰 刚才的事情 说明他俩一点没吹牛 确实闯过石峰集团 还打伤了特保 估计到明天 这件事就会传遍晋江黑道 南墙那货的名头算是彻底毁了 而暴走一族的威名则更上一层楼 这顿烧烤吃了两千多块钱 是谭帅付的账 大家又相约去唱K 马灵推说明天要上班不去了 刘汉东自然要送马灵回家 两人先走 其余人等继续他们的夜生活 一对摩托 哄响着震耳欲聋的音乐 在深夜的街头招摇过市 刘汉东开着三轮摩托 将马灵送回了黄花小区 没有亲亲我我 没有恋恋不舍 马灵跳下车说 报名表 我明天把你交上去啊 等我电话 知道了 刘汉东到 马灵转身上楼 忽然又回头说 其实我平时除了玩车 不大和他们一起玩的 都是些孩子 不懂事 挺好的 很过瘾 刘汉东说 他明白马灵的意思 这些小孩在普通市民眼里 和黑社会没啥区别 但在真正的社会人眼里 就是一帮毛孩子 当然 马灵不是混社会的 她是公交公司的女司机 有正经职业 父亲还是警察 和这帮人有着本质的区别 这是马灵想表达的东西 马灵是个好姑娘 刘汉东架着三轮走了 摩托车发动机轰鸣声 在寂静的小区里特别刺耳 马灵上楼回家 正遇到母亲王玉兰上厕所 她迷迷糊糊问道 咋这么晚才回来 你爸明天住院 别忘了啊 马灵应了一声 正要进屋 王玉兰站在窗口 忘了忘说 谁送你来的 哦 没水 打了晾三轮 马灵有些心虚 哦 我说怎么听到三胖子的声音 王玉兰说 刘汉东回到铁渣街的时候 已经是午夜时分了 美姐的食员休闲按摩洗头房 依然亮着暧昧的红灯 两个狮族妇女坐在里面抽烟 时不时向路人招手 把人家下夜班的工人吓得赶紧避开 三轮模特经过 一个狮族妇女站起来 将已经提到裤腰的短裙 往下拽拽 招手喊道 东哥 来呀 你来 刘汉东停下模特 下来走过去 啊 有事 嘿嘿 怎么这么晚回来呀 上来玩去了 狮族妇女戏笑道 没事 我走了 刘汉东不想和他们纠缠 诶 等等 你妹妹找你有事 狮族妇女道 刘汉东一愣 自己哪有妹妹 莫非说的是兰换西 什么事 你进来 进来嘛 两个狮族妇女骑上阵 连拉带拽将刘汉东扯进了洗头房 一人冲后面喊道 梅姐 东哥来了 梅姐带着换西出来了 满脸笑容道 哟 东哥挺忙的啊 刚下班啊 吃过了吧 放松放松吧 哦 吃过了 呃 没什么事 我回去睡觉了 这么早睡什么觉啊 让姐妹们伺候伺候你 刘汉东慌了 真不用了 我 我走了 梅姐一努嘴 两个狮族妇女嘻嘻哈哈将刘汉东按在椅子上 换西端来洗脚盆 开始帮刘汉东脱鞋 梅姐站到她身后 帮她捏着肩膀说 放心 我的大兄弟 我们是正规理发店 不干那些事的 你这到底是理发店还是按摩房 还是洗脚房啊 你给个准事好不好 反正就是休闲了 让你妹子伺候伺候你 不然呀 她睡不着觉 再看换西 低着头帮刘汉东洗脚 有些生疏 但很卖力 梅姐在后面敲背捏肩 两个失足妇女 娜娜和小雅 一左一右帮刘汉东揉着大腿 时不时往敏感部位摸一把 还问她 东哥 力道是重了 还是轻了呀 你说话 差不多就行了啊 你俩忙别的去吧 仰人不愿走 梅姐一时眼色 才乖乖离开 继续到门口 坐着拉客去了 洗好了脚啊 梅姐说 东哥 今晚睡这儿呗 有空调 让黄西妹子陪你 睡毛 刘汉东穿上鞋 推门就走 忽然又转回来 丢下一张十元的钞票 梅姐和娜娜小雅目瞪口呆 这东哥怎么说翻脸就翻脸啊 欢喜深深深低下头 仿佛自己做错了事 操 看不起我们 别进来呀 欢喜 别哭啊 明天姐姐带你进车买衣服 梅姐说 外面 刘汉东一脚踹起了摩托车 突突突的开走了 留下一股蓝烟 第二天 刘汉东早起跑步 发现图计的店面已经重新装修过了 招牌换成了崭新的 还带着淮江啤酒的大广告牌 非常气派 门口摆着俩花篮 写着 鹏城工程公司贺的字样 看来 山炮和花豹已经完全和解了 手机响了 是马灵发的信息 让他去淮江出租车公司报名 于是 回去开摩托 走在路上 看到梅姐的十元休闲店大门紧闭 心中一阵气恼 他给了换息三千块钱 就是让他回家的 没想到这丫头这么不争气 还留在洗头房里干这个营生 真是枉费自己好心 中午十分 失足妇女们才爬起来 梳妆打扮 高跟鞋 超短裙 集体进程购物 换息没有好看的衣服 质地低劣的牛仔裤上 绣着硕大的花朵 很有乡下打工妹的气质 梅姐穿一身豹纹 盯着小梯包 高跟鞋十二厘米 走起路来 一步三遥 引来不少路人的目光 三个失足妇女 带着一个小丫头 坐上了进程的 520路公交车 一路刻着瓜子 说说笑笑 来到市中心的精英广场 这是近江市最好的商场了 不过 并不是失足妇女们 买衣服的地方 他们只是来逛逛 熏陶一下贵族气息 胡乱逛了一圈后 四人找了个巷口 一人一碗凉瓶 糊弄了肚子 然后 计程车 去往金桥服装批发城 那才是最终目的地 去往公交站的路上 宁面遇到两个金发碧眼的外国背包客 拿着地图 打着手势要问路 路人们都无能为力 没解说 宁儿 你念过高中 你上 幻西真就上去了 用英语和俩外国游客交流了一会儿 问梅姐 姐 岳江楼怎么走 他们要走着去 岳江楼是一座康熙年间的古建筑 近江市的风景名胜之一 梅姐在县城混了多年 自然知道 于是她说 幻西翻译 经过一番沟通 终于让外国游客明白了路线 临走前 俩外国游客挑起大拇指 赞了几句 宁儿 英语说得真溜 梅姐真心夸奖道 本集的播放到此结束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由畅想听八录制首发 由萧綦孝著 由蜘蛛播讲的 现代都市小说 匹夫的逆袭 欢迎收听 由畅想听八录制首发 由萧綦孝著 由蜘蛛播讲的 现代都市小说 匹夫的逆袭 第三十集 万希眼神中充满骄傲 不行的 我口语不标准 乱说的 你乱说他们都能听懂 那就不是乱说 你啃他俩 乱说都不会了 去 梅姐 我也回英语啊 Come on baby Fuck me 梅姐哈哈大笑 欢喜低下了头 小雅说 金桥市场不远 咱走着去吧 四人就往前走 路过一片树木繁茂的所在 里面有网球场 有篮球场 绿树眼影 花丛锦簇 一座座造型古朴的楼宇 这里没有围墙 只有一块巨大的花岗岩 上面是篆刻的大字 字体 囚禁有力 江东大学 落款 是陈子坤 丙子年 三月 欢喜驻足不前 望着这四个大字 久久不语 梅姐等人围上来 叽叽喳喳 这就是江大了 咋没有围墙啊 学生还真多 这那真是吗 忽然梅姐发现 欢喜眼中充斥着泪水 这丫头喜欢哭 但这次似乎不一样 她从欢喜眼中看到 深深的不甘 还有深深的绝望 身为同乡 梅姐知道 欢喜从小学习就好 一直在学校里名列前茅 但造化弄人 这次高考居然名落孙山 连个大专都没上 家里条件又差 她娘十几年前就瘫痪在床 她爹这回又病倒了 下面还有一个读书的弟弟 按乡下人的传统 男孩子传宗接代 能读书就坚决读书 女孩子考不上也就算了 要不然按照欢喜的成绩 明年肯定能考上大学 这孩子本来不该在洗头房里 帮男人按摩洗脚 而是该在这美丽的像花园一样的大学里读书啊 无声的叹息 娜娜和小雅也都不说话了 梅姐揽住欢喜的肩头 低声道 霓儿 别看了 走吧 欢喜紧紧咬着嘴唇 跟着梅姐走了 在金桥服装批发城 梅姐帮欢喜买了好多衣服 里外三星 甚至包括两套全新的内衣 带网眼的那种 今天马铃修班 带着刘汉东来到淮江出租车公司 这家企业是本市最大的出租车公司 旗下上千辆出租车 车型包括桑塔纳 捷达 伊莱特等 司机素质是全市最高的 要求穿白衬衫 打领带 淮江出租 常年招募司机 公司里已经有些人在排队了 要当一名出租车司机并不简单 首先要有驾照 还要经过运管处的专业考试 公司的上岗培训 缴纳一定押金 才能开上出租车 刘汉东还处在第一步 第一步就被卡了 一个胖乎乎的中层干部 拿着一张纸喊道 谁是刘汉东 我是 刘汉东站了出来 你的驾照不符合要求 干部将报名表丢了过来 他胸前挂着工作证 显示是一名部门经理 马灵说 编经理 这个驾照虽然是军驾 但分分钟就能换地方驾照的 那就赶紧去换 别耽误时间 刘汉东转头就走 马灵紧随其后 真倒霉 原来以为熟人能帮忙 没想到 一点不同笼 没事 这就去换 刘汉东说 开着三轮 载着马灵 来到晋江市交管所 大厅里乌鸦呀 全是人 办理驾照的 行驶证的 不领换发证件的 叫号排队 交款办事 不知道哪年能排上 几个黄牛凑上来 说一百块 我给你半妥 刘汉东理也不理 一百块 也太宰人了 明码标价 换证只收工本费十块 不认识你 你就排队吧 排死你 黄牛嘲笑了一句 又去找其他人了 刘汉东拿了一个排队号 和马灵一起等 前面还有一百八十个人 兴许要排到明天了 忽然一个熟悉的身影 从面前经过 是敲警 谭家兴 刘汉东赶忙招呼 谭警官 谭家兴站住 是你啊 刘汉东 来办事 来还证 我是军驾 不能开民牌车 证件给我 谭家兴接过 刘汉东 递过来的红色封皮 中国人民解放军 车辆驾驶证 在证上 刘汉东穿着 鼻挺的 05式长服 军衔是中式 准驾车型 是A2和D 退伍证 谭家兴又伸出手 车管所有规定 军人换地方驾照 走绿色通道 你不知道 真不知道 刘汉东摇头 我帮你换 你去照个相 谢谢你了 事情没这么顺利 因为刘汉东的户籍 不在晋江 而在江北 没有本地攒住证 还不能办 晋江的驾驶证 但省厅有规定 省内驾照 可以异地办理 只是办事的 临时工业务部署 懒得办罢了 谭家兴找了一个熟人 才顺利办下 十分钟就拿了新证 谢谢你了 谭警官 刘汉东和他握手 真心感激 这警察心地很好 每次都热心帮助自己 对了 还借你五十块钱呢 刘汉东掏出五十元钞票 递过去 别在这儿给 人家还以为行贿的呢 谭家兴开着玩笑 还是收下了钱 看了看马灵 哎 你女朋友 挺漂亮的呀 怎么有些面熟 我看你也面熟 我开五二零路的 哦 你就是公交公司的 五二零女书马赫呀 提到女书马赫的名头 马灵不好意思起来 尽管 下次照顾着点 别给我开发单 谭家兴哈哈大笑 说你们忙 我还有事 先走了 事不宜迟 刘汉东和马灵 又转回淮江出租车公司 递上新换来的地方驾照 和身份证 又被工作人员丢了出来 不是本地身份证 需要赞助证 马灵说 赞助证还不好办吗 派出所咱熟啊 立刻带着刘汉东 来到火花派出所 找到父亲的同事 办赞助证 马国庆的面子 果然好使 民警只用了五分钟 就给刘汉东 开出了一份赞助证 再回到出租车公司的时候 已经是中午十分了 人家休息吃饭 不上班 两人在附近小饭馆 随便吃了点东西 等到下午两点 终于开门 再进去 奉上赞助证 依然被丢出来 曲马要在本市 住够三年才能报名 马灵气坏了 要和工作人员理论 你是不是故意找茬的呀 先前怎么不说 刘汉东拉住他 算了 他们就是故意的 我找他们经理去 是那个姓辩的吗 对呀 辩许刚 部门经理 我看就是他故意找茬的 不可能啊 我又没招惹过他 他还是我们单位同事的哥哥呢 那说不定就是你这个同事搞的鬼 马灵恍然大悟 对呀 可能就是变序强 故意让他哥哥为难你的 这小子真卑鄙 往我还喊他一声师父 不用明说 刘汉东就知道这个变序强肯定是马灵的追求者 给自己下半子再正常不过了 哼 我找他去 马灵愤愤不平 算了 反正我也不想开出租 太累了 不自由 刘汉东开解起马灵来 他知道马灵急着让自己找工作 是为了堵父母的嘴 不然 找个无业游民做男朋友 肯定要遭致强力反对 马灵手机响了 接了 说了两句 说 走 有事 刘汉东驾着三轮 沿着520线路 开了几站路 停在一辆趴窝的公交车旁 一位三十来岁的大姐 正站在车尾后置发动机旁 束手无策 见马灵过来便道 小马 帮我看看 怠速不稳 转速从400叫到300 然后就熄火了 理解 队里 怎么没来人 都忙 修理工 暂时来不到 马灵拿着扳手 这里悄悄 那里打打 也看不出个所以然来 刘汉东说 我看看 然后很熟练的 检查起进气通道 和柴油管路来 小马 这谁呀 朋友 马灵大大咧咧的 男朋友 理解八卦之火 熊熊燃烧 熊出熊出 马灵顾左右而言他 刘汉东拔出了 转速传感器 喊道 大姐 你试试 理解上车启动 柴油机可以运转 他喜滋滋下来 打电话给车队 王队呀 故障查出来了 派人送个 转速传感器来就行了 没事 我们先走了 忙着啥 陪大姐说说话 小伙子 你怎么成虎啊 在哪上班 理解 我叫刘汉东 刚退伍 还没找好工作 理解很热心 你肯定是技术兵种 找工作容易得很 不行啊 到咱车队当起师 专门修车也挺好啊 哎 这办法好啊 理解 你给队长说说看 说话间 另一辆520到了 是队长派来送转速传感器的 可是 刘汉东将新转速传感器装上去之后 车辆故障依旧 看来不是传感器的问题 而是线数的问题 刘汉东用万用表 一条条检查线路 终于发现A27信号线和A12接地线接返了 对调之后 拍拍车厢 再试试 理解启动了汽车 引擎正常轰鸣起来 故障完全排除了 此时 刘汉东满手都是油屋 衣服也脏得不成样子了 哈哈 理解请你吃饭 理解笑呵呵道 忽然马灵大叫一声 哎呀 不好 忘了大事了 我爸今天下午办出院手续 那就赶紧去呀 刘汉东发动摩托 马灵跳上车厢 风驰电车 开往一大富院 到了门口 马灵下了车 说 哎 你就别进去了 忙完 我给你转信 好 我先走 刘汉东驾车离去 没走出一百米 兜里的手机就响了 以为是马灵发的信息 拿出来一看 是双儿发来的微信 向他汇报最近的账目支出 包括孙奶奶住院的详细医药费 检查费 床位费 护工费 还有猫狗的疫苗钱 猫粮狗粮 林林总总几千块 刘汉东回信 谢谢 很好 双儿很快回信 谢谢你对我们的信任 孙奶奶明天出院 可以来接吗 可以 时间 地点 那边的宋双拿着手机 得意的笑起来 终于逮到你了 旁边同学蓬蓬挥着小拳头嚷道 让他再拽 把我们双双气的饭都吃不下了 硬生生饿瘦了 这回 一定要好好整整他 客厅大夜经电视里 正在播放访谈节目 受采访的专家侃侃而谈 我是交通堵塞的罪魁货手 就是非法营运的三轮机动车 究竟方面应该发现一辆 查处一辆 强制报废 强制销毁 绝不姑息 送双血脉中继承有父亲 不屈不挠的性格 刘汉东的冷落 反而激起他强烈反弹 他偷偷看了父亲放在书桌里的卷宗 九二枪击案的细节让少女震惊万分 刘汉东竟然是这样一条刚猛硬汉 再通过内网查他的资料 发现刘汉东居然是江大的高材生 只不过大衣时就参军了 从军八年在部队荣立过三等功 铁血军人 冷酷帅哥 快到本姑娘碗里来 刘汉东拉客人已经颇有些经验 今天一下午拉了五十块钱的 收获颇丰 吃完饭的时候 回到街上 给修车铺的陈八尺 丢了两盒红莓过去 全当是上次借他工具用的报酬了 然后 到图记狗肉馆吃饭 他用不着和山炮客气 顿顿有酒有肉 山炮说 大东啊 华宝找你呢 想请你去给他帮忙 给黑社会当打手 我还没混到这个地步 山炮一拍大腿 就是 咱兄弟有义气 要混就自己当老板 对了 我有个想法 在街上盘几个门面 开启头房 你看咋样 刘汉东不感兴趣 再说吧 我得去拉活了 又忙了一晚上 才拉了十块钱 十一点钟 最后一班公交车也停运了 刘汉东才回来 只见二楼朱小强屋里还亮着灯 这回居然没再打刀他 而是开着word 在用二纸铲写东西 不尽好奇走了进去 小苍 写什么呢 本集的播放到此结束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由畅想听八录制首发 由萧綦孝章主 由蜘蛛播讲的现代都市小说 匹夫的逆袭 欢迎收听 由畅想听八录制首发 由萧綦孝章 由蜘蛛播讲的现代都市小说 匹夫的逆袭 第31集 朱小强很尴尬 急忙将word的最小话说 没什么 瞎玩的 不会是给女神写情书的吧 刘汉东开玩笑的 哪壶不开提哪壶 朱小强脸色暗淡下来说 我看了他空间里的上所照片 和不少男的都有来往 我 我不过是个备胎罢了 刘汉东沉默了一下说 姐 朱小强长须一口气 算了 我想明白了 男人没有事也是不行的 我整天打游戏 虽然也不算不务正业 但见效太慢 我准备当一个网络写手 在17k上写书赚钱 买房买车 刘汉东祈祈祷 写网文这么来钱 要不我也写写 你是有工作的人 又没电脑怎么写 我一天能写一万字 这种速度才能冲起来 你写的是什么小说 给我看看 朱小强扭扭捏捏捏打开窝的说 我写的是穿越历史小说 叫穿到明朝当皇帝 刘汉东看了两眼 呵呵笑道 兄弟 可以啊 写得真好看 这个罗伯特是你的笔名 低调 先别告诉别人啊 刘汉东笑笑 上楼睡觉去了 四日早上八点半 按照和双二的约定 刘汉东驾驶着三轮摩托车 来到了市第三医院门口 将车停在人行道上 等候孙奶奶出来 等了一会儿 不见人出来 刘汉东拿出手机 发了条微信给双二 没有收到回复 索性走进医院去找人 马路对面的咖啡厅二楼 宋双和彭彭拿着望远镜 在窥视着刘汉东 警察怎么还没来啊 彭彭看看手表 就快到了 宋双目不转睛看着刘汉东 事实上 孙奶奶昨天就出院回家了 今天这是一个局 为刘汉东设的局 一辆白蓝涂装的交警拖车开了过来 前面有摩托警开路 后面跟着城管的行政执法车 今天全市进行专项整治 各部门联合查处非法营运的三轮机动车 刘汉东的三轮摩托停在人行道上很醒目 交警拖车立刻停在路边 执法车里下来几个邪警 敲敲车厢 谁的车 没人应声 搬走 负责警官一声令下 邪警们将三轮抬起来往卡车上放 这时候 没找到孙奶奶的刘汉东 正好从医院里出来大喝一声等等 急步跑了过来 哎 他来了 蓬蓬碰一下宋霜的胳膊 宋霜一动不动 盯着望远镜中的刘汉东 刘汉东很着慌 这辆车虽然不值钱 但是人家王志刚的车被交警没收了 哪有脸见王哥张姐 他掏出红眉来 警官 你听我说 我是来接个病人的 这就走 警官板着脸将烟推回去 你这辆车没有营运症不说 还是外地拍照 禁止进入市区 你知道不知道 拉走 邪警们将三轮抬上了卡车 一人将车坝上挂着的可乐瓶子丢了下来 交警开了一张单据递给刘汉东 上车走了 宋霜通过望远镜能清楚地看到刘汉东脸上的表情 他焦急万分满头大汉 却又无可奈何地望着交警拖车 渐行渐远 过了一会儿 默默无言地从地上捡起了可乐瓶 走远了 这个傲骨铮铮的男子 在持枪杀手面前毫无巨色 奋起反击 面对万元巨款 毫不动心 但是 在交警城管联合执法车前 却是如此的无助 如此的弱小 可乐瓶子里装的是白开水 想必是他解渴的饮料吧 失去了赖以生存的三轮摩托 想必下一顿饭都没有着落了吧 而这一切 都是拜自己所赐 哼 双双 这一下结恨了吧 蓬蓬高兴地问道 再看宋霜 却已泪流满面 蓬蓬吓坏了 轻轻拉着宋霜的衣角 双双 你怎么了 宋霜抽了一下鼻子 我们这样做 是不对的 走 去帮他把车要回来 不是说好的吗 先惩罚惩罚他 让他来求咱们 再把车还给他 我改主意了 刘汉东很懊恼 来接孙奶奶回家 人没接到 三轮还被交警没收了 他有些后悔 不该把银行卡捐出来了 身上没钱 难倒英雄汉啊 一辆钱将125加上改装费 大几千块钱总是要的 是向妈妈伸手要钱 还是找山炮再见 要么去给花豹当打手 先预知一些再说 可恨的是自己的退伍安置费 至今没下来 不然也不至于这么拮据了 正在思索 身后喇叭声响起 是一辆红身白顶的 迷你裤派 车里坐着的正是旺财的 妈妈和他的女同学 刘汉东只看了一眼 就回头继续走自己的路 这种车最低也要二十几万 这俩丫头出身非富即贵 刘汉东目不斜视 一语不发 嘴角紧绷 他已经意识到 自己的三轮摩托被查扣 是中了这俩女生的奸计 但此时也不得不忍着怒火 希望他们能良心发现 把车还给自己 很快到了交警支队 三人下车四望 停车场上停满汽车 并无收脚查扣的三轮摩托车 蓬蓬走过去 拍拍值班式的窗户 喊道 喂 今天收缴的 无证三轮机动车呢 管理员端着茶杯出来 眉头一皱 威严无比道 你哪个单位的 找什么车 发款交轻了吗 我就问你 今天上午扣查的 三轮车哪儿去了 管理员大怒 为事儿到支队 别搁这儿捣乱 快走 蓬蓬一咬牙 跑进了办公楼 营面遇到一个女警官 拦住她道 哎 蓬蓬 有事吗 你爸不在这儿 王阿姨 我想问问 今天扣查的几路三轮车在哪儿 总队只是扣查一辆销毁一辆 所有为莫数的车辆 都送到南郊报备出离场去了 怎么 有事 啊 没事 谢谢你老王阿姨 蓬蓬扭头就跑 上了迷你裤派 气喘吁吁道 送到霸飞出离场去了 说说 怎么办 刘汉东扭头 你就是给我发微信的双耳 送双眉里他 对蓬蓬说 还愣着做什么 快去啊 蓬蓬手忙脚乱 系上安全带 发动汽车向南儿去 他车技有限 迷你裤派在车海中步履蹒跚 不时被人超车 挤压钻空子 慢得如同乌龟爬 前面发生一起轻微交通意外 道路堵塞 迷你裤派又被堵在了车流中 刘汉东实在忍无可忍 拉开车门下去 送双大惊 你去哪儿 刘汉东从车头绕过来 拉开司机位车门 我来看 蓬蓬忙不迭下车 坐上副驾驶位子 刘汉东扣上安全带 趁着车流向前移动 向左一打方向盘 挡住想加三的汽车 直接压双黄线借道 前面豁然开朗 刘汉东一脚油门 迷你裤派窜了出去 蓬蓬被惯性甩得向后一仰 宋霜更是摔在了座位上 你违章了 蓬蓬大喊道 刘汉东沉着脸 向右一打方向盘 回归主道 左冲右突如入无车之境 迷你裤派加速性很好 尺寸又小 在他驾驶下 就像灵巧无比的地老鼠 到处乱钻 令人应接不暇 宋霜和蓬蓬东倒西歪 如同大海中颠簸的小船 你慢点 宋霜喊道 慢点 我车就没了 刘汉东脸色铁青 他的上一辆普桑就是在报废处理厂化为废铁的 前面一段开阔道路 刘汉东一脚底板油 两个女孩再次感受强大的推背感 这回都不敢说话了 横碰偷眼看刘汉东 男人在专注做一件事的时候 特别帅 能把一辆女士车开出F1感觉的男人 就更帅了 宋霜的心情却很复杂 他无比的懊悔 不该细耍刘汉东 一辆三轮摩托 对富家子弟来说 九牛一毛 对于刘汉东来说 或许就是生活的全部 报废处理厂道了 汽车被拦在大门口 遥望里面 停了许多轿车 还搭建了管理台 拉着横幅 上面写着 依法处理无证三轮机动车现场销毁大会的字样 赶紧走 社会车辆不许进入 守门交警喝道 刘汉东轰着油门 不说话 他知道 俩女孩一定有办法 蓬蓬说 让我们进去 有重要的事情 交警不耐烦道 里面正在开会 不许进 蓬蓬急了 我就是要进去 快把门打开 驾驶证 行驶证拿出来 蓬蓬奸声道 我爸爸是朱华彪 你快让我进去 交警一浪 朱华彪是江东省交警总队长 全省交警的大boss 这女孩是总队长的闺女 没等他做出反应 刘汉东已经下了车 紧直走向大门 宋霜和蓬蓬也急忙下了车追过去 这回交警没再阻拦他们 他们接到命令 只是禁止无关社会车辆进入 没说不能进人 刘汉东快步在前面走着 两个女孩跌跌撞撞跟在后面 大会正在进行 高音喇叭里传出市长金木辰的声音 交毁无证运营车辆 是针对我是交通拥堵状况下的一进盟要 下面我宣布 交毁开始 随着金市长一声令下 几台挖掘机开始行动 用巨大的铲子将排成一溜的 无牌无证机动三轮车压成了废铁 摧枯拉朽一般 主席台上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记者们纷纷拍照 摄像机镜头也指向了这壮观的画面 刘汉东停下了脚步 慢慢蹲在了地上 他认出被销毁的三轮中就有自己的那辆 三轮被反复碾压 铁皮车厢变成了造型扭曲的怪模样 轮胎变形 零件满地 车 彻底毁了 刘汉东吸了一下鼻子 他很难过 还是来晚了一步 不过就算来得及时 怕是也不能在大厅广众之下把车抢回来 宋霜和蓬蓬站得远远的 不敢靠近 他俩都感受到了刘汉东的悲伤 陷入深深自责 恶作剧做大了 没法收场了 刘汉东没哭 他只是很不爽 站起来回头就走 宋霜迎过来道 对不起 我会陪伤你的 刘汉东面无表情 绕开他 继续走 我都说了对不起了 宋霜大喊 你去哪儿啊 这里没有公交车的 蓬蓬也跟着喊 刘汉东没回头 打步刘星的走远了 望着他孤独的背影消失在远处 宋霜又开始抽气 双双 别哭了 咱们想办法陪他一亮 又新又好的不就行了 蓬蓬摇着宋霜的胳膊说道 宋霜抹了一把脸上的泪水 最近是怎么的了 自己不是爱哭的女孩啊 这些天却哭了好多次 起先是为了可可的丢失 后面哭的几次 全是为了这个可恶的刘汉东 现场销毁大会结束了 领导们陆续离开 先走的是领导的奥迪 最后才是总队长的车压阵 警车涂装的奥迪A6 在两个女生面前停下 后车窗降下 露出一张威严的面孔 蓬蓬 你怎么在这儿 啊 爸爸 我来看看热闹 荒唐 这有什么热闹可看 哦 宋霜也在啊 你看人家宋霜 肯定是来考察社会体验生活的 哪上你就知道玩 对了 你们怎么进来的 我送你们吧 我们有车 爸爸把我们送到大门口就好 本集的播放到此结束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由畅想听吧录制首发 由萧綦孝著 由蜘蛛播讲的现代都市小说 匹夫的逆袭 欢迎收听 由畅想听吧录制首发 由萧綦孝著 由蜘蛛播讲的现代都市小说 匹夫的逆袭 第32集 彭彭被爸爸的话搞得很不好意思 这马屁也太明显了吧 两个女生上了车 开到大门口 迷你酷派已经被交警移到了一旁 正准备等他们出来 好好训一顿呢 只见两个女生从总队长的专车里下来 还甜甜说了声爸爸再见 交警装没看见 躲到了一边 宋霜和彭彭上了车 沿着来路极致 可是刘汉东却凭空消失 再也寻不见他的身影了 此时刘汉东正坐在一辆进程的短途客运车上 盘算着怎么向王大哥开口 美国田纳西孟菲斯 一处风景优美的宅院 绿草阴阴 池水碧蓝 书帆在遮阳伞下用铅笔画着画 夏青石走过来道 小帆 坏的什么 给爸爸看看 书帆将一叠纸递过去 夏青石慢慢翻看着 不尽为之动容 第一章 是一个女孩在道路上被绑架 穿着警察制服的歹徒 面目猙獰 脸上还有一道刀疤 一辆黑色的SUV 也显得傻气腾腾 充满力气 第二章 是黑夜的郊区马路 女孩从撞坏的汽车尾箱里爬出 一个身材高大的男子 正拦一辆渣土车 男子面部线条勾勒得极其硬朗 正气十足 第三章 是两人站在高楼大厦之间 和一群戴安全帽的民工 一起仰头 看着天边的彩虹 第四章 是贫民窟的院落中 男子将女孩护在身后 单手持枪怒射 后面是腹部重担的中年警察 下面是一群张头鼠目 且手持各种武器的歹徒们 书翻的铅笔画技法 受到很强的日漫影响 用了很多线条来突出男子的 伪暗于高大 而歹徒们却是极其的猥琐阴暗 这个人就是刘汉东 夏青石问女儿 嗯 书翻点了点头 夏青石蹲下来 小凡 爸爸发誓 绝不会让你再受到 一丝一毫的威胁 我想回去 在没有查处背后真凶前 还不宜回国 这个刘汉东 我会让安阿姨照顾他的 刘汉东还是先找了 自己最信赖的人 虽然尚未表白 但马灵已经算是 他的女朋友了 变化里听他说了 三轮被查扣销毁的事情 先骂了他一顿 不知道市里 正在查不得三轮吗 还往前够软爽 活改 现在你先怎么办吧 我卡六一万三 你先拿去用 用不了那么多 我想打听一下 你们抱走一族 有没有报废的 摩托车发动机什么的 借来用用 我想自己拼一台摩托 刘汉东挺感动 马灵刚上班没多久 积蓄肯定不多 拿出全部存款帮自己 这份心意是无价的 肯定有啊 不过光一个发动机不够 我给你这个招 到金北城看看 会有惊喜哦 马灵笑道 在马灵的安排下 刘汉东先到抱走一族俱乐部去了一趟 在仓库里挑了一台报废的亚马哈125摩托机头 以及两辆摩托的残骸 又去汽佩城买了一堆电线灯泡摩托车叠沙盘之类的零配件 最后去汽佩城隔壁的物资大市场买了几根铁管几块铁皮塑料板 这些东西全都运到铁渣街上的八尺车修铺进行总装 在陈八尺的协助下 刘汉东将这堆破烂残骸 拼成一辆正三轮摩托 往油缸里加了一点汽油 打火之后 引擎轰鸣起来 到底是进口日本货 虽然是十年以上的旧机器 声音依旧很地道 刘汉东开着车在街上溜达了一圈 煤桩消音器的排气筒 发出震耳欲聋的巨响 满是铁锈的怪异三轮 如同废土末世中的产物 引得街上人纷纷侧目 车子性能不错 刘汉东拿起刷子 给车涂了一层红油漆 又用铁皮焊了一个全封闭的车厢 他不打算继续开这辆车了 这是为王志刚定做的 在刘汉东和陈八尺的努力下 半夜时分 这辆车终于出炉了 油漆未干 暂时停在陈八尺家后院 刘汉东回去睡觉 办妥了摩托车的事 吊却他一桩心事 睡得特别香 一觉到次日上午 被手机吵醒 是马灵发来的信息 让他来到车队来一趟 穿得帅一点 刘汉东立刻爬起来 换上新衣服 急匆匆坐着五二零路 来到公交公司 马灵不时发来信息 问他到哪了 好不容易抵达终点 马灵早早等在站台 拉着刘汉东 一溜小跑进了队长的办公室 队长是个四十岁的中年人 胡子茶铁青 身材高大 和刘汉东握了握手 简单问了几句号说 听理解说 你修车技术不错 不如先在队里干维修吧 每月基本工资一千四 奖金加班费另算 咱们是公家单位 正规得很 马灵在一旁挤挤眼睛 暗示刘汉东 你一定要答应 好 谢谢队长 刘汉东道 先忙去吧 回头我给公司人事处打招呼 签个合同 队长说完 出去了 马灵将刘汉东带到维修班 向工友们介绍了一下 又叮嘱刘汉东好好干 便兴冲冲的上班去了 同事们都很热情 班长给他找了件蓝色帆布工作服穿着 不忙干活 先看师傅们怎么干 刘汉东很谦虚低调 见人就递烟 不瞎吹乱砍 老老实实的跟着师傅们学手艺 过了半小时 一个不认识的男子走了进来 冲刘汉东一甩下巴 等我来一下 刘汉东以为是领导 跟着他来到后墙外 那人冷冷道 你好 离马灵远点 凭什么 刘汉东当即心头火起 但依然保持着克制 马灵是我的女朋友 闹点别扭就被你趁虚而入了 识项点赶紧走 别当第三者 那人继续说 刘汉东冷笑道 你是谁 还马灵的男朋友 你大白天做梦啊 那人怒了 实话告诉你 马灵已经是我的人了 和我上过床 为我打过胎 你就算得手 也是个二手货 一记清脆的耳光 男子左脸赫然舞到清晰的指痕 嘴里甜丝丝的 吐一口唾沫 带血还有一颗碎牙 打人了 男子转头就跑 边跑边喊 同事们纷纷出来观看 很快惊动了领导 十分钟后 刘汉东站在了队长面前 你先动的手 把变续强的脸打肿了 是这样吧 队长道 是 刘汉东根本不辩解 他猜得出 变续强是马灵的追求者 求之不得出言污蔑 这种人就该打 队长说 公司有纪律 严禁大家斗殴 你先回去吧 合同的事我们在研究 是我自己不争气 您别麻烦了 我这就走 谢谢队长了 帮我谢谢李姐 就这样 刘汉东上班半小时就被开了 公安局请侦处 王兴正和万绪东聊天 老顾家惨了 几乎是一夜之间 俩儿子都没了 这日子怎么过呀 王兴说道 白发人送黑发人 确实很悲剧 不过这也是注定的 胡昌军玩的太大了 他不死谁死 万绪东附和着 王兴眨眨眼睛 老顾 你这话里有话呀 胡昌军的死到底怎么回事 局里没秘密调查吗 法医解剖过 确实死于心脏病 那线索就这么断了 这案子的罪魁祸首就推给死鬼了 万绪东看了看窗外崭新的奥迪A6 笑了笑说 黄兴啊 黄兴啊 换新车了呀 奉劝你一句话 不该知道的事情 别瞎打听 上面有话到此为止 谁继续查 就是和上面过不去 上面是谁 你烟也抽了 茶也喝了 该滚蛋了你 我这儿一大堆事没干呢 王兴指的告辞 刚上车就接到宋双的短信 让他帮刘汉东介绍个好工作 有意思了 王兴笑了 立刻回店过去 双儿啊 你太看得起王叔了 要是有好工作 王叔自己就先干了 我前面和刘汉东提过 让他帮我 这小子根本看不上了 你要是真想帮他呀 和你爸提一句 刘汉东不是退伍兵吗 安排当个警察 不是小事一桩吗 先进宫前边 慢慢再想法子转正 王兴巴拉巴拉说了一大堆 那边宋双 并没有像往常一样 和他开玩笑 而是淡淡说 那算了 挂了 嘿 这丫头怎么了 王兴很纳闷 放下手机刚发动汽车 铃声再度响起 王兴拿起来一看 是个陌生的号码 号段很顺 持有人应该很有身份 按下接听键 是安心的声音 王先生你好 有件事麻烦您 请讲 王兴立刻打起精神 安心是他的雇主 哪有什么麻烦不麻烦的 他的话就是指令 是这样的 前段时间帮助过书番的那个人 叫刘汉东的 我们有他的联系方式 你能帮我找到他吗 可以 找到他之后呢 王兴问道 告诉咱 精神高科 可以给他一份报酬优厚的工作 安心说完就挂了 果然是个雷厉风行的女人 王兴坐在车里 扶着方向盘砸嘴 卧槽 这小子厌妇不浅啊 都要给他安排好工作 怎么就没人照顾照顾我 发动汽车 直奔铁扎街 昂贵豪华的奥迪A6 停在脏乱差的城乡 结合部大街上 王兴心里很没底 生怕被人划了碰了蹭了 先上楼找了一趟 四楼房门紧锁 刘汉东不在 于是下来在车里等着 一只接一只的抽烟 直到傍晚时分 才等来了刘汉东 刘汉东找工作去了 如果不赶紧找份工作 就只能靠马林的阶级活着了 他不是大男子主义者 但一个大男人不能养活自己 毕竟不是件光彩的事情 他买了份晨报 在广告栏里 找到一条招聘大货司机的信息 要求五年以上驾龄 A2驾照 能长年在外 刘汉东完全符合条件 经过电话联系 又去了车主那面试了一下 约定每月工资五千 明天晚上就出车去外地 找到了新工作 刘汉东很兴奋 准备回家里收拾一下东西呢 在门口遇到了王兴 拦住他说 刘汉东 你有福了 明天跟我去青市高科报到吧 刘汉东并不意外 他旧书翻虽然是不求报答的 但对方肯定不会这样不了了之 什么工作 他问 总之啊 薪酬很优厚 好吧 我考虽一下 别卖味了 愿意干就干啊 不愿意干 我就替你干了 行 我干了 刘汉东不傻 青市高科的工作 可比大货司机和公交公司维修工的待遇强多了 再不接受 就是傻瓜 王兴说 把你电话留给我 明天早上九点 我在青市高科大门口等你 不见不散啊 刘汉东把自己的新手机号码告诉了王兴 目送他的奥迪离开 拿出手机 给马灵发了短信 我找到新工作了 奥迪车里 王兴也拿出了手机 给宋双打了个电话 大侄女儿啊 你交办的事情王叔办妥了 把刘汉东安排到青市高科上班去了 人家总裁助理答应我 薪酬啊 绝对优厚 谢谢你了 王叔 宋双的声音还是那么低沉 王兴觉得有点不对劲 便说 双儿啊 你在哪儿 我去接你 顺便有些事情和你说 宋双说自己在学校里 于是王兴约好地方 驾车直奔江大 在文学院昆雾楼下 接到了宋双 你看 吓一跳 本来有些婴儿肥 很萌很可爱的宋双 瘦得尖下巴都出来了 整个人显得很憔悴 本集的播放到此结束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由畅想听八录制首发 由萧綦笑著 由蜘蛛播讲的现代都市小说 匹夫的逆袭 欢迎收听 由畅想听八录制首发 由萧綦笑著 由蜘蛛播讲的现代都市小说 匹夫的逆袭 第三十三集 王兴赶紧下车 围着宋双转了一圈道 哦 减肥效果这么明显啊 喝的是哪个牌子的减肥茶 宋双笑得很勉强 王叔别开玩笑 有事你说吧 哦 刘汉东明天就去青石高科报到 他会开车身手利落 当个特保绰绰有余 不仅 月薪八千起步 无险一惊什么的都不成问题 宋双点点头 嗯 他救过书番 下载应该感谢他的 是安心安排的吧 对 是安心安排的 我不过是传个话而已 总之 他的工作问题是落实了 那我就放心了 哎 双二 你怎么了 几天没见这么憔悴 有事和叔说啊 真的没事 就是协会事务忙了些 这种初级谎话 怎么能骗得了刑警出身的四家侦探 王兴知道宋双心里肯定有了秘密 或许和刘汉东有关 次日 王兴驾车来到了市北郊开发区的青石高科 刘汉东已经等在这里了 他没有门禁卡 也不认识里面的人 根本没法进去 只好在大门外干等 王兴招呼刘汉东上车 拿出自己的金边门禁卡 在门口的非接触式门禁装置上晃了一下 电动大门就缓缓打开了 奥迪车驶了进去 青石高科园区内 整洁美观 大块的草坪绿地 自动升降式喷水器 360度旋转洒水 远处办公楼造型科幻 进现高科技企业的风采 奥迪停在楼下 王兴下来 摸索一下心剔的秃头 整理一下崭新的黑西装 戴上墨将 领着刘汉东进了自动大门 门内还有安检门 王兴经过的时候 警报灯亮起 指服保安彬彬有礼道 对不起 请将武器卸下 王兴撩起西装上衣 取出腰间的ASP甩棍 正巧 保安看到他的金边门禁卡便道 不好意思 您是保安主管级别 可以携带武器进入公司 谢谢 王兴收起甩棍 大步刘兴带着刘汉东 走在空旷的大厅里 阿里市地面光洁无比 玻璃幕墙上方是模拟的浩瀚星空 六部高速电梯旁边是补锈钢牌子 标示着各楼层办公室方位 两人去的是十楼的人力资源部 总裁办已经打过电话 刘汉东出示了身份证 办理了入职手续 签盒头 拍照 制作门禁卡 一条龙下来 也要整个上午的时间 公司里不乏像刘汉东这样的退伍兵 基本上都是从事保安或者司机 刘汉东有A2驾照 又当的是汽车兵 自然被分配到车队担任客车驾驶员 有些六千 包括五险一斤 上班要穿工作服 不得迟到早退 工作期间不得喝酒抽烟 具体的规章制度都有 回去慢慢学习吧 HR将制作出来的门禁卡 和规章手册递给刘汉东 让他去综合部领取工作服 今天就算正式上班了 办这些手续的时候 王兴翘着二郎腿在一旁等着 还拿出手机拍了几张照片 给宋霜发过去 他本来想去找安心聊聊 可是安总住这会儿不在 只好作罢 刘汉东好好干 有发展前途 手续办完 王兴过来和刘汉东握手 准准教诲道 刘汉东说 对了 上次我砸人家瓷砖 电动车的事 怎么了结的 王兴一脸鄙夷 你还记得呀 当然是赔钱了 宋霜出的钱 我出的面子 要不然 你以为人家能轻易放过你 刘汉东没说什么 暗道 宋霜这丫头 心地其实不算坏 为啥要让交警查 自己的三轮呢 行了 我走了 王兴大摇大摆地离开了 司机的工作服是黑色西装 白衬衣 配黑领带 黑皮鞋 一顶黑色的质帽 帽墙上有轻石高科的灰迹 刘汉东在更衣室换好衣服 来到地下车库 行政部分配给他的车是一辆地连轻型客车 21个座位 用来接送员工上下班的专车 同事们都很热情 得知刘汉东是退伍兵出身 立刻站有长站有短的烙起来 向他介绍工作经验 当客车司机比较清闲 早上接一趟 下班送一趟 平时待命就成 咱单位啊 虽然是民营企业 但很正规 该买的保险一份不差 加班有加班费 逢年过节还有福利 对了 你是怎么进来的 谁介绍的 同事苏强对刘汉东的来历有些好奇 一个朋友介绍的 刘汉东含糊其词的敷衍过去 中午吃工作餐 刘汉东跟着苏强来到食堂 在这儿吃饭的都是保安 司机清洁工 修理工之类后勤人员 饭菜很丰盛 不锈钢餐盘里 盛着四菜一汤 还有饭后水果 只要刷门禁卡就可以享用 刘汉东保持了一顿 感慨道 单位待遇真不错 苏强说 这算啥 工程师们吃的才叫好 走 我带你见识一下去 随后 顶着刘汉东来到后面一座楼 楼前是个小花园 遮阳散下穿着T恤牛仔裤的技术人员们正在吃午饭 他们的饭菜和后勤人员不大一样 采取自助餐形式 中餐西餐俱全 还有厨师在一旁包馄饨煎鸡蛋 甩印度飞饼 饮料也比后勤食堂的丰富 红白葡萄酒 香槟 威士忌 清酒老白干都有 光矿泉水就不下十个种类 冰淇淋是哈根达斯的 香烟雪茄 也不限量的供应 更离谱的是 脚下还有猫狗兔子小香猪之类的宠物乱钻乱爬 刘汉东都看傻了 苏强得意洋洋的碰碰他的胳膊 哎 怎么样 还是工程师待遇高吧 起步都是万元月薪 不过门槛也要 211985的毕业生才行 一下午依然没什么事 刘汉东捧着手机 给马灵发微信玩 耗了几个小时 终于到了下班时间 他站起来伸个懒腰道 可以走了吗 走 你想得美 这才五点半 起码十点才能走 怎么加班这么晚 要不然哪有那么优厚的待遇啊 顿顿好吃好喝 还能在办公室养宠物 他们加班 咱们这些后勤 也得跟着 不过加班费少不了你的 放心好了 晚饭依然在食堂吃 到了九点半 终于有人下班了 刘汉东他们负责的 高级科研人员的接送 车上位子都是固定的 坐了十五个人之后 苏强就上了驾驶座 发动了汽车 刘汉东问他 怎么不等坐满 那些都是车业加班不回去的 公司有宿舍可以坐 苏强解释道 这一趟他先开一次示范 给刘汉东讲清楚沿途有哪些停靠站 把工程师们一一送到小区门口 然后再把车送回公司 自己才能下班 忙完这一车 已经半夜十二点了 一栏轻轻客车在夜幕下驶入了轻石高科园区 18层总裁办落地长窗前 一身干练职业装的安心拿着mini pad 正在和夏轻石进行视频通话 已经安排到后勤部组司机了 如果他干得好 会破格给他加薪升职 如果干得不好 也会尽力照顾的 夏轻石很满意 望着夏轻石轻瘦的面旁 安心有些伤感 轻石别太累 照顾好自己 楼下 地连驶入车库 刘汉东终于结束了一天的工作 可以下班回家了 他给马灵发信息 下班了 马司机来接我吧 马灵立刻回复 你才是司机 你们全家都是司机 刘汉东回 可不就是吗 咱们现在都是司机了 花姐 我先走了 苏强骑着电动车先走了 刘汉东也换了衣服 打算下班 忽然外面风风火火进来一个人 是行政部的副部长 孙中海 一身的酒气 但神志很清楚 喊了几声苏强 没人答应 急得乱跳 哎呀 小刘啊 你没走啊 快跟我来 有重要的事 孙中海忽然看见了刘汉东 立刻不由分说 将刘汉东拽到外面 门口停着一辆 没熄火的大众麦腾 快 你开车 去城南大转盘 孙中海急促道 刘汉东赶紧上了车 系上安全带 开出园区 深夜时分 路上车辆很少 速度很快上到120 孙中海还嫌慢 不住的催 快 再快点 手机铃声响起 孙中海慌忙接了 语气很恭敬 马上就到 交警方面已经在联系 不知道怎么回事 王支队一直不接电话 对方似乎很生气 手机里的声音大了起来 孙中海不停擦汗 解释道 夏总 我也刚喝了酒 信有余力不足啊 你放心 我一定尽我最大努力 把事摆平 接完这个电话 孙中海又连续打了几个 都没人接 最后一个终于有人接了 孙中海说 夏首 我是孙中海啊 我五分钟后到 你千万不要下车 也不要和警察说话 打完这个电话 孙中海长出一口气 看了看刘汉东 语气诚挚的说道 小刘 帮哥哥一个忙 夏总的儿子喝酒出了点事 你帮他顶一下 就是一般交通事故 不会吃官司蹲监狱的 记住 就说是你开的车 别的一概不回答 等律师到了再说 懂了吗 刘汉东有些不爽了 对青石高科的好印象 瞬间跌到谷底 他冷笑道 我今天第一天上班 就帮人背黑锅 不到好吧 孙中海道 这你就不懂了吧 别人想求这样的机会 还求不来呢 你帮夏少顶纲 还能少得了你的好处 起码这个数 他伸出一根手指头 十万 小刘 你也是个有福的 今天你是中了彩票了 刘汉东 嗣之以鼻 但还是驾车 将孙中海送到了 城南大转盘 这里其实是四环路上的 一个十字路口 这里已经聚集了一批人 路上停着一辆卡焰 车头撞扁 几十米外 有一辆严重变形的 加龄摩托车 地上斑斑血迹 有两具尸体倒卧 用羽衣盖着 其中一具身形很短 像是诱饵 地上丢着一件 沾血的小斗篷 一只女鞋 附近停着三辆警车 聚集了大批群众 麦腾靠边停下 孙中海下车 再次低声嘱咐 就说是你开的车 减壮死人 一时害怕下车跑了 现在会来自首 记清楚了吗 十万块 刘汉东没理他 竟只走过去 卡焰里坐了三个人 一男两女 紧闭车门车窗 拒不下车 还一脸的嚣张跋扈 冲车外的交警 比出终止 围观群众说 这辆车把停在路口 等红灯的摩托车撞了 驾车的男人重伤 坐后座位的一对母女 当场死亡 孩子才三岁 最先抵达车祸现场的 是运山大队的 谭嘉兴和吴良海 他们先将伤员 送上救护车 用羽衣将车祸 死者的遗体盖上 肇事车辆被群众堵住 没有逃跑 但肇事者拒不下车 接受检查 卡焰后面的道路上 毫无刹车痕迹 谭嘉兴怀疑 驾驶员喝了酒 因为死者就在附近村子 一些乡民闻讯赶来 谭嘉兴怕他们 做出不理智的事情 急忙用对讲机 通知了指挥中心 调来了两辆警车支援 来的也是熟人 火花锁的马国庆 马国庆胃部挨了一枪 本来可以多休息一段时间 但他闲不住 刚出院就坚持上班 锁里照顾他 让他上一天歇三天 今天正好值夜班 收到指挥中心命令 就带人过来了 上个月 马国庆处理过一起 酒驾引起的纠纷 罪驾者找了个替罪羊 撇清了罪责 还对警察出言不逊 气得马国庆差点揍人 没想到这回冤家路窄 坐在卡燕里的 竟然是同一个人 本集的播放到此结束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由畅想听吧录制首发 由萧綦笑著 由蜘蛛播讲的 现代都市小说 匹夫的逆袭 欢迎收听 由畅想听吧录制首发 由萧綦笑著 由蜘蛛播讲的 现代都市小说 匹夫的逆袭 第34集 马国庆顿时陷入 深深的自责 如果自己当初豁出去 伴这小子的话 就算不能把他绳之以法 好歹也能提个醒 让他不那么嚣张 那么今晚就不会 有两个无辜者 横死街头 其中还有一个是三岁孩子 这一场本该避免的车祸 活生生毁掉一个家庭 得知自己并没有患癌症之后 马国庆的性格 发生了一些潜移默化的改变 以前总喜欢当老好人 不得罪人 现在却看开了 人活一辈子图的什么 不就是问心无愧吗 今天要不把肇事者给发办了 老天爷都看不过去 他找到吴良海商议 说肇事者上个月就酒驾出国事故 这回肯定还是酒驾 得想法把它办了才行 吴良海是位老交警 经验也很丰富 他说 开卡宴的肯定不是一般人 得赶紧取证才行 不然等他们疏通了关系就迟了 话是这样说 可肇事者躲在车里不愿意出来 难道撬开车门把人提出来不成 谭家兴站在卡宴窗前 不停劝说车里的人出来 可里面的人洋洋不彩 继续抽着烟 谭笑风生 敞开的天窗里 飘出烟味和酒味 看来必定是酒驾 另一则 马国庆斜眼瞅瞅群情激愤的老百姓 对吴良海说 老吴 咱穿这身衣服不能动手 可群众非要动手 咱也拦不住啊 吴良海点头称是 正商量着怎么把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 忽然听到有人喊 这不是吴队长吗 王支队的电话你接一下 过来的是孙中海 他终于打通了交警支队领导的电话 拿着手机匆匆而来 吴良海无奈 只好去接电话 马国庆见事态向着不好的趋势发展 急忙走向群众 这时候刘汉东迎面而来 没和马国庆打招呼直奔卡烟而去 走到副驾驶窗前 抡起手中带尖尖的水泥块猛砸玻璃 这是钢化玻璃 而且很土鳖的贴了一层防暴膜 路边溅起的小石子根本损坏不了 但架不住刘汉东力大无比 水泥块上还带着一截凸起的钢筋头 三两下之后玻璃就呈现出密密麻麻的裂纹 整体落进了车里 刘汉东打开车门将坐在副驾驶位置上的家伙揪了出来 这小子个头挺高 起码一米八 但是瘦得像个猴子 穿着修身白衬衫和粉红色的裤子 爱马式的金色H型腰带扣闪着亮光 大晚上的还戴着雷鹏眼镜 鼻子上架着鼻环 这张脸看着就欠揍 小伙儿挺牛逼 很快从镇惊中醒悟过来 抬手就打刘汉东 喝醉酒的人力气很大 被刘汉东一记直拳打得鼻血长流 依然猛扑过来 嘴里骂骂咧咧 谭家兴上前 用胡椒喷雾照着他的脸猛喷 刘汉东两极重拳下去 这小子终于老实了 坐在后排的俩妞尖叫起来 围观群众见有人带了头 顿时潮水般涌过来 马国庆示意邪警不要阻拦 嘴里却喊着 大家不要冲动 不要砸车 不要打人 这话提醒了群众们 纷纷上前砸车 卡燕像汪洋中的一条船 被掀得晃来晃去 上下左右的颠簸 俩妞尖叫不停 群众们却更加兴奋 如同打了鸡血 最驾者被刘汉东 拖到警车前 谭警官 让他吹 谭家兴拿出酒精测量椅 刘汉东掏出手机 拍摄视频 群众中的聪明人也拿出手机来进行拍摄 这小子拒不配合 被刘汉东揪住鼻環一转 疼得他嚎叫一声 屈服了 吹了酒精测试仪 吓了大家一跳 居然是三百一十八毫克酒精纸 超出最佳标准三倍 打死他 愤怒的群众发出吼声 有人跳上卡燕的引擎盖 用木棍猛击前挡风玻璃 有人拿刀刺轮胎 更多的人拳打脚踢着车身 小警 民警 邪警都苦口婆心的劝说 但群众情绪很不稳定 劝说无效 孙中海急死了 夏董交代自己的事情 办杂了不说 夏少的生命都受到了威胁呀 而且 那个砸车揪出夏少的家伙 正是自己从公司带来 鼎刚的新司机 夏少吹完酒精测量仪 立刻被马国庆 戴上手铐压进了警车 罪驾是入刑的罪 而且还撞死了人 证据确凿 这回够他瘦的了 群众还在砸着卡宴 马国庆和吴良海打了声招呼 先带着招事者离开县城 警车驶离的时候 马国庆喊了一声 小刘 刘汉东一扭头 坐在车里的马国庆 给他敬了个礼 刘汉东条件反射一般回礼 全家想到自己已经不穿军装了 心头一阵落寞 我在卡宴后排的两个妞被群众揪了出来 不过并没有为难他们 而是继续砸车 有人拿出打火机准备烧车 这时候警察终于介入了 在大批增援人员的协助下将群众驱离现场 不过此时卡宴已经面目全非 玻璃全碎 车身伤痕累累 真皮座椅也被刀子划破 亚妞穿着骑鼻裤 拨大腿长 一看就是夜店里勾搭的货色 哭哭啼啼正要走 被谭家兴拦住 这可是目击证人 哪能放走 警察在卡宴车里找出了K粉 酒瓶子 安全套等物 这帮畜生在车里嗨疯了 开快车撞死人 简直该杀 刘汉东悄悄离开了现场 消失在夜幕中 在一个偏僻的路口 跨上了马铃的摩托车 出什么事了 马铃问 大事 有个小子最嫁撞死人还拒捕 被我揪出来了 帮了你爸的忙 他还给我敬礼来着 刘汉东颇有些得意 那你怎么 不跟着去派出所做笔录啊 靠 我砸了卡宴的窗户 赔不起啊 我深藏公语名 闪 刘汉东 黑黑笑起来 你真不要脸 哎 对了 新工作咋样 还行 一个月六千块 无限一斤全有 不过 我把公司老总儿子揍了 工作怕是保不住了 刘汉东说的漫不经心 其实也很郁闷 好不容易有了满意的工作 转瞬就没了 你呀 臭脾气就不能改改 不过 这事做的对 换我 一样出手 今天下午 我还骂了便续缸一顿呢 李姐都跟我说了 是她故意言你出手的 要不是我脾气臭 打了指导员 也不会提前退伍了 也不能遇见你了 有嘴滑舌 不要脸 马灵轻轻打了她一下 发动摩托车 送刘汉东 回了铁闸街 不经美姐的 十元休闲店的时候 坐在门口的 失足妇女 看到她俩 对望了一眼 很有默契的 没有向刘汉东打招呼 来到108号楼下 刘汉东 从摩托上下来 正准备和马灵 轻轻握握一番 忽然车灯大亮 又一辆摩托驶来 是火雷和火影兄妹俩 两人热情打招呼 东哥 灵姐 先走了 马灵冲两人点点头 骑上摩托 一溜烟走了 嘿嘿 没耽误你事吧 东哥 火影恶意的笑着 火花派出所 鼻青脸肿的夏少 被投入了拘留室 带着手铐的他 依然嚣张无比 叫嚣着要让马国庆 脱警服 要喊人来拆了派出所 十分钟后 所长孟献国 风风火火赶到 夏少见了他 如同见了亲人 孟所长 快把我放了 孟献国理都不理他 对民警们交代 这小子再狂 就领去水龙头 给他行行脚 夏少的脑子里 还被酒精燃烧着 他撞着栏杆吼的 像孟子 我操你妈 咱一起喝过酒 那你忘了 孟献国板着脸道 一发处理 谁也不许说情 倒背着手走了 副所长胡铁军凑过来说 哎孟所 陈报记者来了 要采访最佳案件 谢绝采访 孟献国道 夏家打电话过来了 胡铁军拿出手机 不要接 有事明天再说 孟献国走远了 胡铁军心领神会 这事已经闹大 而且交警方面已经取证 谁也照不住 夏家有能耐 让他们走上层路线去 所领导是背不起这个黑锅了 孙中海赶到上风上水别墅 敲开了一处院门 用人将他领进屋 夏白石正穿着睡衣 坐在沙发上 老婆在一旁哭哭啼啼 一见孙中海进门就喊道 小孙子 你可一定要把周周给救出来呀 不惜一切代价 中海 到底怎么回事 孙中海说 别提了 本来事态还能控制 没想到现场一帮地痞流氓 把车砸了 要不是我协调警察 把夏少保护起来 后果不堪设想 夏白石皱起了眉头 你马上和市卫宣传部的熟人 打招呼 让他们压住报纸电视的报道 无论如何 不能上舆论的风口浪尖 这回事情有些大 怕是不好处理 中海啊 你多辛苦辛苦 孙中海挺起腰杆 夏董 我一定尽心尽力 行 你忙去吧 夏白石摆摆手 孙中海如猛打射 离开了别墅 他没告诉夏白石 是自己带去准备顶纲的司机 将夏少从车里揪出来 暴打一顿 那样的话 先倒霉的是自己 如今只有权力营救夏少 将功补过 至于那个吃里爬外的 新司机小刘 管他是谁介绍来的 立刻开除 绝不姑息 第二天 刘汉东还是按时上班 六点钟就到了青石高科 和孙强一起洗车 打扫车内卫生 七点钟出车 去市区接人 这次是刘汉东开车 孙强坐在旁边指点 哎 小伙儿 车技不错呀 不愧是部队出来的驾驶员 孙强看刘汉东驾驶着 碧莲在车流中穿梭 由衷赞道 刘汉东说 碧莲这车真不错 咱国家啥时候能出这么好的车 孙强撇撇嘴 八十万一辆能差了吗 咱国家不是不想出 是出了没人买 一路闲聊 接了十几名员工 八点四十五左右 碧莲抵达青石高科 员工们上班去了 驾驶员工作完成 回休息室坐着 刘汉东问道 我这算上了一天的班了 如果现在离职 给工资吧 孙强笑道 别扯了 才上一天班就要离职 你舍得 看刘汉东的样子 不像是开玩笑 孙强道 小刘 你不会玩真的吧 这么好的工作 说不干就不干 昨天晚上 孙中海拉我去 给夏董的儿子顶纲 我没答应 还把夏少 从车里揪出来揍了一顿 交给了警察 你说 这活我还能干下去 苏强倒吸一口凉气 哥们 你狠 这个夏少 是不是有个妹妹叫小藩 这你也知道 不简单啊 不过夏少和大小姐是堂兄妹 不是亲的 夏少叫夏周 是夏白石的儿子 大小姐随母姓叫舒芬 是总裁夏青石的女儿 上个月出了点事就去了美国 夏总裁患了肝癌 在美国做手术 现在家里是大哥夏白石当家 刘汉东点点头 原来这样啊 内线电话铃响了 苏强接了说了两句 刮上道 夏辽 行政部叫你上去 刘汉东出门上电梯 来到十七层行政部 一个女文员 免带歉意地告诉他 使用其未能通过考核 合发一天工资 交回门禁卡和工作服 人可以回家了 财务部支了二百元薪水 刘汉东将两张大钞塞进兜里 门禁卡丢在桌子上 正转身离开 女文员冲他挑出大拇指 低声道 好像的 看来 事情的原委 大家已经知道了 刘汉东有些小小的得意 下到更衣室 换了自己的衣服 来和苏强告别 保重 苏强拍拍他的胳膊 刘汉东大不流行地走了 古淡淡的身影 走在空旷的圆区道路上 十八层总裁办窗前 安心正戴着蓝牙耳机 与美国的夏青石同化 夏青石又问起刘汉东的事情 安心笑着回答 才一天能看出什么呀 你是总裁呀 又不是行政部主管 怎么管得这么细呀 耳机里传来夏青石的笑声 小藩的恩人自然要关照了 不然女儿会生气的 本集的播放到此结束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由畅想听八录制首发 由萧綦孝著 由蜘蛛播讲的 现代都市小说 匹夫的逆袭 欢迎收听 由畅想听八录制首发 由萧綦孝著 由蜘蛛播讲的 现代都市小说 匹夫的逆袭 第35集 安心望着楼下的风景 忽然看到一个穿T恤的男子 边走边舞动手中的衬衫 肢体语言很夸张 办公室里有一架单筒天文望远镜 其实是个装饰品 但充当一般望远镜 还是合适的 安心眯起眼睛 凑到望远镜旁 想看看这个嚣张的小子 是哪个员工 刘汉东上了一天班就被辞退 心里还是不大舒服 他猛然回头 冲办公楼竖起中指 安心刚巧 透过望远镜看过来 镜头里是刘汉东 不羁的面孔和竖起的中指 惊得他往后退了一步 他看过档案 这个人就是刘汉东 上班时间穿便装朝外走 出了什么事 现实 先挂了啊 有事 安心匆匆挂了电话 拿起内线电话 按了几个数字 行政部 我是安心 我看到新来的司机 刘汉东穿便服离开 他请假了吗 安总 刘汉东被辞退了 什么 谁辞退的 为什么没有通报给总裁办 孙部长屁事的 行政部供给人员的理智 按规定是不需要 上报总裁办的 对方弱弱的回答 让孙中海上来 安心狠狠放下了电话 想了想又抓起电话 按了保安部的号码 通知大门 不要让刘汉东离开 把他带到总裁办来 行政部 文员通知副部长孙中海 安总请他上去一趟 大概是辞退刘汉东的事情 孙中海想了想 拿了一份公司 人力资源规章上了楼 一进总裁办的门 就遭到安心 劈头盖脸的训斥 谁让你辞退 刘汉东的 我需要一个合理的解释 孙中海不慌不忙 乘上规章 笑眯眯道 我是根据人事规章辞退他的 他的工作很不合格 不能胜任驾驶员的工作 安心怒容满面 你是怎么确定 他不能胜任驾驶员工作的 不服总管理 这一条就够了 安心很生气 下面人阳奉阴尾惯了 而且处处和自己对着干 他们无非仗着下白石撑腰罢了 辞退刘汉东 应该是下白石的授意 故意和自己作对 以此降低自己的威胁 孙中海确实有恃无恐 行政部归下白石管 安心指示总裁助理 真叫起劲来 斗不过下白石 请你具体说明一下 刘汉东 是怎么不服从管理的 安心冷冷道 忽然总裁办的门开了 下白石领着一群 西装革履的中层管理人员 走了进来 傲然道 安助理 行政部什么时候归你管了 一个区区司机 也用得着大洞干个 你是不是太闲了 没事干 故意找茬 孙中海恶意地笑了 站在了下白石的背后 对面站了十几个人 安心一个孤零零的女子 面对他们 不由自主抱起了膀子 这是戒备的肢体语言 他加重语气说 夏清史总裁授权给我 在他治病期间 管理公司一切失忆 行政部的事情我要管 刘汉东的事情 我更要管 因为他救了书番 是夏家的恩人 夏总有明确要求 关照他 可他只来了一天 就被孙副部长辞退 我要求一个合理的解释 难道不可以吗 夏白石静止走了过来 坐在安心的椅子上 脚翘上了桌子 安主力 这个人是我让辞退的 他不是夏家的恩人 是他妈的仇人 安心疑了 心中下意识联系到 书番被绑架事件 难道说 刘汉东也是阴谋中的一环 不过 转念一想 这个可能性太低了 夏白石又说 昨天晚上 这个刘汉东 把我儿子给打了 还把他送进了拘留所 把我一辆 一百五十多万的卡验就砸了 我辞退他怎么了 我辞退他算轻的 我还想找人打他呢 门又开了 刘汉东站在门口 身旁站着一个 表情局促的保安 总裁办理这么多管理层 气氛剑拔弩张的 实在吓人 谁要找人打我 刘汉东问道 他已经被辞退 干啥都无所谓了 从兜里掏出一包红梅来 弹出一只 叼在嘴上 用一次性打火机点燃 抽了一口走进来 看着桌子后面的夏白石 直视他的双眼 你就是夏少的爹 夏白石大怒 谁让你进来的 保安 保安下意识要进来 被安心用目光阻止 你儿子酗酒驾车 酒精度超过罪驾标准三倍 撞死无辜路人 小女孩才三岁 你他妈的就想着找人顶纲 把你儿子捞出来继续害人 是吗 没错 是我打了他 我不但要打他 还要打你呢 刘汉东扬起了拳头 住手 安心喝道 虽然他很讨厌夏白石 但在总裁办打人 实在不是那么回事 刘汉东惺惺收起拳头 虽然他性格冲动爱打架 但也分场合 你们这些人 别以为有几个臭钱 就能为所欲为 记住一句话 天不藏间 刘汉东置地有声的一番话说出 自我感觉相当良好 掏出酷派手机 看了看时间 又指着夏白石道 我赶时间 到派出所作证去 让你儿子 老底坐穿 走了 转身离去 留下满屋惊恶 今天的事态完全失控 安心也没料到 这个刘汉东脾气如此暴烈 本来他还打算 如果夏白石坚持 就把刘汉东 调到总裁办 给自己当司机 现在看来 这已经不可能了 且不说 他把夏白石得罪深了 这种性格的人 也很难驾驭 刘汉东在此实验 他走在北郊的公路上 刚才的快意 恩仇慷慨激昂了 这会儿的心情 却很低落 眼瞅着就要过中秋节了 该回家看看妈了 买盒好月饼的钱都没有 上次骗妈说 自己在交通职业学院开车 其实 现在连摩迪都开不上了 混成这样 没脸见人啊 如果不是这臭脾气 就不会上这好好的大学 跑去参军 如果不是这臭脾气 就不会当了八年兵才是中士 还被提前退伍 如果不是这臭脾气 就不会找不到工作至今失业 兜里没有几张大钞 刘汉东 你后悔吗 心底一个声音问道 我不后悔 刘汉东默默作答 如果没有这黑白分明 既恶如仇的性格 那刘汉东 还是刘汉东吗 前路笔直平坦 让人不由自主 产生了奔跑的欲望 他撒腿跑了起来 越跑越快 仰天长啸 路过的汽车里 人们都为之侧目 刘汉东就这样 从城市的最北端 走到了最南端 回到铁渣街出租屋 开始收拾行李 给马灵发了条信息说 自己准备回家 过中秋节 然后去陈八尺修车铺 把崭新的三轮摩托 推出来 连同二百块钱 一起还给了张大姐 再开两天就是 你王哥 明天再出院呢 张大姐把钱往回推 看看车 有些惊讶 呀 咋换了一辆啊 哦 原来那辆 让交警没收了 我又弄了一辆新的 刘汉东解释道 张大姐坚决推辞 怎么能让你破费 买新车呢 刘汉东说 这车没花钱 是自己用废旧零件 拼起来的 张大姐才勉强接受 还请他中秋节 一起吃饭 哦 不了 我回江北过中秋 刘汉东又和张大姐 聊了一会儿 走到朱小强屋里 想借他电脑 上网 买火车票 今天朱小强 没再打刀他 而是聚精会神的 写小说 见刘汉东进来 急忙 沃尔的最小话 闪笑道 东哥 啥事 写的咋样了 刘汉东掏出红梅 丢给朱小强一只 坐在床边 饶有兴趣的 看电脑上 17K的网页 朱小强的大作 已经建立 名气 很大气磅礴 叫川道明朝当皇帝 看点击成绩 还不错 一般一般 快签约了 朱小强赶紧将页面关掉 似乎很不好意思 接电脑用用 买张火车票 刘汉东说 朱小强急忙让出电脑 刘汉东上了12306网站 买了一张回江北的 普通列车硬座票 傍晚时分 马灵下班过来 带着两盒月饼 两桶花生油 还有几袋红枣木耳等物 让刘汉东 拿回家孝敬父母 我还没上你家送东西呢 怎么能收你的东西 我替我妈谢谢你了 刘汉东舔着脸 收下了未来媳妇 孝敬婆婆的礼物 马灵打了她一下 想上我家送礼 先找好工作再说吧 对了 青石高科 把你开了吧 开了 给了二百块工资 这帮人渣 我才不稀罕跟他们干呢 刘汉东道 按说你救了 夏青石的女儿 好歹该给你撒瓜 聊早的酬劳呀 他们不但不给 还开除你 确实不讲究 那个喝酒撞死人的小子 已经保外了 你知道 用的什么名义吗 什么 年龄未满十八岁 我靠 刘汉东郁闷之急 夏白石的能量果然够大 年龄都能坐手脚 算了 你别管这些了 什么时候的火车 夜里十二点 那我不送你了 路上小心点 我走了 刘汉东赶紧挽牛 再坐会呗 做什么坐呀 你的狗窝还真邋遢 马灵撇撇嘴 转身就走 门口正遇到火雷 小伙子刚上来 看见马灵急忙打招呼 灵姐 没打断你们吧 打断个毛啊 没看 我已经出来了吗 马灵绕过火雷 匆匆下楼 刘汉东想送 被他一句话堵回来 别下来了 东哥 有事找你 啥事 刘汉东望着 马灵的马尾辫 一甩一甩的离开 心惊荡漾 石峰的南墙 就是一只耳 放话说要整你 火雷递上一支烟 是中华 他要是一只耳 我就是黑猫警长 刘汉东不在意的大笑 火雷挠挠头 东哥 你还是小心点 刘汉东拍拍火雷的肩膀 谢了 我晚上就走了 回江北老家 火雷急了 东哥你要走啊 先住的不好吗 我给我妈说一声 给你换个房间 带空调的 不是 我回家过中秋 过两天就回来 火雷松了一口气 这样啊 回头我送你吧 夜里十一点 火雷开摩托将刘汉东 送到了火车站 用身份证取了车票 登上列车 刚放下响链 马灵的信息就发来了 问他有没有赶上车 两人 你来我网发了几十条信息 终于没了动静 估计是马灵睡着了 此日清晨 刘汉东回到了江北 先回博爱路上的家 继父退休前 是煤机场的保卫干事 这栋五十平方的旧房子 是厂里分给他的 刘汉东不喜欢这里 但因为母亲的原因 第一站还是到了这儿 母亲在市场卖鱼 家里只有继父 桌上摆着早点 小卧室里的床上 铺着新床单 屋里打扫得干干净净 刘汉东吃着早饭 没和姬父说话 七点半 母亲回到家里 带着一篮子新鲜蔬菜 和鸡鸭鱼肉 还有二斤散装月饼 看到桌上摆着的月饼盒子 花生油忍不住责怪 东东 你回家还买什么东西啊 都是些包装样子货 浪费钱 还不如市场的散装月饼好呢 哦 这不是我买的 是朋友给的 母亲两眼放光 女朋友 算是吧 公交公司开车的 人挺好 刘汉东有些不好意思 公交公司好啊 效益好 不管什么年月 老百姓总得坐车 姬父插了一句 没人理他 母亲拉着刘汉东 坐在沙发上问长问短 问女朋友长得什么样 问在单位干得怎么样 工资有多少 过节发福利了吗 刘汉东有些尴尬 为了不让母亲失望 他只能将谎言继续下去 敷衍道 工作还行 不大忙 钱不多 够花 不过没攒下来什么钱 刚上班 肯定工资不会太高 牛弹了朋友花销的 攒不下钱呢 很正常 没事 妈赞助你 本集的播放到此结束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由畅想听八录制首发 由萧綦孝著 由蜘蛛播讲的 现代都市小说 匹夫的逆袭 欢迎收听 由畅想听八录制首发 由萧綦孝著 由蜘蛛播讲的 现代都市小说 匹夫的逆袭 第140集 刘汉东怕妈妈追问 赶紧拿出手机 调出马林的照片 给母亲看 这一招果然有效 母亲眉开眼笑 拿着手机看个不停 继父在一旁呵呵笑着 问了一句 没校长姓什么 刘汉东迟疑了一下 答道 姓王 他当然不知道 交通职业学院的校长姓什么 只是随口杜撰而已 好在姓父没有继续追问什么 只是淡淡笑了笑 今天是中秋节 赵丽都要去老爷爷那儿吃团圆饭 母亲刚改嫁那几年还过去 后来就不大去了 毕竟已经不是刘汉东 但刘汉东依然每年都去 母亲给他预备了一堆礼物 吃过午饭就提着东西过去了 刘汉东来到宾河小区的时候 爷爷刘潇勇正在打扫房屋 他一个人独居 家里井井有条 据说爷爷是黄埔军校出身 解放权叱咤风云 如今也不过是一个垂木老人而已 刘汉东放下礼物 帮爷爷拖地整理床铺 把八仙桌搬到客厅中央 然后祖孙俩一起预备晚饭 刘汉东有个伯父 患肾衰竭已经很多年 做过患肾手术后 还要长期服用价格不菲的药物 爷爷的离休工资 大部分补贴了大儿子 这会儿大伯一家人还没到 爷爷问起孙子上次的事情 哦 已经解决了 下家女儿去了美国 青石高科聘我当了司机 可我又惹了祸 他们把我开了 刘汉东把最近的境遇 向爷爷诉说了一遍 爷爷凝身沉思 小冬啊 你打算怎么办 刘汉东说 我牛皮都吹出去了 只能在省城先赖着 要么跟人家开货车 要么找个修理厂干着 我只有高中学历 想找好工作 不容易 爷爷回房间 拿出一张存折出来 小冬啊 大货司机和维修工都不适合你 爷爷建议你自主创业 这里面钱不多 有两万 权当你的启动资金吧 刘汉东捏入道 爷爷 我不能拿你的养老钱 爷爷笑道 爷爷身子骨硬朗着呢 用不了这么多钱 说说你的计划吧 我想先买辆二手车开着 等退伍补助款下来 自己开个修车铺 自食其力 自谋之意 好 爷爷支持你 爷孙俩聊到傍晚时分 大伯一家人终于到了 大伯面色晦暗 气色不好 大伯母倒是心宽体胖 大伯家有个儿子 叫刘汉南 比刘汉东小一岁 在本市一家企业工作 每月三两千收入 日子紧巴巴的 至今没有女朋友 刘汉东看到门外 停了一辆灰色长安月祥 问弟弟 你买的车 怎么样 很帅吧 和宝马一样的宝马会 刘汉南得意洋洋 掏出烟来 居然是四十五一盒的苏眼 日子过得不错呀 刘汉东接了一只 瞎混 贷款买的车 如今没车泡不到妞了 我们单位同事全都有车 刘汉南神气活现 吞云吐 大伯他们带了一些熟菜过来 刘汉东又下厨炒了几个菜 八仙桌上摆满韭菜 一家人其乐融融过起了中秋节 九过三旬 大伯开口了 爸和你商量个事 你说 我想换房子了 把您老这一套卖掉 添点钱买个电梯房 大家住一起也有个照应 您老年纪大了 身边没人不行啊 大伯斟酌着语言 小心翼翼道 爷爷摇了摇头 我老了 经不起折腾了 这房子住了三十年 有感情了 不想换了 大伯母干咳咳一声道 爸 我们也是为您好 再说了 这汉南要结婚 没房子不行啊 刘汉东明白了 大伯一家人 打爷爷这套房子的主意呢 说是卖掉换电梯房 但是真买了 未必让老人家去住 爷爷很淡定 端起酒杯 一句话就打发了 等我走了 再说房子的事吧 这顿团圆饭 吃得不太开心 因为房子的问题 大伯母一直拉着脸 刘汉南情绪也不高 吃完饭 就蜷缩在沙发上 玩手机 打游戏 爷爷和大伯进了卧室 不知道在谈些什么 刘汉东竖起耳朵想听 大伯母立刻拿起遥控器 开了电视 将甄嬛传的声音 开得很大 小主长小主短的 剥造的厉害 过来一会儿 大伯出来了 手里捏着一个厚厚的信封 大概是爷爷 留着看病的钱 大伯母一看目的达到 干咳一声 不早了 爸该休息了 刘汉南从沙发上跳起来 出门发动汽车 刘汉东和爷爷一起将大伯一家人送了出去 回来后 爷爷说 我是一碗水端平 给你两万 给你弟弟也是两万 铁部他买车 但房子不能卖 这房子啊 是留给你结婚的 爷爷 没房子就不能结婚了吗 我不信这个鞋 再说 给我了 您住哪儿去 您这体格 再活五十年没问题 爷爷笑了笑 我这身子骨啊 也是一年不如一年了 自个儿清楚得很啊 刘汉东去厨房洗碗 忽然大门敲响 原来是刘汉南回来了 他说 晚上小区里车太多 倒不出去了 请哥哥去帮个忙 刘汉东擦擦手 来到小区路上一看 弟弟的月祥 被夹在车流中 进退不得 唯有倒车才能出去 黑漆漆的晚上 两边停满汽车 以刘汉南的技术 确实很困难 刘汉东二话不说 上个车 不用回头 看着后视镜 就一路倒了出去 大伯赞道 小冬啊 车技不错呀 当兵的时候 曾经夜里在山路上倒车 一倒就是三十里 方向盘打错一把 就得掉沟里 刘汉东说 那沟多沈 刘汉南问 也就几百米吧 刘汉东随意倒 车里 大伯一家人面面相去 说话间 月祥已经倒到了小区门口 刘汉东下车 向大伯一家道别 回爷爷家 继续刷碗 当晚 他就住在 宾河小区 陪老人家说说话 夜里十一点的时候 接到一个奇怪的号码 打来的电话 怀疑是 西费电话 直接挂掉了 第二天 刘汉东去银行 取出两万元 来到二手 机动车交易市场 花八千块 买了一辆 老吊牙的电喷 8V1.6富康轿车 停在 宾河小区 空地上 又去电脑城 买了一台 国产品牌的 笔记本电脑 用自己的手机 做无线热点 上网买了一堆东西 网购物品陆续到来 期间 刘汉东又去 契配城 采购了一番 物资齐倍之后 开始大修富康 三绿 正石皮带 火花塞 刹车片 全车油水换一遍 又用四绿化碳 和三元清洗剂 给车打点滴 清洗浸气系统 燃烧系统 排气系统 十几年的 积碳清理干净 启动引擎 听听声音 都轻快许多 这辆车手续 已经过期 没年减 没买焦墙险 不过 刘汉东向来 不在乎这个 把车的外观 收拾得干干净净 利利索索 交警和路证 一般不会差 至于交通意外 他有这个把握 不碰别人 把傅康收拾好之后 刘汉东先去了 民政局 打听自己的 退伍补贴款 啥时候下来 工作人员回复说 你这是提前退伍 得等今年冬季 退伍这一拨人 回来再一起核算 慢慢等着吧 刘汉东无奈 回家和母亲告别 妈妈让他下次回来 把女朋友带上 妈给小马 预备了见面礼呢 行 下次争取代来 刘汉东下楼开车 妈妈在门口 目送他离去 到了街口 忽然看到继父 站在那抽烟 刘汉东把脸一别 想装看不见 哪知道继父 拦住了汽车 有事吗 刘汉东 面无表情地 降下了车窗 找工作不容易 这个先拿着 继父将一个牛皮纸信封 丢进车窗 扭头走了 刘汉东打开信封一看 里面是一叠钞票 大概两千多块 看来 心细如发的继父 已经知道 自己并没有在交通职业学院上班 他回头看了一眼 继父盘山而行 张口想说点什么 终于还是没说出口 福康驶向省城 为了节约路费 刘汉东走的是国道 而不是高速公路 数小时后 抵达晋江东南郊铁渣街 刘汉东准备重操旧业 当一名黑车司机 爬活的地点他都选好了 就在大学城的 交通职业技术学院门口 这里地处郊区 学生云集 市区的出租车很少见 黑车生意很好做 平时校门口马路上 停满了奇瑞 比亚迪等国产车 基本上都是拉生意的黑车 中午时分 傅康停在校门口 正对面的马路上 刘汉东西伙 拔钥匙下车 靠在车上 招呼来往学生 走嘛 市区三十 大中午的没人去市区 刘汉东坐回车里 拿出手机 想给马灵发信息 忽然电话铃响了 依然是那个奇怪的 01开头的号码 想了想 还是按下了接听键 准备骂骗子一顿 听筒里没有人说话 只有呼吸声 谁 说话 刘汉东道 依然没有声音 不说我挂了 刘汉东觉得有些蹊跷 脑子里一个念头闪过 问了一声 是小帆 哥哥 我 我 声音终于传来 看来小帆的语言障碍 尚未完全恢复 我以为是骗子呢 原来是美国岳阳电话 吐憋了 没看出来 小帆 你过得还好吧 啥时候回来啊 刘汉东乐呵呵的问道 忽然车顶被人重重敲了两下 窗外站了一个人 粗壮的身材 通红的脸堂 满脸的不高兴 刘汉东降下车窗 手机夹在肩膀上 问那汉子 有事 笑了 汉子立声喝道 不说了 哥哥有事 刘汉东挂了电话 从容下车 只见四周围上来几个人 穿着打扮都挺土 手里拎着家伙 貌似附近爬活的黑车司机 红脸堂问他 你新来的 懂不懂规矩 这儿是我的地盘 知道不 刘汉东抱起膀子 居高临下道 你的地盘 谁批准的 有土地证吗 红脸堂一个恶虎扑师过来 死死抱住刘汉东的腰 大呼道 兄弟们 上了 其余人等紧跟着扑上 拳打脚踢 他们用的是最笨的打架方式 但也是最有效的方式 刘汉东虽然汉勇 但是被红脸堂铁钳一般的双手环抱住 有力气使不出 转瞬间 头上背上就挨了几下 情急之下 他猛击红脸堂的头部 一下 两下 终于松动了 紧跟着 一膝盖顶起 红脸堂终于松了手 捂着肚子 蹲在了地上 刘汉东猛回头 头上泄流下来 争鸣无比 黑车司机们也是经常打群架的 愣了一下 便继续冲上来 被刘汉东踢翻了两个 抢了一根棍子 大杀四方 将这帮农村来的黑车司机打得爆头数窜 不知不觉 道路两旁已经站满了学生 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是一所联读三类大专 生员来自全省 基本上都是中考落榜生这个级别 花钱就能上不良少年占了大多数 黄克抽烟喝酒泡妞打架是他们的最爱 如今大街上演出真人结霸 自然乐得观看 不但看还跟着叫好呢 本集的播放到此结束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由畅想听吧录制首发 由萧綦孝著 由蜘蛛播讲的现代都市小说 匹夫的逆袭 欢迎收听 由畅想听吧录制首发 由萧綦孝著 由蜘蛛播讲的现代都市小说 匹夫的逆袭 第三十七集 黑车司机们狼狈逃窜 红脸堂勾搂着身子 试图站起来被刘汉东走过来一脚踹翻 将木棍一丢扬长而去 大街上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 刘汉东回到车里 拿起手机调出刚才的号码想拨回去 可是语音提示 为开通国际长途业务 只好暂时作罢 打跑了盘踞交通学院门口的黑车帮派 刘汉东并不离开 而是简单处理了伤口 继续坐在车里等生意 那帮人将红脸堂扶起 掺到马路对面去休息 一边咒骂着 一边恶狠狠看过来 但却没有勇气过来动手了 街头恢复了平静 学生们三五成群 该干什么的干什么 两个女生跑过来敲敲车窗 地豪网吧去不去啊 地豪网吧是铁渣街上 一个有上百台机器的网吧 学生们经常去那包夜 距离不远 如果打正规出租车的话 大概是刚过起步驾 也就是十元出头 十一二块的样子 十块 刘汉东说 俩女生贤贵 换了另一辆比亚迪 上车走了 黑车司机们很纳闷 这新来的家伙 怎么到手的生意不做呀 他们以看傻逼的目光 看着刘汉东 直到几个学校的刺头 走到刘汉东车前 这几个小子 是人高马大一脸骄横 走到富康前 正要拉车门进去 忽然看见刘汉东 彼此交换一下目光 可可其其问道 这位大哥 你认识火雷吗 刘汉东说 认识啊 那是我小弟 少年们恍然大悟 没看错 就是东哥 那天在弟弟道道 见过的 火雷当年就是交通 职业技术学院出来的 现在没工作 依然在学校一带私会 这些学生都喊他老大 那天晚上 就是这帮人杀到 才吓退了南墙他们 刘汉东拿出红霉来 一人发了一支烟 少年们受宠若惊 先摸出打火机 帮老大的老大点燃 才自己点上 和刘汉东聊了起来 说说笑笑的样子 让红脸堂为首的黑车司机们 大为惊诧 这货是出来混的呀 电话铃又响了 却不是01开头的美国长途 而是一个陌生的本事手机号 接了 听筒里传出一个男声 刘汉东是吧 你小心点 有人出钱要卸你一条腿 这不是提醒的语气 是威胁的口吻 刘汉东很光棍的回答 哦 我现在在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大门口 你不是要卸我的腿吗 赶紧来 我等你 对方也不含糊 行 你等着 马上到 挂了电话 几个学生问 东哥 谁要过来 刘汉东说 不知道 说要卸我一条腿 我让他们放马过来了 有家伙吗 卸试试 别的没有 就家伙多 东哥 等着 我回去拿 说吧 一人飞奔而去 五分钟后 从学校里出来 手里拎着一根空心铝合金棒球棍 刘汉东接在手里挥舞了两下 感觉很趁手 街对面黑车司机们看他抄家伙 顿时紧张起来 红脸堂摸出了手机开始打电话 刘汉东分析了一下 自己这个新手机号知道的不多 除了家里人就是马铃了 除此之外 只有青石高科行政部有自己号码 八成是下白石找人来报复自己 半小时后 十余辆蓝绿相间的捷达出租车 从北面开了过来 都是空实状态 没拉人 骑刷刷在学校门口停下 车门打开 穿白衬衣打黑领带的司机们下了车 手里都拎着家伙 为首一人二十来岁 大男人留着马尾辫 一根镀心钢管扛在肩上 满脸的脚 刘汉东很纳闷 这个不科学啊 青石高科混这么惨啊 雇佣一帮狄哥来揍自己 他没动 红脸堂等一帮黑车司机先下来了 手里也拎着链子锁 木棍 砖头等家伙 双方剑拔弩张开始相互叫马 刘汉东忽然明白过来 这是狄哥和黑车之间的战斗 与自己没关系 为免殃节 他准备发动汽车离开 忽然手机响了 再看那个扛镀心钢管的马尾辫司机 正拿着手机打电话 靠 还是来找自己的呀 刘汉东接了电话 喂 你可不一样的 行了啊 找了一帮黑鸡来帮手 你给我出来 对方厉声喝道 再看马尾辫 也是对着手机声色俱力 就是他了 刘汉东挂了电话 提着棒球棍打开车门 左脚还没落地呢 那边已经开干了 两帮司机打在了一起 专来棍网十分热闹 刘汉东拎着棒球棍 有些郁闷 他不知道该站在哪一边 马尾辫 狄哥和红脸堂对战 他出手相当凶猛 钢管挥舞如风 打得红脸堂 节节败退 脚下一个两枪 栽倒了 迪哥高高举起的钢管正要砸下 刘汉东喊了一声 喂 傻逼 哥在这儿 迪哥气了红脸堂 用钢管指着他 你就是刘汉东 哥就是 放马过来 刘汉东拿着棒球棍在背上挠痒痒 一脸的不在乎 刀光剑影在他跟前形同而行 迪哥倒拖着钢管杀过来 一米三长的钢管在水泥地上拖出一串火花 气势相当惊人 刘汉东将烟蒂一丢 举起棒球棍开始助跑 正面迎抵 两个猛人撞到了一起 转瞬之间 钢管和铝合金棒球棍就交接了十余次 砰砰啪啪如同暴风骤雨 谁也没有后退 两人都暗自惊诧 对方的力道争足 迪哥觉得握钢管的右手虎口战裂了 换了一只手握持 刘汉东两手握棍 发麻的右手舒展了一下手指 战斗还在继续 两帮人在大街上缠斗 迪哥这边的人多 将黑车司机们尽数放倒 拳打脚踢还不过瘾 拿着钢管猛砸那些比亚迪和奇瑞 一时间 满街都是凄厉的汽车警报声 忽然 一阵轰鸣声传来 众人一起回头 原来是火雷带人杀到了 交通职业技术学院里 也冲出来一票手拿棍棒的学生 形势来了个翻天覆地的逆转 迪哥们处于劣势 好汉不吃眼前亏 马尾便迪哥将手指伸进嘴里 打了个尖利的呼声 迪哥们纷纷上车一溜烟的跑了 火雷驾着摩托车过来 东哥 没事吧 身后一票猛人 都是皮夹克墨镜打扮 开着公路赛和哈雷 轰着油门傻气腾腾 毛都没伤到一根 刘汉东将棒球棍抛给一个学生 向红脸堂走过去 红脸堂也闹不明白状况 他们这帮外地级开黑车的 和本市出租车司机 因为抢生意 隔三差五就要干一架 不过今天这场价有些蹊跷 本来以为那帮迪哥是开富康 这小子喊来的 没想到他们也是对头 见面就打 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按理说 这个开富康的应该是自己人 朋友 怎么称呼 刚才要不是你啊 我这脑壳就开调了 红脸堂主动嗜好 掏出烟地过来 我叫刘汉东 新来的 多关照 刘汉东接了烟 我叫康万林 这些都是我老乡 红脸堂摸出打火机 帮刘汉东点燃 又朝火雷等人挪挪嘴 你朋友 朋友 刘汉东吸了口烟 冲火雷摆摆手 没事了 谢了 东哥 有事招呼一声 火雷一拧油门 带着暴走党徒们 决陈而去 黑车司机们鼻青脸肿 狼狈不堪 停在路边的汽车 损失很重 车锅里被砸烂了好几块 车身凹凸不平 起码耽误两三天的生意 那人什么来头 刘汉东问 看万林瞪起眼睛 那是淮江出租的马尾 你没听说过 那就齐了 他可是冲你来的 刘汉东恍然大悟 上次他去淮江出租应聘司机 登记过手机号码 后来又在公交公司打了便序墙 想必是他哥便序刚 动用了本公司的混混来报复自己 又是一阵摩托车的轰鸣声 这回来的都是嘉陵 前江 立番等国产摩托车 驾驶者都是附近跑生意的摩迪佬 他们是看万林喊来的员兵 老看 咋样了 没来晚吧 摩迪佬叼着烟卷问道 都打完半小时了 看万林没好气道 刘汉东说 听口音你们是江北的 南太的 你哪儿的 我是居的 老乡啊 走 喝酒去 看万林倒是个豪爽之人 我请 刘汉东也不含糊 众人上车 在刘汉东的带领下 来到铁闸街 图记狗肉馆 已经是下午两点 店里没什么客人 小月弯腰打扫卫生 山炮正从三轮车上往下搬面粉和啤酒 孙家俩小弟拿着刀子包狗皮呢 汤锅里猙獰的狗头若隐若现 狗肉馆门前的地上一片狼藉 刘汉东下车喊道 山炮 来两箱啤酒 今天火请客 山炮赶紧过来招呼 剑看万林从车上下来 一拍巴掌道 万林啊 是你啊 看万林大喜过望 山炮啊 有日子没见了 我记得上回剑还是在浦东 回头聊啊 里边请 都是自己兄弟 千万别客气啊 黑车司机们陆续下车 走进狗肉馆 各自找桌椅坐下 小月抱着一箱啤酒过来 慌得刘汉东 剑步过去接着 哎 嫂子 你休息休息 我们自己来就行 看万林道 哎 对 嫂子 你歇着 俺们不喝啤茶 整白的 哎 那谁 去这面小铺 买四瓶白酒去 山炮抱着一款狗肉进来 说 买什么买 我这啥没有啊 小月 拿白的 别拿柜上的 拿后院的真酒 刘汉东笑道 你柜上还有假酒啊 山炮小声说 哎 这年头啥没有假的 别说白酒有假的 啤酒都有假的 哎 这些给你们喝的可都是真货啊 这一通好饮啊 喝的是昏天黑地 桌旁丢了十几个空白酒瓶子 啤酒更是喝光了四香 黑车司机们鸣鼎大醉 有人跌跌撞撞出了门 在大马路上就解开裤子撒尿 有人扶着抢偶拓 有人喋喋不休地念叨着什么 更有人早溜到桌子底下 打起了呼噜 喝多了酒 看万林一张红脸更红了 晒过动物园的猴屁股 他拉着刘汉东的手 兄弟长兄弟短地唠叨着 山炮一直在忙活 只赔了几杯酒 没喝多 过来劝道 怎么样兄弟 没高吧 要不搁我这儿休息休息 刘汉东也喝得面红耳赤 他一个人干下去一斤半白酒 外加六瓶啤酒 不过神志还算清楚 摸出钱包说 山炮 算算账 看万林一把将刘汉东的钱包 打落在地瞪眼的 兄弟 看不起我 说过了 这账我结 刘汉东说 不是说好了我结的吗 你俩都歇着吧 今天我想 别啊 谁也别和我账 要不然 我掏刀子和谁玩命 从兜里摸出一叠 橡皮筋扎扎的钞票来 一五一十的数着 数着 就趴在了桌上 喊声如雷 山炮将这些钞票塞回了看万林的口袋 微笑着宠刘汉东摆摆手 这货脾气不好 人很仗义 刘汉东说 今天这个事 因我而起啊 还是我来付账吧 你拉倒吧 都是自己兄弟啊 喝起什么劲 万林之邦伙计 以后少不得来照顾我的生意 全当拉个客户了 刘汉东一听这话 也就作罢了 起身 帮山炮收拾残局 本集的播放到此结束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由畅想听吧录制首发 由萧綦孝著 由蜘蛛播讲的现代都市小说 匹夫的逆袭 欢迎收听 由畅想听吧录制首发 由萧綦孝著 由蜘蛛播讲的现代都市小说 匹夫的逆袭 第38集 不大功夫 忙完了 山炮兴致勃勃道 喝点酒 下午正好觅一觉 走 上梅姐那儿洗个头 敲敲背 醒醒酒 趴在桌上 憨声震震的 看万林忽然爬了起来 一抹嘴上的咸水道 哪儿洗头敲背 我去 山炮笑道 万林啊 一提洗头敲背你就行了 睡得不沉啊 看万林尴尬的笑 我这颈椎肩膀都不好 剩做梦啊 莫娜 听你说起 敲背就行了 那啥 仗劫了吗 我来 山炮哈哈大笑 哈哈哈哈 走吧伙计 到哥哥这儿来 还能让你掏钱 那不是骂我吗 三个汉子 并肩走在铁闸街上 直奔美姐的洗头房而去 现在是下午三点半 街上的铁艺工厂 都在开足玛丽生产 电锯声 电汉声 油气味扑面而来 各种洗头房 按摩房都刚开门不久 正是最空闲的时候 娜娜和小雅 正坐在洗头房里 一边嗑瓜子 一边看甄嬛后转 见有客人上门 娜娜扯着嗓子 冲里面喊道 梅姐 你老乡好来了 山炮往椅子上一坐 给我兄弟来个拳套 再看看万林 早就没开眼笑的 和小雅对上眼了 正要帮人家看手相呢 娜娜也过来 帮山炮捏着肩膀说道 山炮哥稍等一下 梅姐和人家谈事呢 山炮笑道 弹屁 在后面正打炮吧 娜娜在山炮粗短脖子上掐了一把 山炮哥 好讨厌 人家不理你了 山炮黑黑的笑 一只手不老实的在娜娜腿上摸缩着 过了五分钟 梅姐才和赵玉峰从后院出来 还拍着胸扑道 兄弟 这事包在姐姐身上了 赵玉峰看到山炮和刘汉东倒也不尴尬 大声招呼就匆匆走了 山炮问 梅子还真谈事呢 嗯 财房租的事快到期了 那啥 东哥 里边请 你妹子整天盼着你来嘞 说着 将刘汉东连拉带拽到了后院 赵玉峰正坐在屋里 你们好好聊聊 哈哈 梅姐嬉笑着 关上了门 刘汉东酒气熏天 面红耳赤 赵玉峰赶忙拿起热水瓶 对了一盆温热水 搅了个毛巾给他 又倒了杯茶 把刘汉东按在椅子上 给他揉太阳去 会伺候人了 梅姐教的 刘汉东问 嗯 在家就会 阿娘摊在床上 都是我照顾的 换西又去将毛巾 讨了一下 前妻回去了 刘汉东问 嗯 签下的账 还了一些 弟弟今年的学费交了 刘汉东不再说话 闭目养神 不大功夫就打起憾来 换西轻轻拿了一条毛毯 盖在他身上 静静坐在一旁 隔壁炮房里又传来熟悉的啪啪声 不知道哪位好汉正在奋力搏杀 刘汉东一觉醒来已经是黄昏了 他起身伸了个懒腰 见换西还坐在门口的板凳上看着自己 就问他 山炮他们走了吗 他们先回去了 换西笑得很灿烂 笑什么 刘汉东摸摸自己的脸 你睡觉还流口水 换西笑起来露出两颗小虎牙 很可爱 刘汉东掏出钱包 想了想拿出一百块钱来放在桌上 换西急忙抓起钱塞回来 哥哥我不要你的钱 你做生意的哪能不收钱 换西眼圈红了 我把你当亲哥哥 却不能收你的钱 刘汉东只好将钱收了起来 整理一下衣服 走出了屋门 梅姐他们正在店里看电视 见刘汉东出来都打了个招呼 继续看电视 回去吧 刘汉东对送出门来的换西道 哥哥你开车小心点 换西一在门框上说道 等刘汉东走远了 梅姐急忙窜过来问道 还没干啥吧 就睡了一下午 啥也没干 没干就好 担心死我了 梅姐拍拍胸口 拉着换西回屋 快换衣服 时间来不及了 换西在梅姐的指挥下 换了一套黑色蕾丝内衣 外面是牛仔裤和白衬衣 运动鞋 梳了个马尾辫 又拿了个双肩包背起来 嗯 看起来就是个高中女学生 梅姐拖着下巴 很满意的说道 换好了衣服 梅姐带着换西出门 准备打车进城 可是 这会儿正是出租车交班的时间 根本打不到车 520公交车又不到他们去的地方 梅姐时不时拿出手机 看看时间 心急火燎 一辆白色的傅康开了过来 驾车的是刘汉东 他刚去狗肉馆门口取了车 正准备去做生意 见到梅姐和换西在等车 便在他俩审判停下 去哪儿 去温泉镇 去看个朋友 哦 上车 刘汉东说 梅姐喜不自禁 拉开车门让换西上了后座 自己上了副驾驶位子 喋喋不休的抱怨着难打车之类的话 出租车都不知道死哪儿去了 梅姐恨恨道 这个点堵车 跑得越多 亏得越多 刘汉东娴熟的驾驶着富康 驶向温泉镇 这地方算是城市近郊 风景优美 很多高档住宅区设在那里 梅姐说去看朋友 怕是幌子 送餐上门还差不多 刘汉东看看后视镜中的换西 小丫头低垂着头 情绪不高 梅姐说说笑笑 兴致勃勃 刘汉东却不再搭茬 冷冷地开着车 直到将他俩送到温泉镇上的水都大酒店门口 谢了 多少钱 梅姐掏出钱包 一百 刘汉东狠狠道 又和你梅姐开玩笑 回头买份好烟给你 等我一会儿哈 我还得回去 梅姐依然嘻嘻哈哈的 和幻西下了车 向大酒店走去 刘汉东已经猜出 这趟是梅姐带幻西来做生意的 她怒火中烧 却又无可奈何 就像幻西说的那样 自己不买 总归有人买 幻西家里困难 自己帮得了她一时 帮不了她一世啊 该发生的 还是要发生 可气的是 幻西不争气 哪怕她说一句不愿意 谁也不能勉强她呀 卧槽 刘汉东一踩油门走了 顺手摸出烟来点上 狠狠地抽着 怎么走了 梅姐回头张望了一眼 催了一口 那是欠你的 换西咱们走 水都大酒店是新修的 以温泉水文化著称 五星级标准 住的都是有钱有身份的人 宽敞的大厅装饰的富丽堂皇 还有一架白色钢琴摆在厅里 彰显着酒店的文化格调 梅姐怯生生地走进来 在大堂沙发上坐下 拿出手机打电话 赵一峰 我到了 你在哪儿了 快点 等你 抬头一看 换西正居锦的四处张望 一群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 从外面回来 都穿着统一制式的T恤 上面印着第三届大学生国际辩论赛的字样 有说有笑走过来 在大堂浮雕背景前照相 换西背着双肩包 混在他们中间 竟然毫无违和感 喂 这位同学 你怎么没换衣服 一个瘦高男生向换西发问 我 我不是和你们一起的 换西急忙辩解 哦 怪不得有些面生 男生向他笑笑 又说 呃 你是江大的学生吧 我 我 换西说不出话来 啊 我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的林子杰 这次辩论赛北京队首席辩手 幸会 男生笑得很阳光 换西虽然出身农村 但基本的礼貌还是懂的 他主动伸出手来 你好 我叫蓝换西 换西 很好听的名字 林子杰和换西握了握手 正要再说点什么 忽然有人喊他去拍照 于是向换西笑了笑 回头见 就快步跑了过去 这一幕被美姐看在眼里 心中得意洋洋 自己给换西整的这一身形头真不错 被真正的大学生都认为是同类类 班尼路的牛仔裤还真没白买 赵玉峰从旋转门里走出来 一眼看见美姐 哎 这边 美姐急忙拉着换西上前 跟着赵玉峰进了电梯 正要按下关门键 一波学生跑了过来 将电梯挤得满满当当 林子杰站在楼层按键旁 很热心的问道 蓝换西 你去几层 换西看了看美姐 美姐看了看赵玉峰 赵玉峰抽了口烟 将手伸过去 按了十六楼的键 几个学生被赵玉峰的烟熏的咳嗽起来 先生 电梯里不可以抽烟 林子杰说道 赵玉峰瞪了他一眼 还是将香烟掐灭了 但是 随即喉咙里又响了一声 吐出一口浓潭来 众人纷纷侧目 露出厌恶的神情 学生们在八楼下了 临走前 林子杰深深看了一眼 换西 大概察觉到 他和美姐赵玉峰在一起 有些怪异 换西如芒在背 深深低下头 都是同龄人 人家是来参加国际辩论会的 自己 却是来卖身的 林子杰最后的眼神 让他无地自容 妈的 这帮学生真屌 赵玉峰又点燃了香烟 赵玉峰 客人到了吗 美姐对着镜子 搔手弄姿 她今天穿着豹纹 和皮裙马靴 自我感觉很是性感 客人有个重要的会议 还要等等才来 待会儿换西一个人 在屋里等就行了 你先回去 赵玉峰叼着烟 从包里拿出一万块钱来 递给美姐 美姐接了 站着唾沫点起来 忽然数钱的手停顿了 因为她看到 换西的肩膀在怂动 宁儿 别哭 别惹得领导不高兴 是女人早晚要走这一步的 美姐心生怜悯 柔声劝道 心里挺不是滋味 换西本不该站在这里 而是应该和那些大学生 在一起的 十六楼到了 赵玉峰领着他们过去 打开1618的房门 这是一个套间 有温泉浴室 有整面墙的落地窗 宽大的西梦斯床垫上 摆着一个小玩偶 处处彰显高档 连水龙头都是镀金的 赵玉峰私下查看一番 交代换西道 哎 你先把身子洗干净了 待会儿客人来了 你啥也别说 啥也别问 就帮她脱衣服 洗个澡 放松放松 懂了吗 换西咬着嘴唇 点点头 咱们走 赵玉峰一招手 带着美姐离开 姐 我怕 换西有点紧张 宁儿 不怕 过了今晚就好了 美姐安慰道 跟着赵玉峰出了房 房门关上了 留下孤单无助的换西 出了门 赵玉峰和美姐都没话 踩着走廊厚厚的地毯进了电梯 这丫头也是个有福的 卖一回就上万块 我他妈都想当女的了 赵玉峰又点了一支烟 在电梯里吞云土 梅姐没说话 她心里很乱 下到一楼大厅 赵玉峰去地下娱乐会所打牌 梅姐依然坐在沙发上等换西 她点上一支烟 在烟雾中仿佛看到了自己的年轻时代 梅姐小时候也是个学习的好苗子 差几分就能考上大学 后来自暴自弃 被村里的混混搞大了肚子 又被骗到城里干起了皮肉生意 从此走上不归路 自己走过的路 换西又要重走 这丫头学习可比自己当年好多了 真要下功夫重读一年 考上将大不是难事 她的人生应该和那些风华正茂的大学生一样 尽情地欢歌笑语谈恋爱 找工作进外企进国家单位 然后找个又疼她又有本事的老公 幸幸福福地过日子 这才是换西应该走的路 梅姐在盐灰缸里掐灭了香烟 脸上泪痕倒倒 把粉和眼影都弄花了 本集的播放到此结束 车停在水都大酒店门口 服务生拉开车门 一个肥头大耳的男子下了车 大概是喝了酒的缘故 他的脸堂通红 不乏轻飘 白衬衣黑西装 低调的万宝龙腰带和万上的格拉苏地 参员金表都显示她是一名高级公务员 梅姐以她多年从业经验 一眼就看出此人正是买换西出业的人 因为只有官员才最热衷破处 有钱的商人们反倒不怎么挑食 更喜欢小电影演员之类能显示自己实力和身份的女人 而且这个体重超过200斤的胖子 一定是处级官员 梅姐猜的没错 来的正是江东省交通厅建设管理办公室的 焦世红主任 正处级官员 他刚从酒厂上下来 现在中央严禁大吃大喝 宴请都改在内部食堂或者不对外的私房菜馆 档次反而比以往更高了 喝的酒也更好了 焦世红喜欢喝陈年之华事 一瓶下肚如同腾云家务 按照老规矩 他要到自己兄弟开的水都大酒店来泡个温泉 顺便享受一下新鲜土鸡的滋味 处级官员们都有一个崇高而伟大的梦想 就是争取早日破处 担负起更重的担子 在副厅级的职务上为人民服务 小主任也不例外 不过最近从中小学找新鲜货 有些不保险了 万一事发乌纱不保 别说副厅 直接一撸到底 未免得不偿失 所以他采取了稳妥的办法 让下面人去淘宝 从街边洗头房或许能逃出嫩货来 今天这个妞是火花村的党支书兼村委会主任 花德义安排的 绝对可靠 可以放心享用 焦世杰没带秘书 下了奥迪后 让司机先回去 随即迈着沉重的步伐上了电梯 按了十六楼 摸一摸衬衣口袋里的房卡 没姐再犹豫 几次站起又坐下 终于还是起身向电梯走去 死就死吧 姐今天也是闭闭一回 叮咚一声 电梯到了十六楼 焦世红迈着八字布 来到一六一八房门前 掏出房卡打开门 套房沙发上坐着一个女孩 十七八岁年纪 苗条 白细 白衬衫下小胳膊纤细无比 正是焦世红最喜欢的类型 焦世红走进门 繁锁房门 自顾自脱了西装挂在衣橱里 从包里拿出软中滑和一台微型摄像机 打开调试着随口问道 小妹妹 叫什么名字 蓝换西 喜欢 这名字喜庆 好听 焦主任很高兴 将打开的摄像机 放在了正对大床的合适位置 命令换西 小妹妹啊 把窗帘拉上 雨缸放水啊 焦世迟疑着不动 这个男人又肥又壮 酒气熏天 想到今晚要沦落在他身下 焦世就忍不住想干呕 焦主任有些不高兴 这个小丫头虽然合胃口 但是不怎么伶俐 不过话又说回来 这种厨没经过事 没伺候过人 这才是清纯本色呀 好 花得意会办事 焦西还是走过去 将窗帘拉上了 焦主任从包里拿出超薄钢本 伟哥药片 引渡神油等物 亲自走进房间 打开镀金水龙头 放出来的都是热气腾腾的温泉水 先将满身酒气洗净 再来一个泥树梨花鸭海棠 岂不美哉 焦世红开始脱衣服 先将白衬衣脱下 露出凉粉一般的大肚皮 然后脱皮鞋和裤子 这丫头就是没颜色 看到领导脱衣服 都不知道帮一下 小妹妹啊 你也脱了吧 一起吸个水 焦世红笑眯眯的 焦世红笑眯眯的 焦世红着嘴 紧张的捏着衣脚 忽然房门被敲响 一个尖锐的女声响起 焦世红 干嘛 焦世红是扑过去 将繁琐的房门打开 站在外面的 是眉睫 焦世红沉下脸 穿上了白衬衣 怒色满面 妞儿咱走 这商议不做了 梅姐拉着焦西就走 焦西跌跌撞撞 跟着梅姐往外走 嘴里道 姐 书包没难 不要了 梅姐匆匆而行 心里在打鼓 得罪了嫖客 就是得罪赵世红 今后的日子难过了 焦世红无比愤怒 上位者的尊严被触动 小小的卖淫女也敢细耍自己 简直忍无可忍 他立刻打电话给花得意 电话拨过去 那边立刻就接了 诚慌诚恐问道 焦主任 有什么指示 指示你麻痹 你干的什么事 操 焦主任吼了几声 挂了手机 穿衣服走人 临走不忘将摄像机关了带走 操他妈的花得意 道路阔宽工程 他别想插手了 花火村党之书兼村委会主任 花得意正在温泉镇一处会所 和本家兄弟花抱谈生意 接到花世红的电话万分惊诧 他可是花了好大的代价 才请了焦主任一顿饭 而且得到了孝敬他老人家的机会 没想到却出了岔子 惹得领导暴怒 这到底怎么回事 花得意立刻给具体办事人 赵玉峰打电话 皮头盖脸就麻 赵玉峰 你办的什么事 你把焦主任得罪狠了 你他妈找死是吧 赶紧给我陪你道歉去 赵玉峰正在地下娱乐会所赌钱 接到电话立刻出来直奔上楼 正遇到梅姐带着换西 从电梯里出来顿时挤眼了 焦主任被酒色掏空了身子 十几秒解决问题倒在情理之中 但领导还有各种小情趣来 不折腾个三四个小时 完不了事 这些意识 赵玉峰也是听说过的 这才几分钟 梅姐就带着换西从楼上下来 那么只有一种可能 事儿黄了 站住 怎么回事 赵玉峰拦住去路 插咬怒吓 不怎么 这生意姐不做了 梅姐从容拿出捆扎起的一万块钱 丢给赵玉峰 操你妈的 你耍我 赵玉峰扬起了巴掌 一只大手握住了赵玉峰 马杆一般的小胳膊 刘汉东回来了 别动手啊 刘汉东将赵玉峰推到了一边 没你的事儿 赵玉峰起得眼睛都红了 为了巴掌交主任 村长花了很大代价 千方百计才搭上线 被梅姐给搅黄了 这可是几百上千万的损失啊 欢喜喊我一声歌 你说有我的事儿吗 刘汉东高大的身躯 挡住赵玉峰 让他无计可施 只能放了一句狠话 梅姐 你等着 有你后悔的 拿出手机给村长打电话汇报 刘汉东冲梅姐和换气道 走 两人匆匆而出 上了门口的富康 刘汉东上车启动 绝尘而去 赵玉峰拿着手机 在大堂里跟梅头苍蝇一般 走来走去 村长啊 梅子那个逼养的脑子进水了 事到临头 把小丫头叫下来了 把钱也退了 说是不做这生意了 我操他妈的 我估计交主任裤子都脱了 这不是玩人家吗 说话间 焦世红已经坐着电梯下来了 赵玉峰赶紧颠颠迎上去 焦主任啊 别生气 我再安排了 十分钟就到 十分钟 焦世红板着脸 将他推开 我不认识你 赵玉峰无奈 站在大厅里 冲焦主任背影 喊了一嗓子 这事不赖我呀 这一幕 都被大厅角落里 喝咖啡的灵子节看到 傅康在道路上急驰 梅姐的心 还在剧烈的跳动着 对于一个弱女子来说 刚才的疯狂举动 已经严重超出 她的勇气范围 赵玉峰安排接待的 肯定是大领导 这不是退钱 就能解决的问题 兴许会给自己 给换息 带来难以预料的大麻烦 换息也很紧张 本来说今天出来 做生意接客 报酬丰厚 足有一万块 两千给梅姐当中介费 八千给自己 明天就能汇给家里 可梅姐突然变卦 冲进来将自己带走 她又庆幸又担心 庆幸自己没有 被那个胖子玷污 担心梅姐因此而倒霉 梅姐点了支烟定神 问刘汉东 你咋回来了 刘汉东板着脸说 我是回来救换息的 梅姐吐出一口烟 叹气道 大兄弟 你还是年轻啊 你这不是救她 是害她 那你呢 怎么变卦了 刘汉东问道 梅姐一只手放在车外 眼神迷离 我他妈也是傻逼了 好好的钱不赚 装什么逼啊 不管了 反正事也做了 后悔也来不及 我想好了 大不了换个地方干 我供妮儿充读一年 明年继续考大学 只要能考上重点大学 四年学费我包了 姐活了半辈子了 今天也英雄一回 刘汉东猛扭头 看了梅姐一眼 眼中尽是诧异 看什么看 没见过美女啊 梅姐给她了一个白眼 学费算我一份 刘汉东说 你小子够意思 不往您喊你一声歌 梅姐笑着 猛拍刘汉东的肩膀 后座上的换夕 强忍着不哭 可是泪水依然 如同绝地的洪水 一般倾泻而出 气不成声 进而 嚎啕大哭 十八岁的换夕 背负了太多太多的 压力与负累 如今终于有人 能帮她分担了 她的大学梦 终于可以圆了 梅姐回头摸着 换夕的头发 宁儿 不哭 好好学习 明年咱考北清大学 制补计也要上个江大 咱也参加国际大学生 辩论会 到时候 姐去会场 给你摇旗逐威 咱也威风一回 嘚瑟一把 换夕哭得更厉害了 梅姐柔声道 宁儿 你可得争气 姐这辈子是完了 你不能像姐一样坠落啊 刘汉东想纠正梅姐 是堕落 不是坠落 但是鼻子酸酸的 生怕一开口就哽咽 毁了自己的硬汉形象 傅康开回了铁闸街 将梅姐和焕西 送回洗头房 刘汉东留了自己的手机号码给他们 然后继续去跑生意拉客人 这两年城市大开发 很多小区不同公交车 出租车难打 黑车就有了用物之处 运气好了 一晚上赚个上百块 也不是难事 梅姐打发换西去了后院 把娜娜和小雅喊过来开会 她点了一支烟 郑重其事地说 姐想好了 供妮儿重读一年 考上大学 姐继续供她上 娜娜一撇嘴 梅姐 你钱多没出人了是吧 妮儿家里困难 爹妈都有病 下面还有个上学的弟弟 你能管得过来 就是 这年头好些美好报的 国家都不管 你操得什么心呢 姐乐意 姐不管妮儿家里那些破事 姐就只供她重读上大学 她爹妈弟弟的死活 姐也管不过来 这个店是咱仨合伙开的 那要住在这儿重读 我就是想听听你们俩的意见 行啊 反正今儿吃住也花不了多少 等她大学毕业 咱也有个扩亲戚了 我同意 这要不然我出钱就行 梅姐喷出一口烟 你俩还算有良心 没辜负姐对你们的纯纯教诲 有客人登门 梅姐便回了后院 进了卧室 床上坐着一个三四岁的小女孩 亮晶晶的眼睛看着她 眼睫毛 忽闪忽闪的 妈妈 你要做生意了吗 小女孩歪着头问道 这是她和妈妈之间的约定 每次妈妈要做生意 她就躲到柜子里去 妈今天不做生意 陪小样玩 梅姐坐到了床边 和女儿一起玩起了积木 本集的播放到此结束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由畅想听吧录制首发 由萧綦笑著 由蜘蛛播讲的现代都市小说 匹夫的逆袭 欢迎收听 由畅想听吧录制首发 由萧綦笑著 由蜘蛛播讲的现代都市小说 匹夫的逆袭 花德义再给焦主任打电话 对方已经关机 看来这回真是得罪惨了 他很恼火 999个头都磕了 就差最后一个头 功亏一篑呀 交通厅主管建设的领导 那是财神爷吗 一般人想巴结都找不着门路 自己可好 想方设法投其所好 结果马屁拍到马蹄子上了 这下惨了 工程捞不到 先前的投入也都打了水漂了 大哥 怎样 还有挽回的余地吗 花豹问道 其实彭城工程公司的大股东 是村主任花德义 花豹只是顶在前面 抛头露面的角色 大事都得大哥拿主意 忘了 花德一阴沉着脸说 赵玉峰小心翼翼的进来了 点头哈腰 姐夫 村长 花豹抓起茶几上硕大的水晶烟灰缸砸过去 臭你妈的 会办事吗 他妈的好事让你办瞎了 打死你都不冤啊 烟灰缸砸偏了 落在地上一声巨响 赵玉峰吓坏了 以往姐夫生气都是操你姐 今天要操丈母娘 可见是动了真怒 这 这 姐夫 这 这事不能赖我呀 那 那梅子她退钱不愿意干了 我有雕法 难不成 逼她上去 那可是五星级大酒店 上流社会人出入的场所 花豹抬腿就踢 你他妈办的什么事 找的都是不靠谱的人 教主任是什么级别的领导 你知道吗 能得罪吗 我 我踢死你 赵玉峰躲闪着 辩解道 姐夫 我 我知道错了 我 我 下次不敢了 花豹不依不饶 抓住他扫脸就是四个大嘴巴 花得意摆摆手 王子 行了 花豹收了手 依然怒气冲冲 大哥 你说咋办吧 花得意沉吟片刻道 教主任这边不能放松 继续加码 托人疏通一下 应该还有一线希望 那个什么梅子 给我找死里长 他妈的坏我的生命 我让他生不如死 说着 将手中抽了两口的香烟 拦腰折断在桌上 花豹说 大哥 你放心 我绝对给你办得妥妥的 花得意是花火村的村委会主任 想收拾铁扎街上的发廊女 实在是小菜一点 不过 他用人不当 把这事交给了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花豹 花豹敢打敢拼 讲义气 但是玩起阴招来就逊色不少 他出手都是简单粗暴的招数 当晚就安排了四五个小兄弟 带着铁棍 斧头 上眉姐的洗头房闹市来了 夜里十点钟 五个地匹拎着家伙骂骂咧咧的过来了 洗头房里正在做生意 一个刚下长途汽车的业务员在店里敲背 正一副假正经模样的问有没有特殊服务呢 地匹门就进来了 一棍子将门口的红色灯箱打烂 吓得娜娜尖叫起来 给我砸 带头的家伙抡起铁棍 将镜子前的劣质化妆品 梳子剪子等物扫到了地上 正要开砸 忽然一阵轰鸣声 一辆白色富康停在了店门口 车里下来一人 手提小型灭火气筒 傻气腾腾就进来了 一个打手上前阻拦 被那人一灭火气砸倒 其他打手也不砸电了 挥舞着家伙扑上去 那人倒提灭火气 喷出一股白色泡沫来 拟了他们的眼睛 只听砰砰几声 打手们脑袋上挨了 结结实实一下 摇摇晃晃倒下了 梅姐从后院跑来 见状惊呆了 东哥 来者正是刘汉东 他放心不下唤息他们 特地绕过来看看 没想到正遇上杂电 刘汉东从地上提起一个家伙 问他是谁派来的 你想敢和豹哥作罪 弄不死你 那小子依然猖狂无比 刘汉东一头撞过去 把他撞得口鼻冒险 一把丢开 告诉花宝 这家店是我刘汉东找的 有事让他找我说话 地匹门从地上爬起来 捂着头上的大包 灰溜溜的去了 被吓傻的顾客 也拎起包跑了 还没给钱呢 娜娜追了出去 刘汉东看了看店里被砸的情况 不算很严重 梅姐 晚上睡觉小心点 找东西把门顶上 没事 姐啥大场面没见过 他们再来 我就打110报警 有事你先打我电话 我住得近 过来方便 谢谢你了 梅姐将刘汉东送走 娜娜没追到人也回来了 他们提前关门 将卷闸门拉下来 上了锁 收拾残局 今天不做生意了 梅姐 你得罪了啥人啊 得罪了花得意 娜娜和小雅面面相去 花得意是花火村的土霸王 他跺一跺脚 整条街都要地震 得罪了他 以后就没法在这条街生存了 已经得罪了 说啥也白搭 梅姐很光棍 小雅说 不行咱换地方吧 梅姐一脸无所谓的 这地方付了一年的房租 不能退的 我可舍不得走 花火村中有一座庞大的自建房 建筑面积起码上千平方 这是村委会主任花得意的家 整栋房子装修风格比较乡土化 用了很多金色琉璃瓦和黄色瓷砖 门口的隐蔽墙 用马赛克乡出 红日出东海的壮美景色 院子里种着各种花草 车库里停着一辆宝马五系 一辆进口标志二零七 硬顶敞篷跑车 花豹匆匆而来 花得意穿着金色睡袍 在客厅接待了他 大哥 事不好办 花豹说 花得意脸色顿时就变了 你磨了个逼的 半个卖逼的你都没这能力 你找块豆腐撞死得了 花豹急忙解释 这娘们背后有人找 什么来路 花得意冷静下来 点了一支烟 抛给花豹一支 这人叫刘汉东 驻火联合甲 是个硬茬子 当过兵 打过仗 蹲过拘留所 上个月和石峰集团的人干仗 当场让他打死六个 哦对了 古长军就是让他弄死的 花得意深深吸了一口烟 将自己笼罩在烟雾中 开始沉思 自己是村支书兼村主任 手握大权 这条命金贵得很 犯不上和这种亡命之徒 发生矛盾 多少社会的大哥 就是因为太过骄横 死在名不见经传的 小混混手里 这都是血的教训啊 这个刘汉东 和梅子什么关系 花得意沉声问道 没啥关系吧 认识时间不长 不过听赵玉峰说 他和洗头房里 那个小妮子关系不错 可能是红颜知己杀的 花得意猛抽一口烟 基本分析出事情的原委了 这个刘汉东 是小妮子的嫖客 一来二去 日出了感情 所以豁出命来帮他们 再一想 不对啊 这小妮子不是厨吗 要是被刘汉东睡过了 又怎么能出来卖厨 要说没睡过 他妈的 没睡过 哪来的感情 以花村长 混迹江湖和政坛 多年的经验 暂时无法想明白 这其中的道理 不过啊 有件事 他是明白的 匹夫之怒 血剑五步 牛汉东 得罪不起 豹子 暂时不要动 想别的办法 华德义说 啥办法 要不半夜灌汽油 放火点了房子 黑豹一根筋 比赵玉峰高明不到哪去 受你妈了个逼啊 铁闸街乱打乱见 点起来没法救 万一把我房子也烧着了 咋办 华德义还是忍不住骂人 骂完之后就暗暗自责 素质啊 一定要注意素质 好歹我是人大代表啊 找房东 让他们出面 把这几个婊子碾滚的 华德义说 华德义的招数 也不是很好使 因为 没姐姐住房子的房东 不在本地 跟儿子到外国享福去了 租房合同签了一整年 还有大半年呢 想碾人家也碾不走 一记不成 再生一记 华德义给花火派出所的一把手 孟宪国打了个电话 让他收拾铁闸街上几个卖银的 最好能办个牢叫什么的就结气了 这种事情对于孟所长来说 简直小猜一点 洗头房的失足妇女们 就是案板上的肉盘子里的菜 想收拾他们 就是一句话的事 当然 现在干什么都要讲证据 还需要花得意配合做个局才行 两人在电话里三言两语就商量好了 过两天 找几个人去洗头房消费 到时候警察冲进去扫黄 掌握了罪证 把没姐办一个容留他人卖银的嘴 别说劳教了 都能判重刑 为麻痹梅姐等人 花得意只是黑豹 这两天消停点 不要出手 阴云渐渐在铁闸街上空密布起来 而梅姐等人紧张了两天 没等来后续的报复 渐渐放松了警惕 这几天 宋双一直在筹划 如何赔偿刘汉东 他和朱蓬蓬 都是娇生惯养的高干子弟 根本不知道哪能买到刘汉东那样的三轮摩托车 不过 蓬蓬有办法 他爸爸是交警总队长 请他帮忙 肯定没问题 朱华彪听说 宋厅长的女儿想买摩托车 立刻找了个董行的来做顾问 这人叫陆世彭 是总队直属里滨摩托中队的中队长 开了十几年摩托 绝对的专家 接到总队长的命令 陆世彭立刻在第一时间赶到总队长办公室 能帮总队长的家属办私事 这可是求都求不来的好事 比涨工资还令人欣喜呢 朱总队简单交代了两句 陆世彭就怀着激动的心情 带着两个女大学生去看摩托了 当然 主要以伺候朱蓬蓬大小姐为主 稍带着回答宋双几个问题 陆警官 这是宋双 宋廷是他爸爸 蓬蓬感觉到陆世彭对宋双有些许的怠慢 找了个机会向他说明 陆世彭心里一颤 心说 这回还真是艰巨万分的政治任务 俩都是千金小姐 谁也得罪不起呀 宋双倒不是很在意 他满心思都是怎么赔偿刘汉东的事 这几天连觉都没睡好 生生瘦了好几斤 倒是蓬蓬没心没肺 该吃吃该喝喝 没事人一般 陆世彭说 你们想买一辆什么类型的摩托 做什么用 是谁开 说得越详细越好 我才能帮你们介绍 嗯 要一辆好点的摩托 难款的 要是吗 三个轮子 还带车厢的 陆世彭犯了难 宋双说买难款摩托 还要好点的 应该是买给男朋友的 这倒是不难 大把的进口豪华摩托车 十万以上价位的都有 可是 三个轮子还带车厢的就罕见了 莫非是宝马最新出的高级款型 宝马有一款偏三轮 带封闭式车厢 价格很高 湘东省内没有卖的 想买的话要去香港了 陆世彭答道 没那么高级 就是大街上经常见的那种 宋双比划着 耐心解释 按照他的说法 应该是正三轮 而不是偏三轮 陆世彭更糊涂了 大街上哪有这样的高级摩托呀 他很无奈的说 真不好意思 我孤了寡闻了 没见过这样的摩托 要不网上搜一搜吧 蓬蓬急了 就是拉克的三绷子 陆世彭差点一口老血喷出来 公安厅长家的千金要买三绷子 说出来谁信啊 一定是打开方式有误 耳朵出故障了 蓬蓬接着说 前几天 一个朋友的三轮摩托车 被交警销毁了 这事怨我们 所以想排他一辆新的 陆世彭终于明白了 这样啊 这种能载客的三轮车倒是有卖的 不到一万块钱的样子 不过交警部门正在打击这种违法运营的机动三轮 你们买了给他 他也不能开呀 蓬蓬和宋霜交换了一下目光 是啊 买了也不能开 那不是白买 宋霜很快做出决定 那就陪他一辆好点的摩托车 本集的播放到此结束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由畅想听吧录制首发 由萧綦孝著 由蜘蛛播讲的现代都市小说 匹夫的逆袭